活了千年的应龙竟然成了酒保 而他之所以做这份普通的工作 是为了给只有找回曾经的记忆 这天酒馆迎来了一位独眼客人 进店后就呆呆坐着也不点酒 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酒保便询问客人是否想体验下速回 这是一种能看到前世的能力 见客人没有拒绝酒保便对他发动了速回 瞬间酒保看见了客人的前世记忆 乡间小路上男孩正盯着头上的屏幕 这时身旁传来一阵骚动 随后一只野猪追着狐狸跑了出来 只见狐狸一个闪躲绕到树后 身后的野猪躲闪不及直接撞在树上 树上的苹果也随之掉下砸在男孩头顶 眼见狐狸可怜兮兮地对着男孩求救 而野猪此时也更换目标直冲过来 男孩随即摆好架势 一掌拍向地面将野猪击退 得救的狐狸也冒兴兴地看着男孩 更是在他身上蹭来蹭去表示感谢 这时男孩开口询问你是狐妖吧 见被识破身份狐狸也直接摊牌 一阵烟雾后露出了妖怪的样子 更是缠着男孩一阵打听 在他的认知里只有妖怪才能发现妖怪 但谁知男孩却说自己是除妖师 此话一出顿时将狐狸吓出原形 但狐狸却瞬间想到了什么 立刻跑到男孩身前再次确认身份 之后满脸激动地拉住男孩的手 让男孩帮他救一个人类 救人的方法就是采集一颗千年灵药 但灵药周围有一只远古妖物在手 男孩的任务就是将妖物消灭 看着眼前巨大的远古妖物 男孩二话不说就准备走了 可在狐狸苦苦哀求下还是答应帮忙 但是必须先去找到一种特定的草药 途中男孩询问狐狸为什么想要救人 狐狸却说对方之前救过他一命 所以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救他 到了夜晚两人找到一处山洞开始练营 经过除妖师一顿瞎倒过 终于完成了他的作品 趁着夜色两人来到了灵药附近 漫长的等待后妖物起身离开了 除妖师一鼓作气地冲了出去 掏出了山洞中炼制的麻省 趁妖物不注意将灵药套住 简简单单便将灵药弄到手 天亮之后狐狸带着男孩来到一处村庄 告诉男孩要救的人就在村里 男孩根据狐狸的描述来到一处民宅 终于见到了狐狸想救的孩子 仔细查看了对方的身体状况 男孩沉默了两久 便安慰到小问题很快就能治好 可在面对狐狸激动的询问时 男孩却说对方情况很不好 魂魄已经被是魂鬼吞噬大板 就算吃掉灵药也只能延长几天的生命 狐狸闻言顿时嚎啕大哭起来 一番发泄之后狐狸跟男孩告别 这时男孩却是犹犹豫豫豫言又止 最终还是开口将狐狸叫住 告诉狐狸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小孩 妖怪为了拯救一个人类小孩 居然向天敌除妖师求助 盗取远古妖物守护的千年灵药 在得知灵药也只能延长三天寿命后 甚至愿意以命换命也在所不惜 然而这一决定被除妖师断然拒绝 在除妖师的心里人和妖的生命是平等的 他不会为了救人就除掉善良的妖怪 眼见救命道草慢慢走远 狐妖心中更是懊恼自己无能 随着夜幕的降临 狐妖心中已经做出了决定 乘着夜色来到了孩子的房间 看着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孩子 狐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情 当时他被猎人打伤躲在草垛中 被路过的孩子发现 虽然他呲牙咧嘴阻止孩子靠近 但孩子却是温柔地安抚他 拿出母亲给他做的麦饼喂食 还轻柔地替他上药包扎伤口 曾经的往事让狐妖眼神更加坚定 随后端坐身子开始施法 只见一股黑色烟雾慢慢渗出孩子身体 随着狐妖一声大喝 是魂鬼被他拉了出来 可眼前的鬼物却将狐妖下的瘫倒在地 如今的是魂鬼已经不是他一只小妖怪能处理的 但为了救孩子狐妖提出了交易 只要是魂鬼放过孩子 就将自己的魂魄给他 虽然对于狐妖宁愿放弃千年魂魄也要救人感到不及 但是魂鬼还是答应了他的交易 而另一边的雏妖师刚刚恢复灵力 就突然心有所感暗骂一声傻狐狸 随即快步来到了屋子 入眼的只剩一地的狼藉 可一只被视魂鬼吞噬魂魄魄的狐妖 此时的狐妖已经吓了一只眼 原来刚刚是魂鬼进入身体后 狐妖便失控了 只好牺牲一只眼睛才保持清醒没伤害到孩子 看着赶来的雏妖师 狐妖再次请求希望雏妖师能出手帮忙 这一次雏妖师没有拒绝 反而轻轻地抱住他答应下来 这一刻狐妖露出了如是重负的笑容 等到雏妖师将狐妖置于身体 拿出随身携带的雏妖露 随着咒语的响起 容魂印也跟着完成 一股消亡的力量笼罩着是魂鬼的狐妖 片刻后化作点点星光消散在空中 等到了次日清晨 一直昏迷不醒的孩子终于醒了 孩子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只是村子从此多了一个被狐狸围绕的少年 随着故事的结束 独眼客人醒了过来 一丝记忆也被抽离进入酒保的笔记本 刚刚的经历让客人难以窒息 可酒保却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调了一杯酒送到他面前作为答谢 随着客人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一股熟悉的味道在口中游荡起来 恍惚中又再次看到了记忆中的碎皮 原来这就是麦饼的味道 下一秒客人似乎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 眼睛居然奇迹般的复明了 酒保却说这是一份迟到千年的回忆 等到送走了客人之后 酒保来到了一处密室 打开笔记本取出刚刚收集的记忆 将它放进营养槽中植物人的脑海里 看着眼前沉睡中的男人 酒保缓缓说道 福宇 做个好梦吧 今天的酒馆迎来了一位神秘女人 她非神非妖可是却能永生 女人刚落座就被酒保盗出了身份 可女人并没有惊慌是错 反而开口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很久以前女人所在的村子发生了瘟疫 而女人也不幸感染上这种绝症 村里的大夫更是束手无策 突如其来的灾祸让女人心如死灰 想到还在家中等候的丈夫 和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 哪怕不甘心就这样死掉 也只能踏上回家的路 而就在这时 远处山头的一座神庙引起了她的注意 一种莫名的力量吸引着她走向神庙 等到她来到神庙门口 一个神秘的声音呼唤她走了进去 面对这个声音女人说出了请求 她不想就这么早早地死去 希望山神能满足她的这个愿望 片刻后一只行如枯搞地手伸了出来 在女人不可置信的眼神子 手指点在了她的额头 等到她再次醒来的时候已是月上庭中 当她回家之后却发现绝症奇迹般地消失了 自从痊愈后女人格外珍惜之后的日子 尽心尽力抚养着孩子长大 并且时刻感谢山神给她带来的新生 直到她的生命来到了尽头 然而当她感受到死亡来临之时 却仿佛坠入了无尽的虚空之中 直到那个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 来吧 替我承受这永生的痛苦吧 随着意识地回归女人再次醒了过来 她不仅没有死去 反而变回了年轻的样子 虽然丈夫很是惊诧不解 但还是很快接受现实将女人保护起来 直到遇上非常炎热的一天 女人取下面罩在河边洗脸 没想到却被河边洗衣服的老夫看到 这才暴露了自己永生的秘密 很快村里的人将她当成了妖物 虽然丈夫努力地想要将她保护起来 可大祭司却说女人是和妖物做了交易 忽然为何多年过去还是这个模样 愚昧的村民也随之上前要将她捉住 丈夫虽有心保护可奈何年老体衰 根本不是村民的对手 这时大祭司露出了真命名 原来他也知道神庙可以让人永守 之后大祭司让人将女人带回神庙 想要从女人那里获得永生的力量 可女人根本不会使用这股力量 从那以后她便被大祭司困在神庙 当作了敛财和发展信徒的工具 虽然女人不会使用永生的力量 可这股力量无时无刻都在保护她不让她死去 而大祭司则歪曲事实 让村民认为是女人引发了之前的瘟疫 就连自己的儿子也认为她和妖物勾结 为了讨好村民甚至想要将她杀掉 而就在她对着女人挥动力刃的瞬间 年迈的父亲从身后将她抱住 面对父亲的斥责男人不为所 反而认为父亲也被蛊惑了 父子二人也随之爆发了剧烈冲突 扭打间丈夫更是失手杀掉了儿子 而年迈的丈夫最后也选择了自己 两个重要的人全都离她而去 这让女人悲愤欲绝 她拥有不朽的容颜和永恒的生命 可这种力量并没有让她得到幸福 不仅被人囚禁在神庙中荡成工具 而她最爱的儿子也将她荡成妖物 甚至准备亲手将她杀掉 而丈夫为了保护她因为误杀了儿子 最后也选择了自杀 从此以后女人更是心灰意冷 任由大祭司摆布四一载鸽 吸食她的血液妄想获得永生 直到这一举动被村民发现 他们合力将大祭司控制起来 而女人血液或许能得到永生的秘密 也被村民知晓 名为欲望的种子也埋在了村民心中 从那之后 她白天成为了村民敬仰的神灵 享受着村民看似虔诚的模板 夜晚则被抽取血液换取永生的机会 直到一位除妖师的到来 路上神色匆匆的村民吸引了她的注意 在得知他们是去参加祭祀之后 除妖师决定跟随人群前去查看 闲聊中得知庙里存在可以永生的真神 而永生这个词汇也让除妖师打起精神 在努力穿过拥挤的人潮之后 除妖师终于看到了神台上的女人 一眼望去她就发现了不对劲 女人的魂魄竟被虚无的铁链锁住 眼见结束祭祀人群准备离去 女人却端坐高台一动不动 除妖师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为什么女人不跟着一起离开 大祭司却说她得等到最后才能走 并且告诫除妖师以后不要再来了 等到日落黄昏之后 除妖师再次来到了神庙萌导 询问女人何时才会离开 而女人让她不用担心黄昏后就会走 但除妖师却一语道出了真相 你的灵体被禁锢很久了吧 女人闻言顿时一惊 赶忙询问除妖师是否看见身后的锁面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 她向除妖师讲述了事情的始末 除妖师这才确定她是被村民的执念所树 随即将神庙所头破坏走进去 来到女人身前伸出手掌 告诉女人可以将诅咒传递给她 虽然暂时无法破除掉 但却可以替她承受 而女人一番思索之后却拒绝了她 就在除妖师疑惑不解之时 女人却说一切都是因她而起没道理 让除妖师替她承受 希望除妖师能找到破除方法再来救她 借女人态度坚决除妖师欣然答应 告诉女人一定会找到解开述速的方法 然而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除妖师还是没有回来 而明天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祭祀 女人甚至认为除妖师或许已经忘记了约定 随着出生的太阳把光芒洒在大野 村民们也睁开双眼醒来 可他们全都忘记了一些事情 一些本应该在今天必须要做的事情 随着人们的遗忘 束缚女人的锁链随之消散 被束缚已久的魂魄终于回到了去窍之中 就在女人兴奋地冲出神庙之后 才发现除妖师已经早早地在门外等候 原来她用了一年时间去寻找神药除异散 再将她扔进了村中的景影 此要能让村民遗忘掉诅咒 但也会让诅咒反噬村民 虽然女人对此于心不忍 但经过除妖师讲解之后 还是决定不予理会选择离开 而多年后的村子已经破败不堪 曾经心存恶念的村民 被诅咒的反噬囚禁灵魂 直到女人活到现在看见家人的转世 被诅咒的反噬波及而承受痛苦 内心的煎熬让她寻着风铃声来到酒馆 向着酒宝敞开心扉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而酒宝告诉她 只要所有人都遗忘那么诅咒就能破除 这一次女人终于明白 原来一直忘不掉的人还有她自己 随着一丝记忆进入酒宝的笔记本 酒宝也为女人倒了一杯名为名誉的酒 作为大型 酒里面加了除一伞和破除永生的命 女人接过酒杯毫不迟疑的一饮而尽 瞬间年轻的女人就变成了一位老夫 而她也终于可以再次见到心心念念的家人 这是一个在医院病房长大的女孩 只因她一出生就患有严重的哮喘 可今天却循着风铃声来到酒馆 虽然被病痛折磨可她依然乐观 希望酒宝能给她推荐一杯合适的酒 可酒宝听完却说她能帮助女孩 随后缓缓将手放在女孩头顶 差那件一个小小的身影浮现 这天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除妖师正享受着美食走在拥挤的人群中 而一间奇怪的酒馆却吸引了她的住 此时正逢佳节酒馆却大门紧闭 而街上的行人更是视若无本 这是一只大熊猫来到酒馆门口 除妖师也赶忙在怀中一阵翻掌 随后取出能收敛气息的符指 紧跟着大熊猫的脚步走了进去 只见酒馆内此刻竟然热闹非凡 无数的妖物聚坐在一起饮酒坐落 而刚刚的大熊猫也很快融入人群 热闹的气氛很快就感染了除妖师 不惜取出全身家荡小换杯酒喝 见酒馆老板不为所谱 除妖师指了指刚刚扔出的铜板 希望能尝尝店里最好的酒 老板闻言随即到出壶中酒水 拿到除妖师面前让她闻闻 好久有的是可惜你买不起 随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虽然除妖师还想距离力争 可老板却说本店不收这样的货币 并且指着酒馆规矩让她查看 见无法满足酒馆的要求除妖师只能作罢 而就在她准备离开之时 听见妖怪谈论蒲山发生了怪事 而且蒲山灵气充沛草药众多 除妖师随即便不再停留 决定乘着夜色连夜去蒲山看看 这时酒馆那一个妖怪猛然惊醒 刚刚的死于眼好像是浮雨 此话一出群妖顿时一惊 老板也被他们的惊呼声吸引过来 向着妖怪打听浮雨的事迹 有的说他一口就能吞下一只昆吞 有的说他形似小白脸却能举起大笑 还有的说他是天生灵体能勾魂躲 眼见妖怪众口不一老板也是一阵失望 等到妖怪离去酒馆打烊 老板却陷入了沉思 因为传说天灵体吃一口受用无穷 或许能助自己度过成仙劫也说不定 全然不知浮雨此时正躲在草舵洞的瑟瑟发抖 来到蒲山时还被一阵怪风将他拦住 这是一位老伯从远处走来 一开口就劝他赶快离去此地危险 而且蒲山现在被妖物笼罩 蒲山村里面的人也被困住 虽然浮雨并不担心 但还是表达了谢意 等到老伯离开之后浮雨却感到了阴阳 风中一个声音在哭泣 还向他发出求救 他本是救死浮山的乡间代陆 如今却变成残害生灵的妖怪 将蒲山终日笼罩在妖物之中 直到这天浮雨破开妖物到来 入眼望去一片荒凉 空中布满了随风飘荡的蒲公英 而谨慎的村民也都已不蒙面 这时一个男人急驰而来大喊起风了 一阵妖风携带着大量的蒲公英吹来 村民闻声赶紧冲进屋里观景房门 就在浮雨还在四处观察之时 男人一把抓住他让他奔着逃命 但身为除妖师他丝毫不拒 面对袭来的妖风泰然自若 随着口中念出法觉 一身的灵力与妖风正面相撞 在男人不可置信的眼神之中 轻描淡写的就将妖物击退 见到浮雨居然有和妖物抗衡的能力 裸藏起来的村民赶忙跪倒求救 原来村里的妖师是个妖女还招惹了妖怪 因村民除妖被他记恨 所以将村子献祭给妖物 只要碰到被妖风吹动的蒲公英人就会死去 了解事情之后浮雨决定天亮后就去除妖 而就在当晚浮雨熟睡之后 一个人迎手持利刃闯了进来 然而下一秒就被一颗石头将利刃打掉 来人竟是白天准备拉着浮雨逃命的男人 眼见自己被浮雨识破了身份 男人这才说出山中妖物的真相 村民口中的妖女名叫素素本是村中的药师 平日里更是尽心尽力地为村民探明 而一天进山采药之时 素素发现了一株生长在悬崖上的草药 为了治病救人不惜以身犯险 可就在他抓住草药的一瞬间 悬崖却发生了坍塌 素素也随之掉了下去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恍惚中好似被一个陌生的人引相救 等他回头望去时却又什么都没看见 但这个身影却一直留在他的心中 直到素素夜晚再次进山 这才真正看清救命恩人的面容 虽然被男人斥责他不该夜晚进山 但素素却说是想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而男人在接受谢意后就开口感人 素素这时赶忙询问对方的性命 本以为男人不会回答 男人却说自己叫仆还告诫他晚上不要再来 随后便缓缓消散在空中 在他放下谢礼准备离开之时 仆却在身后悄悄出现目送他下山 随后捡起素素放在地上的谢礼 此后一人一腰便开始时常书信来往 素素经常会送一些自己亲手做的点心 而蒲也会送上一些罕见的花作为回应 但蒲却拒绝和他再次见面 直到两个月后素素终于下定决心 这天他盛装打扮后准备出门 却不知道他的样子全被村长儿子看在眼中 转头便去央求父亲上门提亲 等到素素再次来到悬崖之时 更是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 这一招果然奏孝蒲再次出现救了他 而且还得知了蒲的真实身份 原来他是山中天然养育的金冠 之后一人一腰更是沉浸在恋爱中不可自拔 哪怕明知道人妖之恋中是逆天而行 虽然媒婆多次上门替村长儿子提亲 但素素都不为所动直接拒绝 直到这天他向蒲提出变成妖怪的情形 这样他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虽然蒲一开始断然拒绝 但看着深爱的女孩如此坚定的眼神 蒲最后还是答应了对报 在将皱纹和使用方法告诉素素之后 蒲严肃地告诫了他妖怪的交换法 只有用来交换的东西越珍贵 那么得到了力量也会越强横 而这一幕全都被村长的儿子看在眼中 原来素素拒绝自己是因为喜欢上了妖怪 眼前这只残害生灵的妖怪 曾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大夫 而他之所以变成如今的样子 则是因为爱上了山中养育的精灵 还获得了成为妖怪的方法 而两人的恋情却被村长儿子发现 转头就告诉了身为村长的父亲 村长经过再三确定之后 也在心中打起了精灵的主意 原来之前就有除妖式扬言山中有宝贝 只要除掉山灵就能获得超凡的力量 等到素素和蒲告别之后 正幻想着以后能和蒲永远在一起 一群村民却从身后偷袭 等他再次醒来后便发现 自己已经被人绑了起来 熟悉的村民还在咒骂他是妖怪 这一变故让他完全不知所谓 虽然再三解释不是山中守护神 可是村民并不相信还认为他被捕获 村长也趁机开口让素素替他除妖 看着自己曾经费心救治的村民 如今却大喊着要杀了自己 素素决定靠不教他的咒语逃走 然而身上束缚的绳子却将他阻扰 原来此物乃是除妖师留下专门克制妖术 随后村长取出不要让素素将蒲杀掉 可这一提议却被素素拒绝 见素素冥完不灵村民也是恼羞成怒 就在他准备点火烧死素素之时 一个声音开口阻止了他的举动 原来是蒲赶过来 见妖怪现身村民顿时大惊失色 素素也大喊着让蒲赶快逃走 可蒲却走到村长面前提出交易 只要放了素素他甘愿临死 随后缓缓来到素素身前 温柔地安慰着大声哭泣的素素 更是轻轻稳住了他的嘴唇 素素我不会死的 你等着我 之后便举起毒药一影而尽 片刻之后不便化作了点点星光 开始消散 眼见心爱之人在自己面前惨死 素素此时如遭雷击 在身上绳子解开的一瞬间 便向着蒲飞奔过去 可是他并没有挽回蒲生命的能力 只能无助地护着爱人在怀中缓缓消散 一颗名为复仇的种子也在心中发芽 起身缓缓念出了当初不交给他的咒文 而他这次用来交换力量的是自己的生命 随着咒文结束交易也随之达成 一股狂暴的力量向着四周起来 将罪魁祸首的三人围绕在中间 素素这时说道 你们都该死 这是你们应得的教训 说完便向着远方遁去 而刚刚被妖风席卷的三人也随风消散 此后素素变成了妖怪 每天都会带着有毒的蒲公英来村中复仇 男人讲完了事情的真相之后 便要求浮雨希望他能救救素素 而浮雨在一阵沉思后 想到了一个可能挽救素素的方法 第二天村民便已早早在门外等候 等到浮雨起床出门之时 更是恭敬跪倒在地希望浮雨除妖 而浮雨也交代村民在家待着就行 就在这时男人一把叫住浮雨 素素变成了妖怪此时正向着村子袭来 这个少女因为爱上山中精灵 从而被村民绑起来准备烧死 爱人为了救他甘愿喝下毒药死去 眼见心爱之人化作星光消散 少女不惜献祭自己的生命化作妖物 每天携带剧毒的蒲公英向村民复仇 直到身为除妖师的浮雨来到 在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后 浮雨想到了拯救少女的方法 当素素再次携带蒲公英袭来之时 浮雨取出随身携带的除妖物 选定了能够拯救对方的法术 只身进入满是蒲公英的风中 随着咒语结束困妖印也随之完成 将化作妖物向村民复仇的素素困住 他却不甘地询问浮雨为何要帮这群柜子 浮雨却说是受人之托前来救他 面对这样的说辞素素不为所谓 他不甘心蒲明明不是妖 却被村民所杀 只有复仇才能平息心中的怒骨 可浮雨却说正是因为他的复仇 才害得蒲被困住不能往生 而浮雨正是因为蒲的指引前来救他 看着浮雨手中蒲公英的种子 素素终于明白过来 随着身上象征着妖怪的去笑裂开 素素终于从妖怪变了回来 他哭泣着向着浮雨询问 真的能再见到蒲吗 在得到浮雨肯定的回答之后 素素终于再次感受到了爱人的气息 原来心爱之人一直在身旁默默守候 这一刻他终于放下仇恨向浮雨道谢 虽然蒲山的事情被浮雨完美解决 但在回城的路上他却唉声叹气 随着素素的离去 蒲山再也没有齐花异草 本打算用来换酒的草药 也变成了杂草 就在他四处寻找漏网之鱼时 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只白色小龙 一人一妖四目相对半想 浮雨发现眼前的小龙竟是残角 沉默之后浮雨向小龙提出交易 用自己炼制的神药换取小龙的灵片 没想到如此轻易获得神药小龙立刻一颖一镜 但下一秒就呕吐固止大呼上当 而骗到龙铃的浮雨却准备将它当作酒钱 再次来到神秘的酒馆门口 为了不被小气的老板找茬 还特意变回成年状态 随后拿出收敛气息的符指 熊啾啾气昂昂地走了进去 掏出哄骗得到的龙铃针给酒馆老板 开口就要酒馆内最好的酒 完全没注意到老板脸上露出的清津 等候片刻之后老板亲自端来好酒 此酒名为妖不行 虽然名字奇怪可浮雨并不介意 迫不及待地品尝起来 之后更是和老板闲聊起来 虽然两人身份本是天敌 可浮雨并非善恶不分的除妖师 一番闲聊可谓兵主敬欢 随后浮雨交给老板一粒种子 让他帮忙泡一壶药酒 而种子开花之时便是取酒之日 虽然老板声称托管费非常昂贵 但浮雨却说会有人来付账的 随着回忆的结束 女孩也清醒过来 知道事情的真相后泪流满面 随后酒宝转身取下酒柜上的药酒 原来前天早上那粒种子便开了花 此酒名为蓝桥仙正式为女孩特制的 随着女孩饮下杯中之酒 一股熟悉的安宁感再次将她环绕 不禁让她趴在桌上沉沉睡去 而一丝记忆也随之进入酒宝的秘境 等到女孩再次醒来 进出现在大街上 身边全是四散飞舞的柳絮 就在她屏住呼吸寻找哮喘喷雾时 却赫然发现折磨自己的病痛消失了 当她匆忙转身时 却和别人撞了忙来 女孩赶忙为自己的鲁莽向对方道歉 男人却开口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助 这一瞬间女孩好似发现了什么 只见男人身前名牌上赫然写着菩素二字 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天才除妖师 竟是眼前这个不着寸吕的小屁孩 片刻前酒保为沉睡中的福宇灌入收集来的记忆 没想到却突然发生一变 昏迷中的福宇竟睁开双眼 随后灵力更是将营养曹击碎 之后福宇就从成年人变成了小孩 还一脸懵懂的叫酒保爸爸 为此酒保特意将酒馆暂停营业 但在经过一番灵魂对话之后 不得不接受自己暂时喜当爹 虽然福宇对其他事物都有精准的认知 可是对自己的身份已经全然忘记 死活认定酒保就是自己的爸爸 这让酒保不禁怀疑或许是因为记忆缺失所导致 而就在这时一阵奇怪的声音突然响起 小福宇居然无视自通的学会运用灵力 酒保这下终于放下心来 决定开店营业继续收集缺失的记忆 然而刚开店就迎来了一位中年男人 男人向酒保抱怨自己的遭遇 最近每天都是从噩梦中醒来 而罪魁祸首或许就是手里只扔不掉的贝壳 酒保闻言拿起贝壳使劲闻了闻 告诉男人想要解决此事并不难 伸出手指缓缓点在男人的头顶 随着速回的发动酒保见到了久违的记忆 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两个人引缓缓走来 来人正是酒馆老板英龙白琪 和公认最强除妖师的福宇 片刻后两人来到一座名为旺州的城镇 但福宇看着手中的地图却充满疑问 眼前的城镇竟没有在地图中记录 正当他疑惑不解之时 白琪一把抢过他手中地图 声称道路不会只在图中 你得多相信自己的眼睛 说着便运转自己的专属法术笼统 这是能映照一切事物的真实之眼 顷刻间一座繁华的闹事出现在眼前 随后带着福宇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只见城中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片刻之后两人寻得一处茶铺歇息 可福宇却一直觉得此地有些奇怪 但白琪却毫无察觉反而悠然自作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吵闹 竟是一女子在四处向人求助 可人潮涌动的街上并没有人搭乱 好奇心驱使下两人向着老板打听起来 原来女人几月前和丈夫在沙漠中迷路 本是荒凉的沙漠丈夫却说看见绿洲结果一去不归 等到女人被路过的商队所就带回城镇 清醒后便每天找人出城为她寻服 可苦等两久也没寻到丈夫的阴行 这时身后的女子好似听见几人的谈话 随后转身向着两人飞奔过来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两人求助 就在白琪还在考虑的时候 女人掏出一颗夜明珠作为报酬 此物一出顿时让白琪一口答应下来 之后靠着扶宇的寻人法术 根据指引两人来到一处荒漠之中 仔细感知夜明珠中的气息之后 扶宇终于确定了女人丈夫的位置 一个小小的人影顺着手指的方向出现 凑近后发现男人竟神志不清在此地游荡 白琪本打算出手将男人带出幻想 可这一举动却被扶宇制止 决定先查探男人现在的情况再做打算 随后便和男人开始交谈起来 而男人也热情地邀请两人去他家中留宿 在扶宇维两人收敛气息之后 便跟随男人进入了这处神秘的幻境之中 男人在沙漠中游荡数月却不自知 家中妻子四处求人寻找缺了无音讯 直到遇见了结伴而来的扶宇二人 在向两人寻求帮助之后 扶宇二人来到了一处沙漠 终于找到了失踪已久的男人 这才发现男人被幻境囚禁在此 一番交谈之后 男人还邀请二人前去家中做客 扶宇也决定查清事情的真相 随后收敛气息跟随男人来到了幻境之中 而吃饭之时扶宇却向白旗索要腰不醒 此酒只需一口便能让妖怪醉倒不醒人时 之后便举杯向着男人敬酒 而两人在仰头喝下杯中之酒后 一阵黑雾从两人身上弥漫开来 还发出一阵笑声 这时扶宇询问男人现在可还幸福 男人文言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说自己很幸福每天无忧无虑 好似活在梦中一般 扶宇却问他可知黄粮一梦 虚虚实实不知身在梦中 此话一出男人顿时大梦 随后带着妻子起身离去 就在白旗询问扶宇有何打算之时 扶宇却说不用着急等到夜晚便知 随着夜幕降临二人熟睡之后 白旗却悄悄睁开双眼运用法术 原来他之所以一路跟着扶宇四处旅行 是对扶宇的天生灵体有其他想法 就在他准备对扶宇动手之时 一位不速之客从门缝中闯了进来 但瞬间被一只小手将他抓住 白旗见状也赶忙收回法力避免会发现 等扶宇睁开双眼看清手中的妖物 淡淡地说到雕虫小技就将他放开 随后运转灵力开始破除幻想 瞬间周围的一切全都消失不见 而罪魁祸首竟是眼前这只小妖 此妖名为圣楼一体双生不仅能制造幻想 还能勾起人类心中隐藏的黑暗 剑被识破身份随即变向两人发动能力 就在白旗认为无事发生之时 扶宇却被一阵浓密的黑雾笼罩 隐藏在心中的恶意渐渐浮现出来 用恶毒的语言试图获得身体的控制权 面对这些恶语扶宇根本不为所动 当他准备补充灵气收拾对方之时 灵气瓶却已被黑暗的自己拿在手中 而当初被自己不分善恶除掉的妖怪也浮现出来 声嘶力竭地朝着扶宇伸出双手 顷刻间无数的魂魄就将他缠绕 眼见扶宇此时不能动弹恶意更是得意 不停地蛊惑扶宇让他解开束缚 放弃抵抗释放真正的自己 扶宇在说完自己不会输给过去之后 便被数不尽的妖物身影将他淹没 而在外等候的白旗此时也开始着急 想到自己被骗龙鳞之仇还未报 当即运转周身所有的灵 不惜从万里之遥将海水照来 随着雨滴从空中落下将黑雾驱散 被囚困多时的扶宇终于逃了出来 在向白旗道谢之后 扶宇度过来到圣楼面前 刚刚的经历让他很是不爽 而圣楼也被扶宇此时的眼神吓得瑟瑟发动 一番心理挣扎后忍不住开口道歉 说只是因为寂寞才引诱路人陪伴并未害人 可扶宇却大手一挥说让他们看看真实的世界 只见此地竟是横片也处处都是白旗 丈夫身处沙漠却说看见绿洲结果一去不回 妻子四处打听下落也毫无音讯 直到被扶宇二人用法术才找到踪迹 原来男人是被一只名为圣楼的小妖囚禁在此 此妖靠幻境囚禁生灵以梦境为生 可他却认为自己只是寂寞而非害人 全然不知在荒漠中囚禁生灵与杀人无益 如果他们再晚来两天男人就要变成尸体 而扶宇在对圣楼施加了惩罚之后 也算是真正认可了身为妖怪的白旗 毕竟白旗刚才不及后果照来海水驱散黑雾 扶宇这才逃出圣楼施加的幻境 此时一人一妖也算是正式地成为了朋友 随后便带上圣楼和失踪的男人回去交差 当几人再次回到旺州城之时 扶宇察觉这座城镜发生了变化 可白旗却对此毫无所知 只想尽快将人带回去了结此事 虽然扶宇开口劝阻 但一心只想交差的白旗却不为所动 眨眼间便带着男人走进城镇 见状扶宇也只好无奈地跟着进去 而心急的白旗这时已经将男人送回了家 就在扶宇向着几人走去之时 一阵狂风呼啸着裹着沙尘席卷来 而狂风所过之处全都变了样子 刚刚还在街上行走的人群都变成了哭 整个城镇已经破败不堪 而白旗也失去踪迹 看着眼前的场景扶宇波澜不惊 毫无顾忌地凑近查看 发现这些哭骨竟已死去多年 看着头上飞舞的猎魂鸭扶宇想到了办法 施展法术让自己灵魂出桥 向着空中的猎魂鸭冲了过去 本是凶猛的乌鸦眨眼间变成了呆头鸟 开始居高临下地对着城镇查看 这才发现此地竟妖气冲天 而此时街道上还出现一个人影 见此情景扶宇心中已经有了打算 快步追上刚刚见到了身影 故作惊慌地询问起白旗的下落 可男人却说不知道白旗是谁 而且最近的事情全都忘记了 只知道自己是和家人住在这里 扶宇这时告诉男人自己是除妖师 而妖气最浓之地或许可以找到男人的家人 随后便带着男人向着妖气最浓之处走去 片刻后两人来到妖气最浓的山洞 而洞内墙上竟浮现出众多人脸 隐约中扶宇还听见无数的哀嚎声 终于两人在山洞深处见到一个人影 此人正是消失不见的白旗 男人也好似发现了什么 慌忙跪倒在一堆骷髅身前翻找起来 而扶宇则是上前查看白旗的情况 就在这时白旗猛然大喊扶宇快躲开 被提醒的扶宇赶忙侧身躲过攻击 原来刚当的男人竟是妖物所化 瞬间扶宇取出随身携带的灵气瓶 充足的灵气也让他变回成年状态 然而此地乃妖物的领域可让他无限再生 剑撞扶宇双手和视嘴里喊到银沉 一把长剑竟从虚空中出现 只一刀就将妖物拦腰斩断 见妖物解决扶宇便打算带着白旗离去 然而这时却突生一遍 只见白旗满脸猙獰的持剑偷袭 但下一秒就被扶宇一剑斩成两半 随着妖物的消散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白旗 此时他正一脸得意地将另一个扶宇踩在脚下 应龙白旗有一法术名为龙童 本是映照一切事物的真实之言 可他这次却被妖怪的幻境所困 在和扶宇一起找回失踪的男人之后 便再次毫不知情地进入了幻境 虽然中途也察觉到有所不同 靠着小聪明骗假冒的扶宇喝下腰不醒 从而让妖物醉倒不醒人事 但随着真正的扶宇闯了进来 两人四目相对白旗顿时尴尬万分 本想靠着插颗打魂的本事敷衍过去 但扶宇却对他讲述了事情的全部进入 原来就在两人刚刚来到此地之时 白旗开口说出相信自己的眼睛后 其实他就已经陷入了妖怪的幻境 一路上扶宇只见到白旗在自说自话 向着骷髅答应提他找回失踪的丈夫 而作为报仇的燕灵珠更是一颗石头 得知自己被幻境当成喉耍白旗目瞪口呆 从小泡在海水里的脑袋都要裂开了 而此地竟是三层幻境 分别是望州城圣楼妖和现在 见白旗一脸猛逼服鱼也不再过多解释 随即掏出之前收服的圣楼 让他将自己的幻境覆盖在此处 圣楼收到命令随即吐出制造幻境的烟雾 请客间一座绿洲出现在了两人身前 在圣楼不计后果地施展出幻境之后 两处幻境终于承受不住发生崩塌 一切的虚妄全都消失不见回到现实 而被欺骗的白旗决定找出罪魁或手挽回脸面 在仔细嗅谈一番之后他就发现异常 原来此地曾经竟是一片沧海 随即运转法力轻而易举召唤出大量海水 随手向着不远处扔了过去 片刻后地面开始震战起来 一只巨大的鱼妖冲出沙漠 向着两人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 张嘴就向着两人吐出无数的黑色口气 然而却被浮雨之手挡下 见妖怪如此冥顽不灵浮雨取出出妖路 选中了其中的树林锁 随着咒语结束符咒也随之完成 无数的金色锁链将鱼妖捆住 任凭她如何挣扎也是无济于事 不甘心的鱼妖问道为何同为妖怪圣楼却没事 圣楼告诉她你是痴人而我们只是稀释梦见 话音刚落浮雨便收紧树林锁 伴随着一声巨响鱼妖消散在空中 化作大量雨水洒向荒凉的沙漠 眨眼间就汇聚成了一处湖泊 而被鱼妖吞噬的灵魂也终于得到往生 这时浮雨却将手中的圣楼扔进水中 白旗见状询问不需要除掉她吗 浮雨却说她的世界只有正邪不分人妖 伴随着回忆的结束男人醒过来 一丝记忆也从她的脑海中分离 酒宝这时将一杯酒放在她身前 此酒名为枕黄粮是特意为她调制 而她的作用可以让男人真正醒来 在她喝下杯中之酒后 曾经的一幕幕再次出现在脑海中 当初她和妻子经商却死在鱼妖口中 但回家的信念却让她一直在世间徘徊 直到她遇见了以梦境为时的圣楼 从此便靠着圣楼活在了虚妄之中 随着梦醒之后男人开始缓缓消散 整黄粮原来就是旺州葡萄酒的味道 这个婆婆居然将一只肥猫认成儿子 可今天肥猫却将她带到了一间酒馆 婆婆也觉得自己冥冥之中和此地有缘 肥猫名叫梁生乃是婆婆儿子的名字 但是她现在已经失踪了好多年 原来婆婆年轻时带儿子去游乐场玩耍 中途离开打了几分钟的电话 等回去之后发现儿子竟然失踪了 而她在雨中四处寻找却没丝毫先走 向九宝讲完自己的经历后 婆婆便沉沉睡觉 这时肥猫却向九宝开口说话 还主动让她对自己施展速度 多年前四处旅行的浮宇途中遇上下雨 而她在环顾四周后 准备前往不远处的一处梁亭堵 此时梁亭内正待着一只不怀好意的小龙 一人一妖四目相对浮宇想起对方 正是之前被她骗过龙铃的小龙 见她居然在跟踪自己 浮宇取出之前的神药就给她灌了下去 一股怪味顿时填满小龙的口腔 浮宇随即将难受至极的小龙放在地上 就在她准备闪人之际身后炸开一团烟雾 原来小龙竟是酒馆老板白旗所变 见对方露出真面目浮宇顿时一惊 慌忙询问白旗为何跟踪自己 谁知白旗却从身后取出算盘 直言是来找他算账的 面对白旗居高临下的气势压迫 浮宇也瞬间变回成年状态不甘示弱 见状白旗只好干咳几声化解尴尬 随后开始跟浮宇算起账来 算上浮宇从他身上骗取的龙铃 后来又欠了他两瓶好酒妖不洗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得出浮宇欠账两百两黄金 而浮宇再细数了自己全身价当头 大手一挥给出了一张刚刚写好的欠笼 随后就向白旗告辞准备开溜 可白旗却不上当决定一直跟着他 就在这时两人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人 感知到妖怪气息浮宇立刻转头大喊有妖气 见被人发现妖怪慌忙逃跑 浮宇也在身后奋起直追 然而他却一瞬间摔倒在地 灵力用光变回了小孩的状态 这时白旗瞬间出手将妖怪抓住 原来这妖怪竟是一只道行不深的猫妖 被抓住的猫妖开口求饶说自己并未为非作戴 还说自己和别的妖怪不同 他是被人养大的 就在浮宇二人放下戒心的一瞬间 猫妖却是偷偷在身后结衣 变回真身就妥起包袱跑路 而当他开始得意忘形之时 神器麻绳再次立功 瞬间就将猫妖捆住 剑被再次抓住猫妖只得可怜兮兮的认为 浮宇询问猫妖可是到处偷窃才一身认为 猫妖却说自己有家儿东西是在山上挖的宝藏 宝藏二字顿时让浮宇动起心思 思索后向猫妖提出交易 只要告诉他宝藏地址就帮猫妖完成一个心愿 见到眼前二人此时一脸的财迷样 猫妖顿时在心中有个主意 随即让浮宇凑上耳朵说只告诉他一个人 就在浮宇凑近仔细聆听的时候 猫妖却悄悄掏出一颗丹药捏损损 顿时一阵恶臭将浮宇二人笼罩起来 等到烟雾散去猫妖早已失去踪迹 接二连三被戏耍这让他们恼目不已 浮宇也掏出神器寻踪服 念动咒语驱使浮室寻找踪迹 而浮宇在包裹中选定物品后 猫妖的踪迹开始显现出来 之后更是一路蔓延到了一处村庄 这只猫妖不好好躲在山中修行 反而大摇大摆和人类住在一起 片刻前浮宇二人被猫妖几次戏耍 决定要将它抓回来承接 在用寻踪服找到猫妖的踪迹后 两人根据指引来到了村庄的一处民宅 而就在浮宇扣享房门的时候 路过的两位村民开口阻拦 直言里面只有一位疯婆子独居 自从儿子被拐走丈夫病死之后 就将猫当成儿子每天自言自语 见浮宇不以为意还说是来送东西 村民赶忙起身离开 这是一位婆婆开门走了出来 见两人眼生便询问他们的来意 浮宇说是给他家孩子送东西的 婆婆文言转头向着屋内询问 刚才跑路的猫妖此时也出现在眼前 见到对面的浮宇二人顿时一惊 正当他准备再次跑路之时 浮宇却说下午一起玩时你要了东西 猫妖也只好故作镇定避免被婆婆发现 随后婆婆热情地邀请两人进屋 更是让两人不要客气留下来吃饭 等到婆婆转身离开之后 猫妖开口向两人道歉并希望他们离开 可穷鬼浮宇却打算先白嫖一顿饭再说 片刻后婆婆就做好满满一桌的饭台 见婆婆和浮宇二人在桌上相谈甚欢 不爽的猫妖决定再次戏耍两人 随后将加了料的菜端上桌子 不明所以的浮宇加了一筷子 顿时中招这菜竟然咸得酷 但白嫖细细品味之后 竟然觉得异常的美味 酒足饭饱后天色已晚 婆婆便开口让浮宇二人在家中留宿 而就在两人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之时 鬼鬼祟祟的猫妖却悄悄闯进来 然而却被还未睡着的两人发现 正当他准备溜走之际 却被浮宇二人开口叫住 想到婆婆竟将猫妖荡成儿子 浮宇问他可是对婆婆做了什么 猫妖却说只是施加了障眼法 浮宇问言劝他最好离开毕竟人妖书 如果被其他除妖师发现就危险了 但猫妖听后却流下了眼泪 随后向浮宇讲述婆婆的事情 原来婆婆很久之前就一直在喂养流浪猫 被当时还在野外修炼的她看在眼中 而那时的婆婆已经开始神志不清 时常以为家人都还在自己身边 抱着家中破旧的灯笼当成儿子 当他有次被除妖师追赶时 情急之下来到了婆婆家中躲避 被听到声响出门查看的婆婆发现 之后还替他包扎好伤口 等到他出门查看之时 见到婆婆竟将追来的除妖师挡了出去 当除妖师被赶走之后 婆婆便给他取名良生 还让他住在这里 此后便开始无微不至地照料他 但时间久了他也听见了村民的意义 清楚了婆婆变成这样的原因 而时常见到婆婆思念儿子流泪 他终于决定对婆婆施展张言 此后便以婆婆儿子的形象出现 见到久违的儿子婆婆也终于开心起来 之后时常教他读书认字 还给他做点线和衣服 而他之所以留下只是想让婆婆多开心一些 但经过多方打听 已经找到了婆婆儿子的下落 而且当上了大官明日就会来接走 猫妖为了报答婆婆的养育之恩 费尽心思替他找到拐走的儿子 为了避免婆婆因贫穷被儿子嫌弃 甚至千辛万苦去山中寻找宝藏 而福宇在了解到猫妖的经历后 虽然眼产宝物 但还是将他还给猫妖 猫妖这时询问宝藏地点还能换心愿吗 在得到福宇肯定的回答之后 便将自己藏匿的宝藏地图奉上 白旗虽然对猫妖几次戏耍感到优越 可福宇却说人家又是请客又是留宿 而且婆婆也并未被控制神职 既然猫妖不曾害人何必苦苦相逼 听到福宇的说辞 白旗询问为何对妖怪这么好 福宇却问他印象中的除妖诗是什么样 白旗在一番思索后说出心中所想 冷酷无情心狠手辣 小旗巴巴牙子必报 总之没一个是好人 福宇听后却告诉他曾经自己也是这样 面对妖怪根本不分善门 而身为天灵体更是强大无比 被同门师兄弟视为偶像膜拜 那时的他跟白旗口中的除妖诗一模一样 然而刚讲到重点福宇便不在眼里 这让白旗直到睡觉都心痒难耐 几次三番缠着福宇继续讲下去 可下一秒一张福纸贴在身上 眨眼间就被困腰硬换了正常 等到次日清晨福宇二人向着婆婆告读 冒腰这时却递上一个包 还说是亲手做的送给他在路上吃 一人一妖也再次踏上雨城 就在福宇仔细查看宝藏地图之时 一阵马蹄声从前方传来 正是今天前来迎接婆婆的人群 可人群中却有着一位格格不入的除妖诗 就在和福宇二人擦肩而过时 除妖诗闻到了一股龙的气味 福宇身上浓郁的灵气也让他在意 但想到自己的目标还是没有节外生枝 而白旗虽对婆婆儿子格外好奇 可还是被福宇一本拉的 与此同时婆婆家中却是一场安静 平日里吵闹的孩子今天却不见身影 片刻之后一阵敲门声响起 婆婆闻声开门询问对方找谁 门外男人却喊他娘亲大人孩儿不孝 婆婆却说男人认错了自己儿子在家嘛 说完便转头向着屋内喊了 伴想家中却是毫无动静寂静无声 而猫妖此时正躲在角落默默流泪告别 随后便将施家的障眼法收了回来 见婆婆转身进屋男人连忙大喊自己就是梁生 婆婆闻言疑惑地停下脚步 明明梁生一直待在家中 这时梁生也得知母亲这些年将猫荡成自己 此时一只肥猫从屋中走了出来 没了障眼法 婆婆也终于认出她的样子 梁生此事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说着儿子不孝并向着婆婆讲述自己的经历 当初她馋嘴想吃糖葫芦 母亲见人多便让她在原地等候 等到母亲挤过人群满回糖葫芦 她已经消失不见只剩地上坏掉的风车 而她之所以能回来也是因为有人送信告知绅士 听完梁生讲述的经过婆婆老泪纵横 这一刻婆婆抱着失散多年的儿子气不成声 在身旁默默看着的猫妖满是欣慰 这下她终于可以放心地离开 可她全然不知自己也被躲在人群中的除妖师找到风景 男人未救母亲结果酿成大火 就在今天她终于见到失散多年的母亲 本打算次日就将母亲接回家中 可夜晚一个除妖师却找到她 告诉她母亲家中的猫乃是妖怪 借人间宅院掩饰妖气还吸食母亲的生气 梁生闻言立刻询问解救之法 除妖师却说只要除掉妖物可保令堂无恙 虽然她觉得只要将妖怪赶走便好 可除妖师却一把将她拉到窗边 告诉她对妖物仁慈就是对亲人财人 看着正蹲在树上的猫妖 梁生再三考虑后还是答应下来 与此同时福宇二人正在一处洞中休息 这时白旗询问福宇难道不担心猫妖吗 福宇却说猫妖现在已经是一身人类 只要及时离开就不会有什么威胁 等到深夜福宇睡后白旗却辗转反侧 见福宇此时已经席地而眠 白旗此时不知想到了什么 随后施展法术为自己招来一床棉被 也没忘记给已经入睡的福宇盖上 等到早上福宇醒来之后 见到身上的棉被正在疑惑时 突然心有所感激忙喊道出事了 当她快步来到婆婆家中之时 入眼的竟是一地的狼藉 地面到处都是飞溅的血液 猫妖此时正将不知生死的婆婆抱在怀中 而除妖师也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可福宇却无视她禁止走动 来到猫妖身前施展宁星术让她平静下来 见福宇居居然帮助妖怪除妖师异常愤怒 可福宇却大声斥责她为所欲为 如此不问缘由上前就杀岂不适合妖怪无论 这一番话全被身后赶来的白旗听见 也让她不禁陷入一阵沉默 而除妖师这时看着身前的福宇 一瞬间她好似发现了什么 再三确认之后她终于认出了福宇 随即奋力挣扎着爬了起来 大喊着让福宇将灵气给她让她披天行动 而就在法术冲向福宇的途中 一柄折扇将法术拦了下来 原来是白旗出手将其打断 可除妖师却不甘心妄图获得白旗的龙血 然而下一秒只见白旗一声冷笑 一道雷霆从天而降将除妖师击中 眨眼间就将她变成一堆焦塔 而此时的猫妖也回过神来 向着梁生嘶吼责怪她害死母亲 可却被福宇一把将她拽住 原来今日一早梁生就准备带母亲回家 就在母子二人闲聊之时 一把福剑向着母亲急驰而来 猫妖随即冲出将其打掉 质问除妖师为何要对母亲出手 可除妖师却说不这样你怎么会现身 而就在猫妖全力躲避攻击之时 却被除妖师布置的陷阱困住 除妖师也趁机扔出武器准备除妖 然而就在猫妖生死存亡的一瞬间 母亲却挡在身前任由力气刺穿身体 这一幕让猫妖顿时瞪大了双眼 感到母亲身边 母亲虽奄奄一息但还是温柔地安抚她们 希望两人不要心生怨恨握手何几 身为母亲为了孩子她可以付出所有 得知经过后福宇问她沾上人命 你无法正道成仙真的值得吗 猫妖却说儿女为了母亲 也可以不顾一切她心甘情愿 见状福宇伸手握住猫妖 可还记得我答应完成你一个心愿 猫妖文言顿时愣住 赶忙询问福宇难道能复活母亲 福宇却摇头说这是神仙才能办到的事 你欢迎她 猫妖这时说到希望能给母亲一个安稳的来世弥补遗憾 福宇告诉她这个心愿需要她付出全部灵力可还愿意 猫妖却是淡然一想 只是这样吗 自然是愿意的 随着回忆的结束婆婆醒了过来 此时酒保递上一杯酒让婆婆接紧发 见婆婆有点不知所谓 酒保说到此酒名为三春会你肯定行 文言婆婆也不再拒绝养头饮下杯中之酒 而酒里竟是一股糖葫芦的味道 不禁让她感觉像回到小时候 随后抚摸着身旁的肥猫夸道 老板你家的贪文猫真可爱 而当婆婆出门之时一把雨伞伸了过来 原来是婆婆的儿子量身前来接她回家了 男人梦想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 可今天他却来到酒馆开口就要醉裂的酒 而他之所以想要戒酒消愁 乃是因为连续补考两次都没能毕业 每当自己的双手拿上手术刀 身体就会止不住地开始颤抖 酒保在听完后告诉男人可以为他解决心事 而报酬则是他深藏在前世的一段记忆 说完便伸出手指点在男人罗头 一瞬间一段和浮宇有关的记忆再次出现 当时四处旅行的浮宇这天取走一个包裹 便带着一直纠缠自己的白旗前往吴山村 可走到太阳下山都还未到达墓地 此时的白旗已经开始抱怨死地太过偏僻 可浮宇却告诉他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 他们活在世上只能靠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而前方的吴山村更是贫穷荒屁 这时白旗伸手指着前面让他快看 明明半年前还破旧不堪的路面 如今竟然已经变得富丽堂皇 而就在两人行进片刻之后 前方出现了两位守夜人 见到二人到来也不询问直接让他们跟着 来到村子后浮宇发现此地已经大变了 此时已经深夜而村里竟还热闹非凡 这时领路人直言到了此地就不用担心 吴山中的神医可以包治百命 浮宇文言询问口中神医是谁 见来人不是求一问要男人便询问浮宇的身份 而在得知浮宇乃是厨妖师后男人经面露惊口 但转头却是露出一脸的宅笑 并告知二人村中旅社已经客满 随即招呼两人去其他地方留宿 等到几人行过半小之后 便将两人带到了一处摇摇欲坠的坡 白旗这时开口嘲笑难道这就是除妖师的待遇 浮宇却并不在意反而说他见识太少 看着山脚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白旗这时提议去夜市看看 虽然浮宇也疑惑为何吴山村在夜晚感激 可想到刚刚男人对自己的态度 认为就算出去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受复 见状白旗提议不如两人便装暗访 随后便对着浮宇伸出了罪恶之神 片刻之后变身父子的两人出现在街上 浮宇也从村民的闲聊中得知神医竟能让人断置再生 这时身旁的一位老板引起了他的猪 见浮宇直勾勾的盯着摊位 白旗趁机占便宜只要叫生爸爸就给他买汤 可浮宇却说打死他都不会叫白旗爸爸 此话一出白旗顿时一乐之言他已经喊了 浮宇却是毫不理会静止走向摊位 开口向老板购买糖 然而一伸手却在怀中掏了个空 还没来得及震惊就反应过来自己本就是穷物 就在这时白旗拿出一片金叶子准备付责 虽然老板觉得此物太过贵重不敢收下 可富豪白旗却说多的就当给未来孩子的脸 这下老板也不再拒绝开口高兴 等两人回去之后浮宇却看着手中的假之发白 白旗这才知道此物是为刚才老板所知 但两人见到的老板却是手脚拒绝的 而浮宇也感觉到他身上有些不对劲 明明半年前他亲眼见到男人受伤奄奄一息 之后更是亲手替他截肢才保住性命 而村中之所以如此多的伤残之人 原因在于此地过于贫困山中更是猛受变毒 后来见到男人为了不拖累妻子拒绝喝药 便上门告知夫妻二人会想办法让他重新站起来 可如今为他定制的假之好像已经用不上了 但浮宇还是决定明天去见识下传说中能肉白骨的身影 这个村子白天见不到一个人影 可到了夜晚却是热闹非凡 原本此地本是异常的荒凉偏僻 可随着一位神医的到来变得繁荣昌盛 每天接待着不远万里前来求医的人群 就连远本身体残缺的村民 经过救治也能让其断肢再生 了解了情况之后 浮宇二人决定去见见神医 随后便跟上了前来寻医问药的人群 途中听见神医竟收费便宜 而且家中困难还可分文不取 得知这一情况也让浮宇新生佩服 为了见到对方不惜 为白旗喝下密钥使其装病 而在两人等待两酒之后 终于见到了村民口中的神医 当他对着白旗仔细查看之后 也毫无错落地说出了他的病症 这时浮宇询问若是家中病患 失去手足可还能治愈 文言神医告诉他万事皆有可疑 不妨带来看看 不要因为诊经耽误病情 而见过神医之后 浮宇发现此人身上并无灵气 不解为何可使人断织重生的 一世禁不途名利躲在山中 白旗却认为或许他只是享受救人的乐趣 然而浮宇心中却还存着一个疑问 便带上白旗偷偷摸摸来到一处名宅 为保险起见还使用了隐身符 之后两人在窗边见到了之前断腿的男人 此时他正一脸恰意在桶中泡澡 而当妻子前来叫他吃饭之时 男人眼中竟然冒出一丝红光 这一发现顿时让浮宇二人心中惊讶 就在男人起身出狱之时 当初的断肢竟然长成了妖物 此时浮宇终于确定男人已经成为了扮妖 等到夜幕降临街上重新热闹起来 浮宇二人再次来到了男人的摊问 见是昨晚出手阔绰的客人 男人顿时没开眼笑招揽生意 这时浮宇开口说到阿平好久不见 见是当初的恩人阿平顿时一惊 听到浮宇说他如今按照约定的来 阿平赶忙向着浮宇道歇 并指着腿说到如今已经不需要他的帮助 这时浮宇问他可是村中神医让他断肢重生 闻言阿平也说多亏阿领医师才将断肢治好 然而就在浮宇追问是用什么方法治好之时 他的妻子却一把将他拉住 满脸难受的说肚子疼想回家休息 阿平也终止话题前去搀扶妻子 让浮宇直接去问阿领医生便知 而就在阿平正在收拾摊位之时 浮宇问女人可还了解现在的丈夫 女人却说不懂浮宇在说什么她听不明白 只知道阿平是自己的丈夫家中的品牌中 浮宇见状也不再继续追问 转身带着白旗离去 然而等到夜深人静之时 一群村民却在悄悄聚会 女人向众人告知浮宇或许已经发现什么 村民闻言也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如今的日子让他们再也不想回到从前靠打夜为生 就在这时村长一句话便让众人安静下来 他们只需瞒住浮宇让他离开不就行了 有人却觉得不如想个办法将人赶走 但想到之前浮宇对他们的帮助 村长认为最好不要动手 而经过众人的一番商讨之后 一位婆婆站了出来声称他有办法将浮宇二人赶走 八旬老太凭借三脚猫的演技妄想当影后 次日一早就口寒鸭血让人搀扶着找上浮宇 希望他将房间让出来好让自己方便看病 虽然浮宇一眼识破了他们的目的 但他没有点破法而答应下来 叫上白旗拿起包裹就起身走人 而不放心的村民还派人将两人送到村口 感谢浮宇之前对他们的帮助 现在村民都已痊愈过着安身的日子 希望浮宇不要在他们这种小人物身上费心 听完村民的异戏话浮宇转身变怒 然而就在白旗也信以为真的时候 浮宇却停下脚步说要回去 他要再回吴山村见识下神医 等到两人顶着隐身符再次回到村子 街上还是一如既往的安静 村里的神医阿灵也在照常提人看病 就在他空闲下来休息之时 浮宇二人在身前突然显现出来 这一幕顿时将普通人的阿灵吓到 可见到来人是昨日前来的病患 他也慢慢的镇定下来 这时浮宇告知来一无山村病了需要救治 听闻此话阿灵却说浮宇找错人了 他只能治人 然而浮宇告诉他这病是因他而起 他的医术并非人间所有 阿灵反而觉得浮宇见识太少行医治 并他问心无愧 这时浮宇告知他一个惊天秘密 曾经被救治的村民如今身上已经有了邀请 此话一出阿灵顿时一惊 明明村民在他面前毫无异常 但浮宇却叫他一起出门看看便知 等到三人来到村中阿灵 或为何街上空无一人 这才得知他经常十天半月不出门 浮宇告诉他不能只专注医术 也要踏进红尘游历俗室 就在这时身旁的民宅传来说话上 听见声响浮宇决定一起进去看看 随即掏出隐身符给三人食 此时正值饭点家中幼女正在叫父亲吃饭 然而男人此事已经发生一变成为伴妖 听见响动立刻冲着女儿伸出妖手 就在马上碰到女儿的一瞬间 男人终于恢复神志将其控制 才让女儿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 而身前默默注视的三人等到妇女走后 阿灵忍不住再三询问刚刚可是幻觉 可浮宇却告诉他没有看错男人已经变语 阿灵这时也确定男人当初前来就医当时缺失的正式做 见当初的病人变成妖物 他赶忙询问难道病人全都变语 浮宇却说还是得看当时的治疗方法 两人随即准备再去其他病人处查看 然而看到的景象让阿灵难以接受 曾经身体残缺的村民全都发生了一年 当三人回去之后 阿灵询问难道要将村民除掉吗 浮宇却说只要找到原因就还可以挽救村民 面对追问阿灵确言有誓约在深 他不能说 一旦说出来后果难以想象 见状浮宇只好告诉他找不到原因 村民最后都会死去 白琪也在一旁帮忙劝导直言后果难以承受 这些话让阿灵忍不住反驳 明明自己靠着奇遇指向救人 浮宇这时告诉他有时候奇遇并非好事 天地间除了善还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我 此话一出也让阿灵再次陷入沉思 片刻后决定再去村中夜市看看 此时的村中已经再次热闹起来 他也见到了白天的妇女二人 以及身旁摊位和谐恩爱的夫妻 而他的到来也被村民热情地接待 然而看着眼前将他视为恩人的重人 他却仿佛见到了他们变成妖怪四处杀戮 内心的煎熬让他顿时头痛欲裂 可在面对村民关切地询问 他却并没有告知真正的原因 等到他带着村民的谢礼返回医馆 这一刻阿灵终于下定了决心 再三确定浮宇找到原因就能挽救村民后 回到屋中取出了一个黑色匣子 里面正是能让人断织再生的秘药 男人拥有能让人断织再生的神奇艺术 可他却不知被救治的人竟会变成妖怪 直到身为除妖师的浮宇找上门来 待他亲眼见到了已经变异的村民 他才真的相信自己无意间酿成大错 告诉了浮宇他能让人断织再生的秘密 正是靠着眼前这个毫不起眼的黑匣子 然而看着里面散发着淡淡光辉的秘药 浮宇一眼便发现了不对劲 而白旗也从秘药中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这是阿里说出了秘药的来意 当初他凭借医术四处治病救人 可就在一次行医之时 一位老妇哭泣着向他寻求帮助 等到他跟随妇人来到家中 眼前的病患却让他无从下手 而男人之所以受伤如此严重 只是为了让母亲安稳过冬因此进山大面 可面对妇人的苦苦哀求 他却毫无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在面前死去 而妇人女儿生死力竭的质物 也让他觉得是自己医术不经从而陷入自责 虽然他当初告别师父准备四处行医时 师父告诫他就算成为神医也救不了所有人 可如今见到生命失去 还是让他感到一阵无力 这时生前的一座神台吸引了他的助力 而他为石像去除身上的藤蔓之时 却被藤蔓将手指刮破 洒在石像上的血液也被启吸收 等到他将石像摆好之后 便向其许愿若石像有灵 就请赐他生死人肉白骨的医术 然而话音刚落石像那便传出声音 直言可以替他实现心愿 但是需要他付出相应的回报 见此情景他赶忙说愿意用他的所有来交换 他再也不想见到病人死去 想用双手治好更多的人 这样他才对得起神医这个称呼 见他如此坚定石像便给了他一个盒子 并称里面乃是仙药只需一颗就能治愈身体残缺 而他的祈愿并不需要付出多少代价 只需遵从誓约永不向别人说出此事 破坏誓约手中信物就会将他化成石头 而得到仙药的他见无山如此多的伤残之人 便决定留在此地好好发挥仙药的作用 听完阿灵的经历浮语赶忙询问石像地址 就在他准备告知浮语之时 身前的信物却突然破碎 破坏誓约的诅咒开始在他身上扩散 见状浮语赶忙使用法术帮他压制诅咒 在浮语的帮助下他也终于将地址写在纸上 然而此时的他在诅咒的侵蚀下已经岌岌可危 见此情景浮语掏出炼制的密钥 让白旗为他喝下 告诉他保持本心不要被外物迷惑剩下的交给他 随后便带上白旗向着石像地点赶去 然而当两人一番搜索找到石像之时 石像竟开口说道你们终于来了 见状浮语直接从虚空中召唤出银沉 质问石像为何身为山灵如今却多为邪神 石像却说邪神又如何世人皆贪图名利想走跌境 而浮语身为天灵体和自己同根同源合谱下杀手 然而这样的说辞浮语却不为分 声称永远不会和他在一条道上 话音刚落遍挥舞银沉向着石像刺去 可现在的他灵力根本不够 就连银沉也只能刺入石像些许 就在这时一只大手也握上了银沉 竟是身为妖怪的白旗出手相助 随着两人合力终于将银沉刺了进去 但这一瞬间浮语也发现了不对劲 赶忙招呼白旗收力想要抽出银沉 可下一秒石像却突然炸裂 被囚禁已久的妖物从中逃了出来 在嘲笑浮语二人之后便向着远方遁去 男人靠着一个誓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神医 如今也因为破坏誓约即将变成石头 片刻前他将能断织再生的秘密告知了浮语 得知真相后的两人随即出发前去探查 却被妖怪算计解开封印将他放了出来 而阿领身上的变化也被村民发现 面对村民满是关切的询问 他却开口向着人群道歉 直言已经知道变异的事他也会为此赎罪 可村长却适口否认请他不要胡思乱想 但亲眼见到村民变成半妖 他怎会相信村长的说辞 想到自己害村民成为妖怪阿领顿时自责万分 然而就在村民出言安慰之时 刚刚逃出封印的妖怪却急迟而来 一股黑雾瞬间冲入阿领的体内 这一变故顿时让他头疼欲裂 而就在村民纷纷开口关心之时 阿领却已经被黑雾吞噬变成了妖怪 随着他抬起手呼唤奴仆苏醒过来 一阵黑雾从手中冲出将村子覆盖 当初被密要救治的村民纷纷眼冒红光跪倒在地 眨眼间就变成了没有人性的妖物 将剩下的村民团团包围起来 就在妖怪准备让奴仆大开杀戒之时 一只手掌却伸过来将他抓住 原来阿领竟还没有被完全吞噬 残存的意志让他还在苦苦坚持 而当妖怪准备将他杀掉独占身体之际 一张符纸从远处急迟而来 瞬间贴在变成妖怪的半边身体上 原来是被妖怪戏耍的浮宇和白旗赶了回来 当浮宇松开白旗从天而降 落地之后已经恢复灵气变回了成年状态 而刚才被妖怪戏耍也让他一场恼梦 眼见村民此事已经纷纷变影 浮宇便开口向着白旗寻求帮助 这一请求白旗也是欣然大应 放言一群寄居之物也赶在他面前张牙舞爪 随即释放出身上满是威压的气息 顿时将妖物压制得不能动弹 而就在妖怪疑惑为何世间还有真龙存在之时 浮宇已经挥舞着银尘迎面重来 容不得他多想就准备闪避攻击 可下一秒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停止后退 竟是还未被完全吞噬的阿领出手牵制 然而当浮宇准备将妖物了结之际 躲在身后的村民却开口阻拦 纷纷跪倒在地请求妖怪放过阿领 甚至不惜让他附身 而当时的银尘距离妖怪只差毫厉 就在浮宇文言无奈叹息之时 妖怪却抓住这一破绽抽身后撤 甚至还开口嘲笑浮宇心慈手软 而若之所以为恶却是因为绝不手软 说完便向着浮宇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就在浮宇辗转腾挪躲避之时 却猛然想起了躲在身后的村民 眼见攻击袭来村民顿时陷入了绝望 但下一秒就被白旗出手将其瓦体 这时妖怪向浮宇提出了交易 既然想救人不如就拿身体来交换 两人同跟同缘浮宇的身体才是最契合的 而天灵体的味道也让妖怪不禁沉醉其中 可就在这时还保持着理性的阿灵 却悄悄掏出一只药剑 不由分说的就向着嘴中灌去 这一变故顿时让妖怪大惊失色赶忙 质问阿灵喝了什么 而此物乃是阿灵预先调制的毒药 是他最后的手段 完成使命后阿灵请求浮宇一定要替他挽救村民 可谁知妖怪却直接抽离出来打算换去身体 而妖怪的离去也让他再也坚持不住倒在地上 这一幕也让身为妖怪的白气不禁愣住 他不理解人为了保护同类竟然可以做到这样 此时浮宇心中除妖的信念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 他绝不会允许自己辜负阿灵的期望让妖怪跑掉 随即取出随身携带的除妖路 从中选定了能够扫清恶妖的法术 随着咒语的结束 禁妖印也随之完成 一股狂暴的犀利顿时将妖物收入手中扶植 等到他将恶妖收服之后 阿灵此时也已经变成了石像 而这一幕也让一直接受帮助的村民默默流泪 看着身前的阿灵浮宇不禁感叹道 比起心软和贪婪人性中更多的还是善良与牺牲 想起答应的事情随即再次施展法术 一丝金色的光芒将已经成为妖物的村民环绕 片刻后变异的村民通通进化回了人类 而当初服下的秘药也从体内分离 原来此药乃是蟹奴妖的乱 之所以能断之再生正是靠着螃蟹的特性 随后便被白旗一把将其捏得粉碎 这时服宇拿出一个包裹解开 将包在其中的甲制递给阿平 并告诉他如今已经没有了灵药 人类也可以凭借自己再次站起来 而已经化为了石像的阿灵也被村民牢牢拧集 虽然没有了神医可村民 如今可以贩卖药材不必进山打猎 服宇也在告知了众人定做甲制的地址后 再次接受了村民的感谢便告辞离去 而当两人再次踏上旅程之后 白旗却看着自己的手掌陷入沉思 明明自己身为龙族和人本就不一样 当时为何会不惜被银沉所伤也要出手帮忙 就在这时服宇转头说道 到了下个地方一定请你喝酒 此话一出白旗盾时装做满不在乎 这次的人情可不是一顿酒就能还清的 随着回忆的结束客人也回过神来 当才的经历虽过程波折 但却让他觉得没有遗憾 这时酒保端来一杯名为散春愁的酒 直言此酒就是为这个时刻准备了 客人闻言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瞬间他就从酒中尝出了药材的准备 可有一味药他却始终尝不出来 酒保告诉他那是他前世记忆的胃口 客人顿时恍然大悟难怪喝下去 仿佛被阳光包围了一样 曾经的天才除妖师竟然被逼着去上小学 而当初的智友更是被他当成自己的父亲 今晚他们正准备前去购买上学所需之物 片刻之后父子二人来到了一处荒僻之地 就在小福宇看着空荡荡的街道疑惑之时 白旗伸手触碰了身前的结界 瞬间一个不属于人类的世界显现出来 这时他交代小福宇戴好项链在原地等来 便起身来到柜台购买了一样 而进入此地的规矩便是必须戴上面具 等到小福宇将手中面具戴好 懵懂的他便跟着白旗跨入了属于妖怪的世界 里面的景象也瞬间让他大开眼界 此时街上经热闹非凡来来往往的全是戴着面具的妖怪 就在他疑惑此地好似普通夜市之时 身后却蹦出一只肥猫和一个贝壳 梁生告诉他此地可是妖怪的天堂 而圣楼此时也露出了满脸的沉醉 兴奋地说着此地美梦良多 这时小福宇被身旁的摊位吸引目光 竟是一群蘑菇正在现做现卖调味品 这让他不禁怀疑难道此地是无证精灵的地摊天堂 而白旗这时也找到了此行的第一个目标 原来他是想替小福宇购买能掩饰气味的衣服 在征询了小福宇的意见之后 便发挥砍价的本领最终以九尊拉下 而当他告诫小福宇在原地等待他去兑换货币之时 小福宇竟从他的动作中感到了一丝不对劲 这时梁生提醒他前方有好玩的东西 放眼望去居然是一处傀儡机关城 见小福宇不为所动他便跳了下来 迫不及待的变换形态冲向机关城 然而留在原地的小福宇等待许久白旗都没有 正当他无聊之时身前店铺却引起他的注意 简介中除妖师三个字让他感到莫名的熟悉 就在这时一只大手放在他的头顶 原来白旗已经将东西买完回来 正打算回去时他却没见到梁生的身影 此时的梁生正在机关城内玩性正能 就连小福宇前来叫他也毫不理会 反而一把将他甩开还要继续玩耍 小福宇也被他挥舞的手掌划破手指 顿时一股充满灵气的香味涌了出来 不仅将机关城内的妖怪全顾吸引 就连街上路过的群妖也察觉到异样 而一些心急的妖怪已经忍不住开始狂躁 群妖顿时匆忙向着香味源头查找起来 外面的动静也终于将梁生惊醒 这时一声妖雾的嘶吼不禁让小福宇感到熟悉 而片刻之后天空竟然暗了下来 竟是一只千年大妖被香味吸引过来 就在一人一妖发愣之时白旗瞬间感动 感忙提醒小福宇握住身前项链 随即一把将他抱在怀中 化作一束流光向着来时的入口风群 眨眼间便从妖怪夜市中冲了出来 然而他的举动群被高出的一个身影看在眼中 等到几人回到酒馆 白旗已经精疲力尽 而梁生也自责地躲在包中不看出来 当小福宇将他抱出来时还哭泣着向两人道歉 虽然小福宇安慰他没有关系 可白旗却担心或许酒馆的安宁日子就要结束了 等到次日小福宇出门上学之时 一个神秘的男人却和他擦肩而过走向酒馆 这是一间开在荒郊野外的饭店 里面的饭菜不仅无与伦比的美味 而且收费更是便宜只要一张手帕 就在小福宇今天出门上学之后 一个神秘的男人来到了酒馆 虽然来人并不受白旗的欢迎 但听说对方有故事白旗还是接待了他 而这个故事就是开头的那个饭店 多年前的一天两位年轻人冒着烈日赶路 可就在他们想在临终休息之时 一间神秘的饭店出现在了眼前 而且进店之后更是感觉神奇 明明天气炎热店内竟让人觉得有些发冷 而当他们落座之后一股香味便扑面而来 老板这时说到店内的饭菜 独一无二乃是人间美 虽然他们也觉得这间饭店有些奇怪 可还是架不住香味向老板点菜 老板也随即端上一份板花豆腐让他们品尝 眼前的菜不仅香气扑鼻而且还散发光芒 顿时让他们忍不住狼窗虎咽起来 瞬间将盘子变得鼻狗舔坡的还干净 而没吃饱的两人也赶忙催促老板继续上菜 片刻后桌上就摆满了美味佳肴 他们也毫无形象地再次大吃起来 全然没注意到身后老板脸上的神秘笑容 等到他们吃饱喝足之后 老板便告诉他们该付账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老板居然只收取了一张手帕 而就在老板拿着新到手的手帕擦拭台面之时 饭店二楼也传来了呼喊老板结账的声音 这时老板脸上再次露出了神秘笑容 等到次日昨天的客人不仅再次光明 还将家中的妻子也一同带来 见妻子满脸的疑惑便猴急地拉着他入宿 迫不及待地让老板上昨日的菜品 当饭菜上桌妻子也瞬间沉迷其中 而当两人吃饱喝足之后 男人再次拿出手帕想要付账 可老板却说每次收取什么东西是他决定的 而他这次想要的是女人头上的金簪 此话一出女人顿时恼怒直言 他狮子大开口 但老板却不强求只说赖账以后就不必再来 就在女人拉着丈夫准备离开之时 丈夫却嗅到了一股从未闻过的香味 让他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向老板询问 这才得知这是二重厅里的味道 而二重厅是熟客才能进去的地方 此话一出男人顿时双眼通红地看着妻子 而女人也被这个香味勾得直通口水 犹豫再三还是将金簪拔出用来付账 当几日后夫妻二人再次来到饭店 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二重厅 而里面的饭菜也让他们心满意 而老板这次收取的费用则是他们的头发 此时的夫妻已经完全沉醉其中 之后更是为了享用三重厅的美食付出了手指 而四重厅的费用更是男人的眼睛 直到来到五重厅男人离店后已是孤身一人 随着故事讲到这里 白旗也为客人倒了大半杯酒 他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不惜身体残缺只为换一口吃的 客人闻言掏出一包东西放在桌上 既然如此好奇不如亲自尝尝 看着面前的美食白旗却是开口拒绝 但食物的香味却将店内的量身吸引 迫不及待地向着美食冲去 可下一秒他却扑了个空 原来是客人将食物收了起来 还向白旗开口索要故事的报仇 食言店内有件东西可以让他做成美食 而做好之后可以让白旗奋一杯羹 面对客人的要求白旗却没有急着大意 声称客人的酒还没调好 不如用调酒的时间也给客人讲一个故事 男人为了美食不惜任何代价 哪怕需要用身体来交换也毫不在意 最终他为了满足口欲将妻子也搭了进去 直到这天他遇见了四处旅行的福宇二人 当两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 福宇顿时察觉到不对停下脚步 可白旗却没有发现丝毫的不妥 询问后才得知是对方身上气味不对劲 而且福宇断定他很快就会变成行事走路 之后一路跟随发现男人竟在四处推销一间饭店 白旗这才在对方身上闻到了一股臭物 福宇也确定妖物修为不敌难以暗中探查 但白旗却说有一种宝贝能完美掩盖气息 随后二人便来到了一处秘铃 就在福宇等候白旗前去购买宝物之时 身前却突然来了三位蘑菇推销员 而福宇不仅直接拒绝还让他们下载反诈一批评 这让出事不利的小蘑菇顿时尴尬万分 片刻之后白旗总算带着宝物回来 而此物乃是狼风的残疑可完美收敛气息 就连白旗也是付出了很重的代价才得到 当两人做好准备便跟随着人群前往 两久后一间神秘的饭店终于出现在眼睛 然而这时白旗却开口询问福宇为何独自有 就算天资出众难道不担心寡不敌众吗 福宇文言先是直勾勾的盯着他 随后说到我哪是一个人我身边不是还有你 而当两人跟随人群走进饭店 福宇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异常 身前的走廊竟好似一条深不见底的喉咙 一旁的白旗对此也是深表赞同 两人不约而同的猜测莫非走进了妖怪的我藏量 就在这时老板上前招呼两人 还向他们推荐店内的招牌菜 见对方上钩两人立即装作迫不及待让老板上菜 片刻后一同前来的人群已经开始大快动 就在白旗准备尝尝味道之时 却被福宇一把将他制止 还让他仔细闻闻饭菜的味道 然而白旗刚发挥龙族的嗅觉 一股充满恶臭的腐烂味道顿时让他难受至极 当福宇在观察到老板走远之后 便从身后抽出事先准备的待遇 在白旗的配合下将饭菜全部倒入其中 见两人已经吃完老板这时便前来收掌 然而看着眼前的福宇二人 摩拳擦掌的老板不禁瞬间呆住 眼前这二人一眼望去尽身无常物 其中一人居然连鞋子都没有 本老板在心中一番仔细打了后 决定收取白旗身上的耳环作为饭钱 当两人离开饭店福宇便一把火将饭菜烧得 原来这些饭菜会让吃过的人沉沦下去 而妖怪的真身也被看穿竟是一头滔铁 这时福宇掏出随身携带的除妖路 在其中找到了滔铁的详细记载 虽然对方是上古凶兽可福宇也发现了他的落语 这也让白旗不禁对出妖路产生好奇 福宇这时告知他里面不禁有约束妖怪的话 还有各种神兽凶兽的详细记录 此话一出白旗赶忙询问可有龙的记载 见白旗好奇福宇也将其中内容告知 头上有角如博山行名齿木 将生于人士却归属天界成年后可升天回归 然而龙无齿木不得升天 所以白旗你跟着我真的只是为了讨酒前吗 这一番话顿时经的白旗瞪大双眼 但还没等他拍口解释福宇也不再追问 随着夜幕降临此时二人正在客栈休息 可福宇的一番话让白旗明白自己已经被看穿了 就在他犹豫是否应该先下手为强之时 隔壁的福宇却在悄悄练至什么 片刻后竟然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但这一变故他却没有惊慌是错 而是眺望远方开口说道 滔铁你差不多已经闻到了 这间外表普通的饭店实则内有乾坤 而老板则是大名鼎鼎的凶手滔铁 虽然对方凶名在外可福宇也找到了他的弱点 当夜晚两人在客栈休息之际 福宇更是悄悄练至了杀手锏 等到次日满怀心事的白旗起床之时 福宇已经早早在门外等候 随后递给白旗昨晚练至的秘密武器 让其带去饭店将饕铁拥出来 而当白旗拿在手上仔细闻过之后 竟发现此物和饭店的菜有几分相似 可当他向福宇打听此物的来历时 却被告知所用之物可令妖怪发狂最好不要知道 随后便推让着让他赶快前去 还说只要帮了这个忙就会报答他 可这话却让白旗瞬间捏紧手中包裹 在得知福宇要和他分开行动 心中更是有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最后不放心地看了眼福宇他还是起身前往 而当他再次来到饕铁的饭店 店内还是一如既往的客来客往 这也让他疑惑为何人会经受不了用 等到饕铁将客人安顿好后 见他独自前来便上前询问福宇下落 白旗却说虽在一起吃饭可两人并不是同伴 此话一出饕铁立即随身复合 使眼神锐利出言威胁 可饕铁却不在意他不仅看穿了白旗的真身 还知晓他如今还未得齿目并非真龙 更是一语道出他跟着福宇的目语 想凭借对方的特殊体质成为真龙 甚至出言蛊惑声称福宇一直在利用他 但这一说辞却被白旗大伤害 一路行来福宇的为人他心中早已知晓 可这时饕铁却打开包裹问他可知手中之物 而里面赫然是福宇用血肉炼制的天灵子 散发的气息也让饕铁沉醉其中 迫不及待拿起一颗品尝起来 当他见到白旗只勾勾的冰着 不仅拿出一颗向着白旗地去 还称福宇让他来送死物 就是想让两人自相残杀 而他的这一举动也让白旗暗自握紧拳头 眼见成为真龙的机会就在眼前 白旗最终还是没有经受出这样的诱物 如今只要和饕铁联手成为真龙唾手可 可看着手中的天灵子他却摇摆不定 回想一路行为福宇和其他除妖师截然不同 他是能给人和妖之间架起桥梁之人 想到这些白旗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在饕铁不可置信的眼神中将手中天灵子灭 他不仅拒绝了成为真龙的机会 而且还要阻止对方向福宇下手 这一变故顿时让饕铁充满疑问 白旗却说自己永远不会和他同流合物 而之所以要保护福宇只是因为两人的友情 就在双方对峙之时身后出现一个身影 见到来人白旗顿时大惊失色 却是分开行动的福宇赶过来 他的到来也让白旗瞬间肝到乱分 但福宇却没在意而是声称时候到 见对方居然联手饕铁顿时大怒 随即露出了自己的妖怪真身 见识不妙的福宇二人也是立即跃气躲 此时的饕铁不仅完全变回了妖怪 还将饭店内沉迷美食的客人全部吞食 看着眼前无比庞大的妖物 正当白旗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福宇却已经召唤出银沉冲了上去 然而上古凶兽岂是区区银沉能伤 这样的战斗也让白旗有心帮忙却无力施展 就在双方僵持片刻之后 随着福宇取出携带的除妖鹿念动咒语 一个巨大的法阵从饕铁身下浮现出来 原来福宇刚才竟在悄悄不振 此刻完成的扶妖阵也将饕铁困在其中 而这一变故饕铁却毫不在意 声称区区除妖鹿岂能困住他 而且刚才还吸收了天灵子 可福宇却告诉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随着天灵子在饕铁体内溶解 无数金色的锁链从他身上破体而出 顿时将他牢牢捆住暂时不能动弹 而饕铁却并不担心反而出言挑活两人关系 这时福宇张嘴将手掌咬过 随后大声呼喊让一旁观战的白旗帮忙 就在白旗还在疑惑该如何出手之时 体内却瞬间涌出无尽的力量 此时的太乙德齿木成为真龙之身 顿时让他情不自禁地向着天空仰天长笑 真龙之身竟死皮带脸地缠上了一位除妖师 然而当他们一路行来经历了种种 小龙却发现了除妖师的与众不同 此时的他早已经在心中将对方当成朋友 而当他面对成为真龙的诱惑之时 竟不惜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机会 还和上古凶兽饕铁站在了对立面 只为保护着来之不易的友情 殊不知这一举动也带来意外之喜 竟让福宇心甘情愿地助他成就真龙 而此时的饕铁也被福宇算计困 他当即一个飞身落在对方头顶 口中念动咒语向着虚空召唤 瞬间一尊正妖印从虚空中浮现出来 随后向着空中翱翔的白旗索要真龙之血 白旗闻言毫不犹豫一口咬住自己的身体 随着真龙之血从空中落下 精准无误地落在正妖印上 福宇立刻将其用力地盖在饕铁身上 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顿时将他拉入地 在其不甘心的嘶吼声中 将他封印在了这一方天地之间 而就在福宇解决饕铁抬头看向白旗之时 白旗却匆忙向着远方逃走 眨眼间就在福宇疑惑的目光中瞬间远去 一溜烟地冲回了自己的酒馆 等到在店内伪装老板的变色龙发现他时 他竟无助地缩在角落暗自伤身 还开口询问该如何向人类道歉 见变色龙矛头傻笑说他也不懂 一个晴天霹雳瞬间砸到头上他被开除了 顿时自暴自弃的白旗又多了人 见对方一脸的蠢样还不忘施法给他变了个样 一阵烟雾过后变成了福宇的样子 而当他来回渡不该如何向福宇道歉之时 却见福宇此事突然在他身后出现 便一把将他抓住准备先练习练习 随后一阵的深呼吸才鼓毒勇气 一把抱住对方的大腿哭诉自己滚名心情 就在这时福宇身后却再次出现一个福宇还开口叫他老板 这一变故顿时让白旗措手不及 随即抬头看着身前站立的福宇 明白过来后心中顿时万马奔逃 片刻后酒馆内传出丝生裂肺的哭喊声 随着故事的结束客人却轻弹捉面 声称这种老套的故事他能讲一百 白旗却叫客人不必当真这只是故事 随后推出刚刚调制好的酒放在客人身前 客人在看着杯中之酒愣了半小后 举起酒杯将其一饮而尽 说到原来老板你也没逃过欲望的诱果 以得真龙之身竟还将天灵子养起来独断 白旗却说自己永远不会背叛同伴更不会识人 此话一出客人顿时恼目 他千年前发现封印松动就知天灵子出事 养伤千年才再次在罗刹海市闻到浮雨的气息 这次他势必要将其吃掉方能一雪前吃 这时白旗告诉他时代已经变了 如今早已不是想吃人就能吃人的事情 然而此时的饕餐已经怒口中哨 随即露出真身向着白旗嘶吼发泄怨气 可是下一秒只见白旗轻轻打起箱子 无数金色的锁链再次从饕餐身上破铁了出 眨眼间就将他牢牢捆住不能动来 眼见自己再次中招滔铁气急败坏 可白旗此时已经手握正妖硬房了上来 得知对方竟还不知是何时中招 白旗告诉他刚才的酒和当初的配方一模一样 随后握紧手中的正妖硬变盖在滔铁身上 当初那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再次将他拉入地底 滔铁虽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 这时白旗还不忘从他体内抽出一丝记忆收集起来 而刚刚那杯松劳正是他为此支付的酬劳 上古凶兽滔铁号称可吞噬万物 可他却被浮予用自身血肉算计 而这也是白旗最为好奇的地方 相传天灵体吃一口可受用无穷 为何滔铁吃了后法失去法力 按耐不住的他选择委婉地向浮予询问 声称好久就得配好故事才行 虽然他的小算盘被浮予一眼看穿 可他还是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了白旗 因为如今的他已不是纯粹的天灵体 真正的天灵体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 传说天灵体是天地间诞生的灵物 自身乃是天地精华的灵解 当年师父在野鸭群中听见动静 一番寻找后找到了刚刚出世的他 师父一眼就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 决定将其带走抚养长大 希望他能斩尽世间的妖血 而在群鸭中诞生也就取名浮云 可他虽能成为最强横的除妖师 但也可以堕落为最邪恶的妖物 最初的他对妖物其实毫无怜悯之心 而当他有一次出手除妖之时 被人类女子历生质问不问缘由岂不是恶 从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后 才真正开始反思究竟何为对错 在之后的游历中更是吃过小狐狸尝过的卖品 帮助过被长生和记忆困扰的女人 见过满山如雪首度的蒲公英 这些经历也成就了如今的浮云 也让他知道了天灵体究竟是什么 其实便是天生吸引灵气与恶气之体 但稍有不慎也会破坏中间的平衡 从而更容易被沾染导致善恶相对 正常天灵体可以将吸收的恶气化为灵气 而如今的他因为一些事情不能转换恶气 便会和自身灵气相撞因此陷入狂暴状态 还好靠着灵气瓶才解决这一问题 此后便由灵气瓶吸收灵气 自身体内则是吸收的恶气 这才处在相对于稳定的状态 当需要使用法术就依靠灵气瓶去散体内恶气 没有了恶气的他也就能变回成年状态 饕贴之所以会吃下天灵子重招 便是因为他体内的恶气比剧毒更厉害 想听故事等下次喝酒的时候吧 这一番话虽让白旗心中郁闷但也无可耐 而浮宇四处游历的目的白旗如今也知晓 便是为了寻找解决自身问题之法 想到当时如果和饕贴一样吃下天灵子 白旗心中顿时一阵后怕 可浮宇却说自己早已相信他不会和饕贴一样 欲望或许可以操纵一切 但感情总是凌驾与理智 说完这一番话浮宇便在变色龙的指引下离开 而就在一人一妖走远之后 白旗却是继续自真自饮 看着杯中之酒不禁感叹 人类真是有意思真叫龙没法死心 等到次日浮宇起床之时 白旗已经收拾完毕前来提供教训服务 就在他感叹酒馆的床睡的真舒服之际 白旗告诉他该下楼结账 此言一出浮宇顿时瞪大双眼 原以为靠着两人如今的交情可以白嫖 但看着白旗手中按了自己舍印的账单 浮宇顿时回想起了昨晚的音 竟是变色龙前来带路之时偷偷摘取 随后在自己不经意间按下了手印 而昨晚的一番花费居然足足三十两 穷鬼除妖师本想靠着谈感情来讨仗 但谁知白旗却说亲兄弟都还明算账 见此情景他也只好弱小无助地协商可否奢险 而这一请求也被已达目的的白旗欣然捅 这个小哥已经不眠不休数个日夜 今日迷里糊糊中他却来到了酒馆 白旗见小哥满脸的疲惫不堪 便开口劝解不如喝杯酒放松一下 文言小哥也是决定先休息休息 原来他是为了修复一幅刚出土的文物 才将自己弄得如此的疲惫 得知原因后白旗觉得没必要为了几张之稿的如此憔悴 哪料小哥听后却勃然大怒 呵斥白旗不懂历史就是靠纸记录了 见小哥如此生气白旗连忙道歉 声称既然这么在意不妨亲自前去看看 随后便不由分说地对小哥施展负贵 多年前一位书生准备进京赶口 虽然好友再三邀请齐去家中赞助 可杜西却想替好友节省开支 声称早已寻得一处清静之地读书 等到日落黄昏之后 他才终于来到了自己的落脚之处 可此处已是城镇边缘四下无人狠是破版 房子也是他相依有人暂戒来用 虽然老管家有言房子好似有妖怪 若有不对速去请除妖师万不可为了省钱无了性命 他却认为读书人凶有正气便可不畏惊惯 可到底之后见到房子如今的景象 也让他心中有苦却也难言 但随即就振作起来打算好好收拾一份 等到月上天中之后 忙碌了很久的杜师傅总算打扫完毕 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很是满意 随后便起身前去书房准备学习 但经过走廊时他却突然停下脚 原来竟是墙上的一幅壁画将他吸引 然而此画虽然精美却年久是修缺了几块 见烈欣喜的他当即决定将其修补完整 可就在他将画上人物修补之后 却突然感觉好似有人在盯着自己一样 而且长久劳累也让他事物出现重灵 他当即决定暂停修补去看会书便休息 谁知等到他趴在桌上沉沉睡去之后 壁画上却突然飞出一只黄梨 随后房内便出现一大两小三个身影 竟是在悄悄替他收拾弄乱的书房 等到他次日醒来之时 书房已经焕然一新书架更是井井有条 这一变化也让他心中充满疑问 但随即想起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 也就毫不在意地抛之脑后 连上街买米时好友询问宅子可有意 他也声称并无异常还邀请对方前去做客 而当晚他在书房挑灯夜读之时 正当他口渴想喝水之际 沉浸在书本中的他全然没有发现 手中茶壶已然没水 就在这时壁画上的人睁开双眼 而壶中也再次倒出茶水 当他举起手中茶杯浅尝之后 顿时发现今晚的茶有些奇怪 这一变故也让壁画上的黄梨担心会被发现 这时杜西却觉得可能是自己泡茶手艺提升许 瞬间让黄梨不免认为此人过于呆傻 可话中人却觉得他只是过于专注读书才不按事实 等到次日清晨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闻声而来开门的杜西见到来人却满是疑问 身为顶尖除妖师的福宇竟是一个穷鬼 全身上下加起来连三十两都拿不出来 在一次奢账的他踏上旅程之后 身边还是跟着一条无耻的小龙 虽然白旗声称只是想跟着学习 可福宇还是想将债务解决独自游离 哪知这一决定竟然被白旗嘲笑 为了证明自己首席除妖师的实力 随即扣响了身前宅院的大门 片刻后一个书声闻声开门出来 得知对方是除妖师发现宅子有意钱来帮忙 杜西顿时觉得这是心形骗术 当即教训福宇不要小小年纪就招摇撞点 随后决定给福宇识闻钱拿去买糖 可谁知掏出一看全身家当只剩五人 这让身为读书人的杜西顿时尴尬起来 只好声称糖吃多了对牙齿不好 这一幕让在一旁偷看的白旗顿时乐不可吃 而透过门风看见的壁画却让福宇眼神凝重 这时将家当多给了福宇的杜西顿看起来 发誓以后围观定不能让志夏出现这样的孩子 然而当他回到书房却发现已经收拾整洁 桌子上摆了一盘精美的点心 顿时察觉刚刚肯定有人来的 但转头一想或许是老管家送来的 便当即决定将点心给送回去 谁知对方声称从未去过宅子 更是一脸紧张地劝他赶快搬走 这一变故也让杜西乱了方寸 当晚就躲在被窝里瑟瑟发短 这也让画中的黄里感觉奇怪 而画中人却认为只是物类有别人之常情 随后继续替其打扫书房 毕竟他们都是靠杜西帮忙才再走过来 而书房的响动也惊动了杜西 当即决定前去偷偷查看究竟是什么 正当他手握棍棒打算收拾对方时 却只见到屋中空无一人书本凭空飘过 他只来得及大喊一声有妖怪 随后就被这一幕吓得晕了过去 等到次日便去书店借了数本经书 心事重重地往家中转去 这时身后一个声音突然将他叫住 待看青来人他瞬间睁大双眼 当即一把将扶宇抱住大喊救命 而扶宇得知经过后却是一脸淡然 随后掏出几张扶纸让杜西选 一番思索过后杜西却选了一张险妖灵符 当晚杜西再次将书房弄乱希望对方出现 随后拿着扶纸蹲在角落等待 片刻后书房内再次传来了动物 而当他将扶纸点燃之后 总算看清了房内忙碌的身影 而且空中还有两个女童在准备进行 这一幕顿时让杜西忍不住出言呵斥 直言如此行径分明是内人行为 身为男虎也用这招简直视风日下 随即掏出自己准备的绝招向对方扔去 可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没起任何作用 而这一无礼的举动也让两只黄梨无比生气 声称他们不是妖物而是灵律 围着杜西就是一顿吵闹让他道歉 受不了的杜西也只好顺从表达歉意 谁知话中人却是伸手指着自己的嘴 而后向他挥了挥手 等他进屋再次郑重的道歉之后 两只黄梨这才算是放过他 还告诉他安心读书会庇佑 他不会被妖物清了 而当对方准备回壁画之时 杜西却出声晚了 询问为何不能开口说话 画中人却是指着壁画让他查看 这才知原来是嘴上还未上色 当即决定回去准备色墨为妻补上 然而刚将嘴上补好色墨 眨眼间就已经消退得无影无踪 书生为了能让画中人开口说话 便想着替妻补全画上的嘴唇 可是了无数种红色颜料都没效果 哪怕是用自己的血化上去也会消失 这一变化也让杜西毫无办法 这时两只黄梨开口劝解 声称主人很是感激想请他一起喝酒 虽然杜西直言自己酒瓶很差表示婉拒 可还是架不住在三邀请答应下来 就在他收拾东西之时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竟是一女子声称前来投亲却迷了路 发现天色一晚想在此留宿 见到来人杜西瞬间失去了理智 刚开口答应下来 黄梨却是瞬间向着两人急驰而来 化作女童呵斥女狐赶快离开 女狐见状连忙仓皇逃离 而回神的杜西却是满脸超红 刚刚中妖术之时 她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片刻后当她和画中人面对面端坐 再次感谢刚才他们出手相救 奈何囊中羞涩指得清水了表谢意 对方文言却是挥手施法 将其中清水便做了美酒 然而杜西喝醉后酒瓶果然很差 瞬间让两只黄梨大开眼界 可此时的杜西看着身前的画中人 却打叹起来 本以为自己只能孤独背口 却没想到遇上如此奇妙的事情 此情此景也让她完全沉醉其中 声称能遇见他们真是人生一大美事 此言一出画中人却不知想到了什么 片刻后杜西已沉沉睡去 面对黄梨询问 为何会有人见到他们不害怕 画中人告诉她杜西的眼睛和其他人不一样 眼睛能诉说千言万语 更能流露出更多真实 而当杜西次日醒来之时 身前不仅放着醒酒茶 还有一张留言 让她不用担心妖物安心读睡 这也让她更加坚定要让其开口说话不留遗憾 经过查找了大量资料后 她终于找到了能固色永恒的配方 只是其中很多物品都是异常的贵重 但想到人生难得一知己 随即振作起来哪怕再难也要试试看 次日一早便在书堂抱回一堆书籍卷钞 全然没注意身后的铜窗在盯着她 脸上还露出一丝莫名其妙的笑容 而杜西的这一番举动也让画中人感动 明明只是替她打扫了几次屋子 她和之前的住户完全不同 眼里没有贪婪是个真正的君子 当画中人再次送上点心知识 还写字提醒杜西不要着急考试要紧 可杜西却告诉她抄书也被书还能赚钱一举多得 终于在考试前夜她凑齐了颜料 这次将其画在嘴上总算没有消散 而且壁画好似也得到了神话 这时画中人再次从中飞升而出 向着杜西开口道谢 还得知了对方的名字叫做崇云 两只黄蜜也是兴奋的手舞足蹈 等到夜幕降临之时两人坐在屋顶闲聊 崇云告诉她其实不用这么着急 可杜西却说房子只是暂戒考完时她就得走 听后崇云问她可有什么要求 谁知杜西却说朋友相交不为力 崇云听后告诉她其实之前也有人为她不过话 只是那人见她后却提出报恩 想要获得无数的金银财宝 为了满足对方贪婪的欲望 只好去画中的后山挖去保护 这才将其打发走 此后宁可不显形身上残缺灵气消散 也不想再被人发现 可谁知还是被杜西看到 不仅替她补好了身体竟还不求回报 听到这里杜西饶头傻笑 直言自己其实也是有私心 她独自进京赶考出了同窗也没什么考虑 希望明早出门之前崇云能送上一句吉利话 闻言崇云淡笑一声直言小事一桩 而两人交谈这一幕全被两只黄梨看在眼里 纷纷掩嘴在一旁偷笑 等到次日杜西收拾完毕准备出门之时 崇云已经早早在门前等候 卢约送上了昨晚答应的祝福 随后取出一只毛笔送给杜西 竟是昨夜所致好让其今天好好发挥 看着手中毛笔杜西顿时感动不动 当即一把抱住崇云古事感谢 片刻后总算将满脸红韵的崇云放开 声称自己一定可以高中等她的好消息 然而当试卷送到月卷房之后 一个男人却在悄悄四下观察 待见到身边巡视之人走远后 竟将杜西的试卷抄写成其他人的名字 这幅壁画居然修炼成了灵雾 它本是前朝一位名家所惠 常年感受日月精华逐渐凝出人身 可当房屋主人老死房子年久失修后 便开始逐渐消散 幸得一书生进京赶考来这里赞助 将其修补完整才再次活了过来 而画中人崇云也和书生杜西成了至交好友 待其考试前还赠送毛笔聊表谢意 本以为此次考试乃是十拿九稳 可谁知却被抄卷人将其名字改成别人 而幕后黑手竟是其同窗好影 见杜西读书用功且不安事实 家中更是贫寒无人替其出头 便买通抄卷人将其试卷替换让自己包住 可两人的秘密却被隔墙的浮云二人听见 这般无耻行径也让白旗深恶痛绝 在和浮云商量之后决定对其惩戒一番 而浮云手中的反式服正好解决此事 只要将其丢在对方身上便会识想做知识失败 等到当晚杜西二人对月谈心之时 月卷房内却显现出一只墨鸭 随后向着城外急驰而去 片刻后便来到了杜西居住的院子 紧接着在崇云耳旁一阵窃窃思雨 这一幕也让杜西好奇地询问 可崇云却说只是一点小事 还问他今日送的笔可有用来考试 杜西文言随即称赞起来 直夸那只笔真是好弄 而当崇云询问杜西自身报复之时 手指却是悄悄地捏起法印 月卷房内的试卷开始无风自动 当翻到徐旭的试卷式突然停住 眨眼间名字上的墨迹开始发生变化 而杜西也将自己的报复告诉崇云 他本是穷苦出身知道穷人翻身困了 今后围观只想让当地的百姓能多得盼头 闻言崇云告诉他一定会如愿以偿 等到了放榜之日杜西果然高中探花 不过路上遇见一件怪事 一同窗放榜前放言自己并中探花 可结果却是杜西高中 这时崇云告诉他是自己换了他们的卷子 此话一出杜西顿时瞪大双眼 刚出言呵斥崇云怎能如此行事 可转头一想对方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虽相识不久可崇云的品德也了然于行 见杜西毫无保留地相信自己重云便将真相告知 他本是笔墨之灵当晚就得知了一切 这才将被换的卷子赶了回来 之所以送毛笔也是为了以防万一 听完经过杜西不由地感叹人心显露 见他有些消沉两只黄礼也出言开解 这也让他再次感叹幸亏还有他们陪伴 而落榜的张旭此时正在勃然大梦 如今的结果也让两人百思不得其解 正当他们在房内商量将杜西调去平级之地时 反式服却开始发挥了作用 从而让门外的学子得知了事情真相 当即决定曝光他的无耻行径 待两月后徐旭虽已浮返 可杜西出身卑微还是被调去了偏远之地 离别之时正愁今后或许很难与重云在乎 重云便送其一张白纸 声称用此物写字哪怕千里之遥 他也转瞬便知 看着手中之物杜西大为感动 想到所去之处据说擅长种植好你 随即决定到了之后用新米娘一桶好酒 待到下次相见好用你招待重云 而两人也当即定下了次年的重阳之约 可当他独自上路渐行渐有之后 黄黎却询问为何不告诉杜西如今不好缺陷很快就会飞升 重云告诉他凡人和他们不一样 不想他被自己牵绊 或许重阳之约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见 这个书生寒窗苦读十年中一展报复 在和壁画之灵定下了次年重阳之约后 便独自启程前驱赴任 到任之后杜西凡事亲力亲为 以希望能让治下百姓日子好过一些 空闲时便靠着画灵的法术隔空传信 期盼着能在重阳节再次相会 可这天一女童却敲响杜西的房门 告知家中长辈相邀商议应对大雨 此番连绵大雨杜西也很是忧心 当即取出雨伞便和女童出门一时 等到一个月后重阳节当天 这天浮雨二人正在冒雨赶路 白旗身上还背着一个巨大的包 里面正是装着浮雨的还账之物 全是替妖怪解决烦恼后获得的报酬 其中有替蛇妖拔牙获得的玉丹 至好蜀精脱毛获得的青铜大锅等等 想到自己背着一身的破烂白气再也忍不了 便出言呵斥浮雨身为除妖士不务正业 可就在这时浮雨却突然停下脚步 却是两人身前正孤独地走来一个身影 正是冒雨前去赴约的杜西 待见到浮雨二人他再也坚持不住 一个踉枪摔倒在地 片刻后几人寻得一处煽动生火取暖 浮雨询问对方为何要冒雨赶路 这时杜西说出了最近发生的怪事 他本想去车马行租车可老板却对他置之过 没办法这才冒雨前行可谁知大雨一直没停 这时浮雨问他可有想过为何考伙身上却不见感 这一发问顿时让杜西觉得奇怪起来 而浮雨却是伸手点在他的额头 让他好好想想之前都做过什么 原来一月前他前去村中一室 得知最近的大雨或许会引发洪水 当即决定召集人手提前做好抗洪工作 可就在众人纷纷驻低忙碌之时 一处堤坝却被洪水冲塌 眼见其他人都同步出手前去堵住缺口 关键时刻杜西提起沙袋挺身而出 这才将这一缺口堵住 可谁知身旁径又出现一处缺口 他只好抓紧两边的沙袋用身体将其堵住 可面对汹涌的洪水人力中有穷尽时 等到村民腾出手前去营救 他早已消失在了茫茫洪水中 弥留之际他的心中想到的只有重云 如若魂归无定当剑朵 想到这些杜西终于明白过来 自己早已葬身在那场洪水之中 但随即他便止住眼中泪水 询问村镇可护住村民可无恙吗 浮宇告知全靠他用肉身挡住 激留他们都没事 这时杜西请求浮宇将索酿之酒带给重云 希望就算他不再还有酒可以陪伴对方 浮宇闻言却说不需要送出 随后取出一个卷轴递给杜西 此物乃是重云拜托浮宇带来了一幅画 原来当初杜西出事时 重云便以心油所感 而他身为画灵本不可远离本体过云 可为了赴约他甘愿将自身变作一幅画 虽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封印千年 但是暴住之信一诺千金 这是他和杜西共同的许诺值得如此 等到杜西再次醒来之时 两只黄梨竟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一景象顿时让他以为身在梦中 可身前智友告诉他并不是梦 而是画中事件 重云用自身画作此画 让他魂魄有个归宿 明白智友为自己付出良多 杜西约定若有来生患他来报答 重云闻言说道 下次你肯定要守信了 随后捡起地上不惜酿制的酒 将之抛给身后的白琪说道 若有那么一天 或许我也会给你一坛酒吧 白琪闻言却是嬉笑着说将手中之酒赞存 希望他们来时能喝到 心中想的却是他可不愿喝到浮予留下的酒 随着回忆的结束 小哥此时已泣不成声 直言真想看他那幅画是什么样子 这时白琪为他倒上了一杯酒 小哥也随之举起酒杯将其一饮而尽 而这杯酒竟好似故事中书生所酿一样 就在小哥准备起身离去之时 白琪却开口让他将这坛酒带走 今日恰逢重阳带去与人共饮一解一看 虽然小哥声称自己没几个朋友 可白琪却说万一认识了新朋友呢 等到他怀抱酒坛回到工作室 两位师妹已然将困扰多日的问题解决 而且还在新来的师弟帮助下修补好了一幅古画 此画名为秋山隐居图 等到看清了新来的小师弟 小哥却一瞬间待在原地 半想后尴尬地挠头傻笑询问对方的名字 小师弟这时害羞地告诉他自己名叫杜西 杜鹃花开春以兰的杜 闻到龙飙过午西的西 这个小屁还曾经是一位顶尖厨妖师 可现在每天都得背上书包去上小学 路上还要面对同学的嬉笑打闹 虽然浮雨学习成绩不错 但班上有一位同学每次都和他并驾齐驱 而他就是身为聋哑人的销声 因为身体残缺经常受到同学的捉弄 哪怕体育课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玩 好不容易有同学上前打招呼 也是发现他今天没带助听气听不见 脸上带着笑容嘴里却羞辱他是白痴 就在萧生挠头傻笑的时候 浮雨上前将恶作剧的同学赶走 随后将手中足球递给萧生 这一瞬间他好似听见了浮雨的声音 再三确认真的能互相听见后 顿时愉快地答应了一起玩耍的邀请 可这天上学师浮雨却发现好似有人跟踪 但仔细查看后却又什么都没发现 而当傍晚快要放学之时 公园内一个男人身上却散发着黑气 片刻后树上出现一只妖怪的声音 看着身下的男人止不住地流口水 声称美味越来越浓郁了 而男人此时还在对着电话讲得不停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向他袭来数条锁面 瞬间男人性情大便对着电话破口大骂 片刻后树上的妖怪露出痴撑的样子 而男人也回过神来开始焦急的道歉 等到浮雨放学时正好和男人擦肩而过 这一瞬间他顿时发现了什么 对方身上有着早上跟踪他的人同样的味道 而兽器包萧生在独自打扫完教室后 此时天色已往华灯出上 就在他路过一处花坛时发现了一浪 本想找到躲藏在这里的流浪猫 可这一举动却将里面的妖怪吓到 片刻后萧生放下一片面包起身离去 而妖怪捡起面包看着身前走远的人 心中只觉得这人真是奇怪 而回家之后的浮雨正在吧台写着作业 这是白旗开头赶人声称这里是客人做的地方 文言浮雨随手扔出几个钢棒 直言自己现在是客人还要来杯最好的酒 看着眼前这一熟悉的一幕 白旗不禁回想几千年前的事情 当时的浮雨也是这样来到酒馆 而在浮雨再三的催促下 白旗只好倒上一杯牛奶将其打发 哪知一张试卷直接砸在了脸上 身前的浮雨还一个劲地发出眼神暗示 心领神会的白旗当即决定周末一起出去玩 当次日父子二人来到公园之时 一个身影却在树上偷窥两人 虽然白旗发现了对方可他并不在意 这种低等的石原妖他根本不放在眼中 还恐吓浮雨此妖专门烈士人类的黑暗情绪 平时还喜欢搞一些恶作剧 这时浮雨告知最近一直在被对方跟踪 谁知白旗却说他心中肯定有不可告人的想法 文言浮雨一脸暗黑地叫他猜猜看 这一表情瞬间将白旗下主 连忙挥手表示自己没兴趣知道 随后轻可两声化解尴尬 安慰浮雨不用担心他会将此事解决 这时浮雨抬头询问心中可有想做过什么坏事 此话一出白旗却不知想到了什么满脸通 这只妖怪居然不知死活地跟踪厨妖师 虽然曾经的顶尖厨妖师如今成了小孩 可他的监护人却是大名鼎鼎的应谋 在得知浮雨最近被妖怪跟踪后 白旗次日傍晚就取出一枚灵气丸 让梁生给十愿妖带去顺便警告对方 虽然梁生声称这种小妖怪直接赶走便好 可白旗认为对方天性单纯只是喜欢恶作剧 给点东西打发掉没必要咄咄逼人 还不忘了叮嘱梁生解决后去接浮雨放学 而就在十愿再一次跟踪浮雨之时 突然耳旁响起了一个声音 告诫她最好不要打对方的主 不然后果可不是她这种小妖怪能承受的 当十愿看清来人也是吓得浑身发泡 连忙解释自己只是好奇而已 这时梁生随手将包裹扔给对方 再次告诫她不要乱说话后 面前去拦住已经放学的浮雨小同学 在朱小美恋恋不舍的目光中将其带走 而看着浮雨远去的背影 萧生眼中却满是羡慕的神情 与此同时石愿正躲在树旁端向着灵力玩 就在这时身前突然出现两个身影 竟是两只来路不明的妖怪 见到宝物顿时不由分说地抢走 而胆小的石愿根本不敢反抗 正当她准备将路人的怨气吃个够 跑发泄下刚才遇到的遭遇时 却突然看到什么顿时让她瞪大眼睛 眼前出现之人竟然浑身散发着光辉 如此纯净的灵魂也让石愿诧异 不敢相信世上居然会有毫无恶意的人 随即一个剑步冲到萧生前面 一把抓住对方的脚使其摔倒 还将一个石头扔出去当作凶手 就在她满心期望萧生会将石头踢飞之时 谁知对方却将石头放回了花坛 随后便一路蹦蹦跳跳地远去 这让石愿不甘心继续使坏 不管是拆掉了下水道的井莱 还是解开路边大狗的铁链 可她都没有得到心中想要的结果 萧生的所作所为完全超乎她的预料 这也让她气馁地躺在地上大喊大叫 而花坛内的动静也让萧生察觉 随后再次放下了一块面包离开 而当石愿捡起面包享用之时 却见到萧生被人推倒在地 耳朵上的助听器也随之掉在地上 竟是被两个高年级学生敲诈乐死了 声称有钱买吃的喂野猫不如给她当保护 这一幕顿时让石愿想起了之前的事情 而身前的大狗也让她想到了办法 片刻后一条发狂的大狗冲了过来 虽然将敲诈的同学赶走了 可他们逃跑时也将地上的助听器采坏 正当石愿感觉自我发挥良好之时 转头却发现萧生正呆呆地看着自己 而萧生刚才居然也听见了石愿的自言自语 就在石愿感觉不妙准备溜走之际 却被萧生一把将她抓住 向她用手语表达自己的谢意 第一次被人道谢也不禁让石愿待在原地 这时身后突然出现浮语的声音 询问萧生为何独自一人在这里 而当她准备向浮语介绍新朋友之时 生前哪里还有石愿的声音 此时的她已经躲在了一旁的草红 听见萧生居然想和自己当朋友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与此同时抢走灵力丸的妖怪决定将宝物献给老大 片刻后他们来到了一处偏僻之地 直接将灵力丸扔进了眼前的深渊 煞时深渊开始震动起来 一股灵力瞬间从中喷远而出 同时一个狂躁的声音叫嚣起来 分速两只妖怪想办法弄来更多的灵力丸 每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有黑暗面 这也滋生了以怨气为食的石愿妖 虽然身为妖怪可她偏性胆小 因而时常被其他妖怪所欺负 可这天当她准备捉弄其他人发泄时 却发现了一个身上毫无恶意的男孩 不管她如何向对方使坏 男孩都会元气满满地将事情解决 而就在男孩被人敲诈勒索之时 有过同样遭遇的食愿当即感同身受 随后驱使着大狗将敲诈之人赶走 没成想男孩却发现了她还要和她做朋友 虽然孤独已久的食愿当场起身逃走 可夜晚却又在练习下次见面该如何打招 而这时之前敲诈她的妖怪再次找上了男孩 不仅羞辱她长得丑不配拥有朋友 还威胁她三天之内再送上灵气丸 不然就将她扔进封印的深渊中 与此同时福宇回家后也是心事重途 见状白旗赶忙询问发生了什么 这才得知是同学销声经常被人欺负 当白旗问她觉得什么样的人该被欺负时 福宇虽说谁都不该被欺负 可这种事却总是发生 白旗告诉他人是很复杂的生物 会被各种各样的情绪相互影响 可身为小朋友的福宇完全听不懂这么高深的话题 见状白旗也不再过多解释 这时福宇看着眼前的泡面提出了灵魂讨论 是自己没有妈妈才总是吃泡面吗 此话一出顿时让白旗尴尬无敌 宣称明天亲手给她做便当代学学校 等到福宇次日准备出门上学之时 白旗果然为她精心准备了便当 顿时让她忍不住拿在手上端向起来 当手工课老师安排做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时 还用材质做出了白旗的名量 但一旁萧生的作品也引起了她的注意 询问后才得知做的是昨天帮助她的人 可就在这时一个巴掌瞬间用力地拍下 罪魁祸首却还在一脸嬉笑地说着不是故意 正当两人得意忘形之际 福宇却温柔地抚摸着他们的手工作品 下一秒就用力地将其压成了一团 随后牵着还在伤心的萧生走出教室 告诉她不可能每次都会有人帮她 只有自己坚强起来才能保护真实之物 或许这一刻萧生已经明白了什么 等到午餐时间福宇一脸骄傲地取出便当 而里面精致且丰盛的豪华午餐 也让她感叹白旗的手艺真不错 可当她信心满满地放入嘴中后 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顿时在嘴里游荡起来 直到放学都还在一个劲地喝水 面对萧生好奇的询问既然这么咸淡吗还要吃光 她却说因为是白旗第一次为她做的 知道原因后萧生一脸的原来如此 这时身旁的草丛突然传出动力 却是石燕躲在里面思考该如何打招 剑被浮宇二人发现了身影 石燕顿时惊慌失措地准备逃跑 可却被浮宇一把将她捉住 随后将其带到公园逼问为什么要跟着她 而萧生见到瑟瑟发抖的石燕头上出现伤口 却是在书包里一阵地翻着起来 随后在石燕满是惊恐的目光中 将手工刻作的小花放在她头上 还通过心声感谢对方上次出手帮忙 并且希望能和她成为朋友 萧生的善意让石燕顿时抽气起来 第一次有人愿意和她交朋友让她不可置信 而当浮宇再次问她跟踪自己的原因时 石燕这才说出了被妖怪敲诈的事情 文言浮宇当即决定带上他们回去找白旗帮忙 可当白旗得知来意后却没有出手相助 只是告诉她灵力丸只有一刻 而这样的结果石燕也无可奈何只能接受 在和浮宇告别后便准备送萧生回家 可就在两人回家路上之时 敲诈她的妖怪再次出现挡住了去 得知石燕没有拿到灵力丸后 不仅对她大打出手 还打算将萧生纯净的灵魂献祭给老大 虽然石燕努力地想护住朋友 可双方的实力差距让她毫无还手之力 眼见对方已经一步步靠近了萧生 石燕却只能倒在地上无所作为 但看着此时萧生坛坐在地的背影 一股强烈地不甘充斥在了石燕心中 她绝不允许朋友被人伤害的场景发生在眼前 这只妖怪因为平日里胆小怕事 从而一直被其他妖怪欺负勒索 直到他们准备对唯一的朋友下手之时 她再也不愿忍气吞声任人宰割 这一刻她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强大 眨眼间就将一只妖怪积飞树米 随着周围源源不断涌现出的怨气 全都被她吸收进了体内 看着此时异常强大的石燕妖 两只欺软怕硬的妖怪顿时跪地求冷 可当她将对方吓跑之后 正准备安慰被吓到的朋友之时 却发现萧生正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 这样的眼神顿时让石燕愣在原地 独自长大的她再次自卑起来 随后捡起掉在地上的手工花 孤独落寞地独自远去 待萧生平静下来早已没了石燕的声音 又晓得她此时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次日她在学校发呆被浮宇发现后 浮宇随即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 可这时两人身后却传来了吵闹声 竟是有学生在欺负同班同学 乃至萧生见到这一幕直接冲了上去 一把将欺负人的学生推开 摊开双手将同学固在身后 虽然嘴里发出的声音别人听不懂 可浮宇听到的心声却是不会再让他们欺负人 这一番举动也让浮宇无奈地叹气 随后将手中作业放在一边 片刻后在酒馆忙碌的白旗接到了电话 对方声称浮宇在学校和同学打架 这让护载心切的白旗立马赶到学校 刚到办公室就听见老师劝解家长不要打矮子 以为是浮宇被揍顿时让他怒火中烧 随后一把推开办公室的大门 然而里面的场景却非心中所想 只好满脸尴尬地对着老师道歉 而看着眼前几个孩子心中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 正当他以为浮宇才是行凶之人时 浮宇却心领神会地说自己是劝假的 而这一说辞也被老师认可 但随后便询问是否给孩子报告武术版 因为老师发现浮宇劝假之时 使用的竟然是传说中的永春 此话一出白旗顿时惊出了表情包 而就在白旗应对老师之时 浮宇终于得知了萧生今天为何反常 原来是他以为昨晚没帮上石院的毛 这才导致石院生气的离开 这时突然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 见到母亲赶来萧生顿时愣足 随后一把扑在母亲的怀中哭泣 片刻后办公室内两位家长还在呵斥孩子 萧生妈妈见状赶忙出言制止 并告诉他们一味的责怪并不能解决问题 平时更需要多倾听孩子的想法 这份声音需要耐心回应 如果错过了出现的遗憾是很难迷不 这一番话顿时让两位家长满脸羞愧 而事情也随着萧生妈妈的到来解决 就在萧生跟着母亲回家之时 身后却出现了食愿的声音 看着温馨的母子二人食愿满是落寞 而回到家的浮宇也再次发起了灵魂讨论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 白琪告诉他朋友就是相互鼓励一起变得更好 坦诚相待彼此信任 既要同享乐也应当共患难 这时浮宇赶忙询问白琪可有这样的朋友 白琪回应当然有只是因为一些原因对方忘了他 就在浮宇觉得被好友遗忘肯定很难过的时候 白琪伸手按在他头顶说道 等对方想起来的时候定要让他好好补偿 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此时的萧生已经早早地进入了睡眠 一个漆黑的身影却悄悄从窗户床进来 天生聋哑的男孩性格从小懦弱 这也导致他在学校被同学鼓励 可这天他却展现出勇气保护被欺负的同学 之所以会让他有如此大的变化 全是因为他新认识的朋友石愿妖 当男孩陷入危机之时 同样懦弱的石愿竟然凭借勇气救了他 所以当他再次看到同学被欺负时 没有选择袖手旁观而是挺身而出 而这一举动也收获到了众多友谊 当他们得知萧生感冒后 纷纷拿出礼物表达关心 但快要放学之时 萧生却突然找上浮宇 向他询问该如何向好朋友道歉 浮宇给的建议就三个字 也错了 而当他放学后 石愿却悄悄躲在花坛观察 就在他落寞的觉得已经不需要自己的时候 身前却出现了浮宇的身影 一脸好奇的询问 为什么要将罐子套在头上 石愿告诉他是因为长得丑会吓到人 而又丑又低贱的 他怎么可能拥有朋友 这是一个声音突然大喊着不是的 却是萧生哭泣着跑了过来 道歉自己不该因为懦弱帮不上忙 希望以后还能和石愿继续做朋友 石愿问他自己这么丑也愿意 萧生告诉他永远都会是他的朋友 在征得石愿的同意之后 还将他套在头上的罐子摘了下来 而面对石愿询问自己是不是长得像叉伤 萧生却是一把将他抱在怀中 还说他是见过的妖怪中最可爱 这一瞬间石愿再也忍不住哭出声 一个星期后 猫妖梁生终于查到了欺负石愿的妖怪 但对方只是不成气候的温妖和病妖 而且当初抢走的灵气丸并没有自己使用 梁生猜测或许是尽献给了其他大妖怪 正当他们商谈之时大门突然打开 剑是浮宇回来梁生赶忙将东西藏好 白旗这时询问最近可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 浮宇文言仔细思索一番后 觉得最奇怪的就是萧生最近一直在生命 而且他身上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剑撞白旗赶忙询问送的护身符可还戴在身上 剑浮宇一直都有贴身佩戴后 白旗告诉他这片龙铃可随时感知他的安全 等到白旗声称出门买菜之后 浮宇和梁生却是相视一笑 随后掏出藏在一边的游戏机开始了玩乐 与此同时萧生却是刚从医院出来 正当他准备和母亲回家之时 却发现躲藏在一旁的石愿 再和母亲告知有朋友来找后 就向着石愿躲藏的地方跑去 原来石愿见他最近身体不好便去寻找四叶草 希望能给他带来好运早日康复 而就在他准备离开之际 萧生却让他等一等 随后脱下身上的一套在石愿身上 随后拿着四叶草飞奔向了一旁等候的母亲 而正当母子二人走在回家路上之时 萧生妈妈只是接个电话的时间 一阵黑色的雾气却朝母子二人冲来 竟是温妖和病妖躲在一旁施法 眨眼间萧生就失去意识犹如一具行尸走路 等到母亲打完电话回头查看 哪里还有萧生的声音只剩掉在地上的雨伞 还未走远的石愿随即听见了呼喊萧生的声音 当即来到了酒馆寻找浮雨的帮助 得知萧生失踪后良生想到了办法 只需用带有气息之物就可用寻踪灵找到攻击 见状石愿赶忙取下身上的雨衣 可谁知雨衣太重寻踪灵根本带不动 这时石愿突然想起之前的手工花 这下寻踪灵总算找到了方向 与此同时的一处公交站台 平日欺负萧生的学生却发现了萧生的声音 两人当即决定跟上去看看 片刻后三人来到树林里的一处深坑 而就在萧生快要一脚踏进去的时候 身后却突然冲出了一只手掌 这两个男孩虽然平日里喜欢欺负人 可当他们见到同学陷入危险之时 还是遵从内心伸出了援助之手 将无意识的萧生从危险的边缘拉回来 这一幕也让躲在身后的妖怪大为恼怒 可碍于妖怪法则不好当面现身 而当萧生还在意外被他们所救之时 对方虽然语气不善还是准备带他离开这里 可就在这时身后传来的叫喊声 竟是之前准备勒索萧生的高年级学生 见到三人出现在这里便打算修理一番 但如今的萧生已不再懦弱反而挺身而出 虽然同学并不惧怕对方身高挺乱 可面对年长很多的对手 两人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 只能被对方修理的鼻青脸肿 而就在对方再一次出言勒索之时 身后突然窜出一个黑影 原来是猫妖梁生跟着寻棕林找过来 好友石愿也再次骑着大狗前来营救 见是上次那只凶恶的大狗 两人赶忙向着远方逃走 可他们逃跑之时 却没注意到脚下的扶植 片刻后正当服语询问事情经过之时 深渊中却突然涌现出一阵黑雾 见此情景石愿赶忙叫几人快跑 两坏孩子只是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 就心领神会地架起销声逃离 但他们逃跑的速度远不及黑雾 瞬间几人就被这股浓郁的黑雾弩造 随后接二连三失去意识陷入昏灭 就连身为妖怪的梁生也露出痛苦的神情 只剩下石愿和服语没有任何的不是 这时石愿赶忙施展天赋 想吸食掉这些黑气 可哪怕使出了权力也不见减少 而服语身前的龙灵却悄悄发生一样 这时被封印的妖怪也显露出身心 见其准备对服语出手梁生急忙上前阻挽 可现在的他根本不是对手 就在妖怪认为自己得逞之时 一道晴天霹雳从天而降 随后一个白色身影瞬间将服语和妖怪隔开 竟是白旗感知到危险感过来 放言区区小妖也感动他的人 可当时一妖见到龙族出现之后 非但不害怕反而还准备自我介绍一文 可话还没说完就被白旗一尾发抽了出去 声称这种妖怪才没有兴趣知道名字 正当双方打的你来我往之时 梁生在一旁提醒杀敌一百自损一千了 白旗闻言随即变回了人形 可就在这时妖怪却想趁机偷袭 哪知白旗只是随意的伸手一点 一股无可逼你的力量顿时反弹回去 谁想妖怪见到这一幕竟当场认错 但白旗却是不管不顾的凝聚出一个雷球 向着毫无还手的失忆要扔去 只一招就将其轰飞树米 白旗却是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而躲在一旁观战的小妖剑状准备偷偷闪人 却不知他们的举动白旗早已了然于心 随即挥出法印召唤雷电施加成剑 片刻后三只妖怪琪琪跪倒在地承认错误 而白旗在警告他们以后不许再欺负妖怪后 也就大手一挥放过了他们 随后将两位小朋友见到妖怪的记忆没掉 但萧生因为被植入了温虫法不好处 见状石院很是担心萧生的安危 白旗告诉他要想取出温虫 就必须和最近的记忆一起剥离 或许醒了以后就不会记得石院了 但石院却说没关系 他们以后还会重新成为朋友 闻言白旗随即开始施法玻璃温虫 片刻后一只白色的虫子从萧生身上出现 随后便被白旗一把将其捏碎 正当浮语觉得事情终于结束之时 他却突然间摔倒在地步显然时 更是在睡梦中见到了另一个自己 还出现一只小妖怪想和他成为朋友 正当他满心欢喜地接过对方的礼物之时 小妖怪却突然伸手一触 而一个老头子一脸严肃地告诉他 妖阶为恶 见之力斩 这一幕瞬间将他从床上惊醒过来 当次日清晨消声起床之后 困扰多日的感冒终于好了 上学途中同学也是纷纷向他打招呼 就在他路过一棵大树时一个面包从天而降 随后精准无误地掉在了他的怀中 虽然很好奇为什么树上会掉面包 但天真的他却认为树上肯定有面包精灵 而扔下面包的实验听见这个名字 却是止不住地偷笑 他本应该是应龙一族的天之骄子 可却被族人抛弃流落人间开启酒馆 而这个秘密随着一个客人的到来揭晓 这天少女一进门便询问老板的下落 文言猫妖良声在告知老板出门后 便化作人形准备招待对方 但扶宇看着来人却感到莫名的熟悉 见到扶宇毫无掩饰的目光 少女也随即回身面对面端坐 而两位死于掩护相凝视伴想后 少女终于忍不住开口介绍自己名叫陈梦 面对扶宇好奇的询问可是妖怪 陈梦告诉他自己的本体乃是幽眼兽 当得知如今的扶宇居然将白旗当成父亲 陈梦决定趁白旗还未回来给他讲一个故事 随即挥手施法运用天赋法术展开结界 瞬间一个身临其境的世界出现在眼前 画面中一只幽眼兽出现在空旷的大厅 向着虚空中呼喊着剑林大人 片刻后身前出现一个男人的身影 告知幽眼兽他即将前往云上之城飞升上街 为了感谢多年来一直守护梦境 以和兽犬一族定下约定今后庇护他们 只需一路向东到达一片灵力充沛的密林即可 可两人的谈话却全被一个神秘男子偷听到 但神秘男子转头却来到了白旗的酒馆 正当白旗和忙碌的浮宇闲聊至极 这时一旁的妖怪谈论起了云上之城 这一番话顿时吸引了白旗的注意 据说云上之城有生仙塔可以飞升上街 可白旗向妖怪仔细询问后却得知 这些都是他们道听途说的谣言 谁也说不清云上之城究竟在什么地里 这也让白旗瞬间失落下来 而见到白旗失魂落寞地向着楼上走去 浮宇却不知想到了什么 片刻后一阵神秘的雾气开始在城镇蔓延 凡是被雾气笼罩的人妖全都陷入了沉睡 就连身为除妖师的浮宇也毫不例外 但梦境中的浮宇瞬间就被一阵谈话声惊醒 可睁开双眼却又谁都没见到 但对方的谈话让他明白了此时身在梦中 随即取出符址开始寻找出口 而符址也不如使命地找到了方向 正当浮宇准备好好会会对方之事 他却瞬间一头撞上了梦境结界 而透过结界他也发现了什么 仔细观察后竟是幼年白旗的身影 此时他正一脸痛苦的不省人事 这一发现顿时让浮宇着急起来 随即从虚空中召唤出银沉 可他用尽全力的一击竟被结界反弹回来 这一变故也让他明白强行打破结界苦 会伤及原神 但看着身前一脸痛苦的白旗 浮宇随即再次振作起来 牢牢握紧手中银沉下定了决心 与此同时白旗却在梦境中回到了童年 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再次浮现 只因他并非天生应龙而是蛟龙 父母就将他视为生命中的耻辱 父亲更是决定要将他处死 而当他拼命地挣脱父亲逃命之时 途中遇见的族人也是大喊地要杀了他 认为身为蛟龙的他不配做龙族 年幼的他扑进了母亲的怀抱寻求安慰 母亲却是一把将他推开 只是叫他逃得远远的永不对人提起龙族绅士 而当他哭泣地询问为什么要抛弃自己 得到的回应却是身为蛟龙不配成为他们的 这些回忆顿时让白旗被梦境慢慢吞噬 这时一只梦眼兽突然闯了进来 见到即将被梦境吞噬的白旗后 随即施展自己的天赋技能 将他从梦眼中拉了出来 而周围的景象顿时让白旗不知所措 见白旗对自己的大呼小叫视而不见 梦眼兽终于想起学到的知识 当即将自己变成了浮雨的样子 随后拉住白旗声称将其带出梦境 可当白旗从床上惊醒过来后 一脸疲惫地来到楼下之时 他却突然发现了不妥的地方 耳中也传来一阵呼喊他的声音 再次睁开双眼 却是真正的浮雨出现在眼前 正当他认为自己已经完全醒来之时 浮雨却说此时他们还身在梦中 而且刚才有个东西从他皮内逃走 见识不妙他只能将身后结界打破床进来 而刚刚逃走的家伙已经向着前方远了去 可就在两人准备跟上去查看之时 浮雨却感觉身后好像出现了什么东西 幼年白旗因身为蛟龙被赶出族群 从此流落人间开了这间神秘的酒馆 可当他无意间进入了幽眼兽创造的梦境 再次回想起了幼年时的痛苦回忆 竟差点被梦炎所吞噬 幸好浮雨破开梦境结界将其唤醒 在得知经过后两人决定跟上去查看 片刻后便找到了从白旗体内逃走的幽眼兽 但对方却眨眼间进入一个白色通道 眼见通道即将关闭浮雨随即挥舞银沉阻止 而当他们进入通道躲藏起来后 这才发现里面竟待着一群幽眼兽 还得知他们的目的地乃是云上之城 眼见幽眼兽即将消失在梦境 白旗瞬间冲出打算跟着一起进去 可却被浮雨一把将他抓住 而就在他呵斥浮雨放手之时 通道却已经开始逐渐消失 眼见通过云上之城飞升上界的愿望落空 白旗顿时大怒一把甩开浮雨 但见到浮雨近五头瘫坐在地 还是开口道歉准备将他拉起来 谁知浮雨却是紧紧地握住他伸出的手 与此同时神秘男人也来到这里 抬手召唤出了一只追踪蝶 在通道即将消失之时飞了进去 随着幽眼兽的离去白旗也从床上醒来 而刚刚的经历让他再一次茂密 当即找到浮雨质问为何要将他拉出来 这才得知如果刚才进去元神就会被困在里面 这一结果顿时让白旗待在原地 这时浮雨询问为何想去云上之城 白旗却没有当场明说只是叫浮雨跟他走 片刻后两人来到了酒馆后院 白旗告诉他开酒馆的目的就是为了打探云上之城 因为妖族想要飞升上界除了渡过天节之外 只有两个办法可以达成目的 其一便是通过云上之城的生仙塔 其二就是吃掉身为天灵子的浮雨 文言浮雨询问为何那么想去上界 想到自己的经历白旗却陷入沉默 片刻后一脸落寞地说道 哪怕刚刚死在梦中也好 可浮雨却说岂能眼睁睁看他陷入险境 这话顿时让白旗不知该如何回应 但随即又故作轻松地叫浮雨早点休息 可当夜深人静之时 他却是在房内放下一封信件 随后带着包裹离开了酒馆 等到次日浮雨起床之时 见到留给自己的离别心 这才得知白旗已经出发寻找灵上之城 当即取出寻中灵将信件绑上 满脸焦急地根据指引找不上去 与此同时白旗早已丢失了幽眼兽的踪迹 但想起昨晚和浮雨在梦中的经历 顿时想到或许可以进入梦中寻找 而这一招果然有效再次进入了梦境 还意外地找到了梦境的结界 可当他想靠着蛮力将其打破之时 不仅毫无效果还被结界反弹所上 想到浮雨都能凭借自身将其打破 这让他顿时不甘地准备发动蓄力一击 可就在这时耳旁突然传出一个声音 告诉他强行打破梦境会伤害到原神 闻言白旗当即从梦境中回到现实 而刚才出生之人正站在身前 男人自称荒影还知道白旗乃是酒馆老板 虽然白旗对此人保持着戒备 可经过对方的一番解释也放下了戒心 当得知荒影有办法找到幽眼兽的踪迹后 更是满脸激动地询问起来 原来荒影早已在幽眼兽身上种下追踪蝶 只需跟着追踪蝶便能找到他们的笑话 当面对荒影提出结伴同行的邀请时 白旗更是满脸笑容地答应下来 可这一幕却被循着踪迹赶来的浮雨看见 看着这个突然出现在白旗身旁的男人 浮雨顿时察觉到异样眼神也瞬间变得严重起 如果第三者插足你和挚友你会怎么办 可怜的除妖师浮雨就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当挚友吃着新认识的朋友买的糖葫芦时 他躲在后面眼馋地流下口水 当他们在一起享用美食谈论风生时 他却只能蹲在树上啃面包 当他们一起结伴前去购买衣物之时 他蹲在门外被寒风冻地直打喷嚏 还为了不被对方察觉跟踪 只能四模四样地发出猫叫 但其实白旗心中并不是那么开心 见到四处乞讨的小孩又想到了浮雨 虽然对方一瓶如洗壳总是乐于助人 而白旗脸上的落寞也被荒影发现 随即吩咐电小二给小孩一些吃的 这相似的一幕瞬间让白旗动用 就连跟踪的浮雨也不禁开始质疑起了直觉 而当晚白旗二人入梦寻找幽眼兽后 白旗更是发现了荒影学士渊博 竟知道幽眼兽这种稀罕妖怪的秘密 修成人形可知晓一个人的前世今生所有梦境 这也让他更加坚定跟着荒影并能找到云上之城 与此同时浮雨却是蹲在树上默默观察 半想后当他准备找地方修复自身伤势之时 却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一个身形极快的身影在树上急驰而过 这让他当即决定偷偷跟上去查看 原来是荒影在向一群树妖购买地图 而对方也是正常地付出报酬 这一幕也让浮雨放下了戒心 认为荒影或许真的只是想带白旗寻找云上之城 随后决定不再跟踪先去找个地方疗伤 而荒影在将地图带回去之后 白旗也得知了他为何要找云上之城 原来荒影也是被族人抛弃之人 他去云上之城是想证明自己 此话一出白旗顿时感同身受 可他却不知当荒影转身出门之时 脸上却露出了神秘莫测的笑容 当次日白旗二人来到迷雾森林之后 手中的地图却让他们陷入了迷茫 符上并没有标记云上之城的位置 反而画了七七八八的记号 见状荒影提议不如先去标记点查看 与此同时福宇正在一处和边条里伤势 但这时身后传来一阵吵闹声 放眼望去竟是昨晚售卖地图的那群树妖 此时正在一边分着昨晚转到的林立丸 一边嘲笑昨晚的客人是白痴 此地根本就没有云上之城 这些年前来寻找的妖怪大部分都死在这里 这一番话顿时让福宇紧张起来 正当他准备教训这群树妖之时 却突生一扁 刚刚吃下林立丸的树妖纷纷倒在地上 眨眼间就只剩下一只幸免于曼 而福宇在查看后发现他们竟是重的了 随即取出炼制的丹药用来解 而他也从树妖口中得知他们为何骗 原来这些年总有外来者来此寻找云上之城 而居住在这里的树妖就成了逼问对象 已经有很多同族死于这些外来人之手 为了保护族人只好出此下策 得知真相后福宇当即决定前去寻找白妻 而另一边的白妻此时却见到了惊恐的音 图上每个画上记号的地方竟全是死去的妖怪 而他们现在也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 就在这时荒影找到了有生活迹象的痕迹 片刻后两人来到了一处村子 但入眼所见村中全都是一些妖怪 而且基本上都失去理智形同死尸 见此情景荒影提议先去梦境寻找幽眼兽的踪迹 可当他之身进入梦境之后 却发现此时的梦境和之前有所不同 但随即便召唤出追踪蝶开始寻找幽眼兽 可就在追踪蝶找到躲藏起来的目标之时 却被幽眼兽察觉到了身形 长老当即吩咐开启结界将梦境封闭 顿时入梦的荒影就被踢出了梦境 面对白妻交集地询问幽眼兽的下落 他只好将经过一五一时地告知白妻 但随即便安慰此时已经在云上支撑外围 很快还能再次找到对方的踪迹 可当他独自离开房间之后 却是飞身来到了妖村的上空 随后挥手施法将整个妖村封闭在了结界之中 男孩因身为蛟龙被赶出应龙一族 流落人间后便渴望重回天界证明自己 偶然间得知云上之城可通往天界后 便不顾自有地劝阻选择孤身前往 途中偶遇有过同样遭遇的妖怪荒影 而且一路行来对方如同人生之己 殊不知这只是荒影表面上的伪装 独自出门后便将整个村子困在结界中 这也让一路寻来的浮雨丢失了踪迹 正疑惑此地灵气奇怪之时 身后突然浮现出一个人影 老者声称他乃是这里的一棵古树 为了报答之前浮雨救了族中小妹 特意现身前来为他指路 只需跟着地上的光便能找到所寻之人 见状浮雨赶忙询问云上之城的真假 老者告知这里的确是上古之神的著作 只是上古之神已许久未现身 当浮雨还想继续追问之时 老者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只剩一个声音告诫他尽快离开此地 片刻后跟着指引浮雨总算来到了妖村 眼前的节节顿时让他明白寻宗林为何失去作用 为了不打草惊蛇决定隐藏气息进去探查 可随后在村中见到的妖怪竟都中了入梦树 就在这时突然前方传来了白琪的声音 这让他当即决定先隐藏起来 可就在白琪查看妖怪之时 荒莹感知到了身后传来的动静 随即挥出法术向着浮雨藏身之地洗来 瞬间就将他脸上的面具击落 而当白琪看清来人是好友浮雨 顿时一脸尴尬地给荒莹介绍 第三劝说此地待久了会有生命危险 眼见白琪即将被浮雨说懂 荒莹提议不如先救出这些昏迷的妖怪 此言一出白琪顿时一口答应下来 虽然浮雨还想开口劝阻 可白琪这时已和荒莹一同远去 还让他独自去另一边查看 见计谋得逞荒莹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而独自查看的浮雨这时也发现了端倪 这些妖怪入梦并不似幽眼受所谓 猜测或许是荒莹下的入梦树 与此同时一个身影正在高处俯视着他们 口中呢喃了一句外来者 随后便返回授权一组领地报告 得知有人闯入组长当即下令格杀勿论 当片刻后分头探查的三人回到原地 发现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将入梦树解开 浮雨断定师数之人实力远高他们 此话一出顿时让白琪心中惊讶 身后的荒莹也瞬间眼神变得锐利 随即告诉白琪有重要的事告诉他 不由分说地将他拉去了一边 之后不仅出言蛊惑白琪留在原地 等候幽眼兽将通往云上之城的通道打开 更是挑拨他和浮雨的关系 认为他们本就人妖殊途 而且回到天界两人再难有交集 这些话让白琪不禁陷入了沉默 而对于荒莹所说去了上界成为神仙就什么都有了 白琪却不知可否 毕竟他的目的只是想回家而已 与此同时躲在梦境中的幽眼兽已经坚持不住 体内的灵器没有获得补充 如今已快要哭泣 长老见状只好派出人手前去寻找梦境 片刻后当两只幽眼兽回复找到一处梦境充足之地 长老顿时大喜过望决定让族人一同前往 而就在浮雨已经查清洁界的目的 乃是引诱幽眼兽的陷阱之时 身前续空中出现了梦境通道 见幽眼兽一族向着这里急驰而来浮雨暗自着急 而见到纷纷进入妖怪梦境的幽眼兽 荒莹脸上却是露出大局已定的效果 这只妖怪不仅向除妖师求助 还使用治疗术为其疗伤 片刻前幽眼兽一族来到妖村 纷纷进入梦境开始补充灵气 殊不知此地乃是为他们设下的陷阱 幕后黑手荒莹正打算将他们一网打尽时 却被浮雨出手将结结打破 这一做法不仅让荒莹恼怒至极 就连白旗也出言质问浮雨 眼见白旗为了云上之城已经着魔 竟用这种卑劣的行为达成怒语 浮雨也是对其万分失望 当说出祝愿白旗顺利飞升成龙后 浮雨便转身向着村外走去 虽然白旗也想再说些什么 可他最后还是没有开口默默看着浮雨远去 正当他为自己的举动懊恼之时 荒莹却是出言安慰起来 与此同时兽犬异族的妖怪看着浮雨却陷入沉思 刚才他准备出手拯救幽眼兽之时 亲眼目睹了身为除妖师的浮雨帮助妖怪 这也让他对浮雨产生了一丝兴趣 但随即他便进入了幽眼兽的梦境阶级 见有陌生人近来幽眼兽大为惊恐 虽然对方声称是前来指引他们的兽犬异族 可他们经过刚刚的事情惊魂未定 并不怎么相信这样的说辞 就在这时突然一只幽眼兽哭喊起来 声称他的孩子陈梦还未逃出来 虽然担忧陈梦的安慰 可他们并不擅长战斗 见状长老只能带人向犬妖求主 哪知对方却说自己只负责指引他们 见犬妖拒绝幽眼兽想起了浮雨 可对方除妖师的身份却让组长忌惮 而舅子心切的幽眼兽根本不管这么多 当即溜出结界找到了浮雨 见其身负重伤便施展治疗术为其疗伤 希望浮雨能替他找回失踪的孩子 而另一边的荒影此时正在拷问抓到了幽眼兽 见其声称不知道云上之城所在 荒影顿时气急败坏开始施加酷刑 但门外等候的白气此时却陷入沉思 回想浮雨的话开始让他怀疑自己 而房内传来的惨叫声如同一把尖刀将他剥开 让他再也坐不住起身进屋希望荒影放了对方 可这个提议却被荒影一口拒绝 还告诉他为了引出幽眼兽已经将这里的妖怪全部陷进 这番话顿时让白气如雷灌顶 可想到对方也是为了找到云上之城 还是没有翻脸反而请求他将幽眼兽放了 可谁知荒影对此毫不理会 反而准备出手将幽眼兽杀掉 就在这危机关头 白气挥手挡在了幽眼兽身前 而他的举动也让荒影此时起了杀心 虽然白气身为龙族可他只是交融 而面对荒影这样的对手 只是交手片刻白气已落入下风 虽然荒影此时开口劝说白气 荒影的手段哪怕成为硬萌也是一种耻辱 剑撞荒影也失去了最后的耐心 随手向着白气发动了最后一击 可就在即将命中白气之时 一把快到只剑残影的长剑将其挡住 却是受伤的浮宇赶过来 前来寻子的幽眼兽也忠于母子团聚 剑浮宇再次搅拒荒影顿时万分脑梦 而使出权力的他根本不是如今的浮宇可以抗衡 眨眼间就处处显向还生 哪怕有幽眼兽一族前来支援 可浮宇最终还是不比 不仅被荒影的法术捆在空中 就连银尘也从手中掉在了地上 眼见浮宇即将被荒影吞噬 白气明知会被银尘灼烧 可还是努力地想将他扔给浮宇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走进银尘旁边 而且身为妖族却能毫发无损地将其拿在手 随即抬手就将其扔回给浮宇 这才让他凭借银尘逃脱束缚 虽然浮宇挺好奇对方的身份 但见来人一脸笑意声称前来帮忙 也就将注意力放在了身前的敌人身上 而就在这时一只箭矢瞬间射向荒影 来人却是犬腰的同伴月星 此番汇集三人之力再次大战荒影 片刻后三人总算将他制服 然而就在浮宇准备将其超度之时 一阵黑雾突然将众人笼罩其中 这是浮宇杀意最为浓烈的一次 因为荒影不仅挑拨只有白气和他的感情 还差点让白气踏入卑劣的深渊 还好只有最后及时醒悟过来 而就在浮宇高举银尘斩下的一瞬间 一阵黑雾急驰而来 瞬间将几人困在其中 待黑雾散去已没有了荒影的踪迹 而犬腰明居然和其交过手 之前对方进攻入云上之城 他们靠着剑林大人才将其打跑 没想到对方竟然将荒影就走 这让明暗自决定回去就给告组长 但随即便介绍持宫之人月希是他师父 而他乃是云上之城的守卫者 闻言浮宇看着身前疗伤的白气 随即询问云上之城的真假 当得到明给出的肯定回答后 便要求他们能将白气一同带走 可这一请求却被明一口围绝 哪怕白气身为龙族也不可能 面对月希好奇的询问 为何提出这样的请求 浮宇却说只是不想白气再为此深入险境 而且他现在已经时日无多 说完便再也坚持不住向着地上倒去 但瞬间便被一只手将他抱住 见到浮宇现在的情况 白气此时心中已将云上之城抛之脑后 只想带着他一同返回酒馆 可浮宇如今已是奄奄一息 当初为救白气强行破开梦境结界后 元神便已经严重受损 之后和荒影的大战更是加剧伤势 见浮宇命若玄思白气顿时悲痛苦 而浮宇再向白气提出最后的请求 希望他能吃掉自己飞升成龙之后 随着手掌滑落已经没了气息 眼见只有失去白气此时心如刀脚 可就在这十月希却发现了什么 伸手打断了白气的哀嚎 随后伸出手指点在浮宇额头 片刻后没了气息的浮宇再次睁开双眼 而之所以能救浮宇只因两人灵力同源 才可救其元神 见到浮宇死而复生白气却愣在渊 刚刚的一番生离死别顿时让他尴尬不如 但随即两人又开始了熟悉的相处模式 吵吵闹闹地准备返回酒馆 见事情解决明也着手打开通道 准备带着幽眼兽返回授权义子 可月希看着走远的两人却不知想到了什么 随着陈梦将故事讲完 此时白气也刚好买完菜回来 见陈梦修成人形满是意外 但一脸呆滞的浮宇也让他出言询问 得知陈梦为其打通前世的梦境 可以帮助他更快地醒来 白气也是郑重地向他道谢 而陈梦此次前来却另有目的 乃是为了履行千年之约 白气在叮嘱了猫妖梁声要出远门后 两人一同来到了极海深渊 到达此地白气便为陈梦套上地水去 随后化作龙族真身进入深渊 可刚进去迎面就是数不清的水刃 正当陈梦焦急万分之十 只见这些水刃打在白气身上不通不安 回想他们第一次来到这里经历九死一生 陈梦一场恼怒当初弱小的自己 而之所以来到这里也跟林有关 当年白气成为应龙之后 浮宇便消失不见 四处寻找也没有任何踪迹 直到有一天寻踪灵响了起来 可当他满怀希望向着指引急驰而去 最后却因为脱离晕倒在了地上 昏迷之际身前出现了明和陈梦的声音 等到他再次醒来后才知道没有看错 而在之后的交谈之中 当明得知浮宇消失不见 而且寻踪灵也没有找到踪迹 便断定浮宇肯定是已经死 随后他便向白气提出了交易 只要带他去一个地方作为交换 就给白气一根肋骨重塑浮宇的肉身 见白气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陈梦决定告知他们去到兽犬一族领地后发生的事 自从幽眼兽来到了兽犬一族领地后 总算不需要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而犬妖明和月曦也时常带着礼物前来看望 这也让陈梦不知不觉对明有了好感 甚至在朋友的怂恿下提出拜师的请求 而大大咧咧的明也是一口答应下来 虽然他作为师父很不着调 但两人却十分愉快地相处在一起 更是见到众多被接入云上之城的大妖 只是明的师父月曦总是神出鬼没 不过每次回来都会给明带上一些礼物 见陈梦对月曦甚至好奇 明便向他讲述了他们的相遇 甚至一脸得意地说第一次见面就被月曦定在树上 那时候的他瞧见月曦独自在河里洗澡 就打算悄悄偷走对方的衣服 可正当他自以为得手之事 却被月曦用剑定住衣服挂在树上 虽然他趁着月曦一个不注意 使用了金蝉脱鞘溜之大吉 但是后来却又选择缠上月曦 理由虽是衣服被赚坏了想要赔偿 可他其实是想跟对方学点本事 而月曦见他双手缠满绷带也十分好奇 得知是之前在餐馆做工被老板用开水烫伤后 便收下他作为唯一的弟子 虽然两人表面上是师徒 可明确觉得在月曦心中他肯定不只是徒弟 因为月曦不仅教他功夫 更让他发现了很多以前忽略的东西 有时月曦心情不好就会去投喂浮游 浮游虽招生慕死没有自己的意识 但在月曦看来浮游和人类妖族根本毫无区别 也会带着他在山巅观察小金怪的牵引 面对明义脸好奇地询问他们会去哪里 月曦只是告诉他终点不由他们决定 封带他们到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哪怕前路未知只要举足前行总会到达 每次月曦见到这些景象总会情绪低落 只有人间才会让他大为称赞 因为月曦觉得人类虽肉眼团胎却不会随风逐流 之后还和明约定通过护卫队考核就一起去看看 而当他们一同来到人间之后 明见到了与众不同的月曦 那时的他是发自内心露出喜悦 听完明和月曦的相遇陈梦满是羡慕 见状明也当即和他约定以后也去看看 此后日子又恢复到了往日的瓶颈 直到十年后的一天月曦突然造访 告知结界外有一栋邀请明前去调查 可当三人来到结界边缘之时 明却将打算一同前往的陈梦满了下来 虽然最后陈梦凭借祖传表情获得了同意 可他们却没发现一只追踪蝶从陈梦体内飞出 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即将关闭的阶级 而此时的迷雾森林正展开了一场屠杀 无数的妖怪被浓密的黑雾笼罩 眨眼间就被雾气吞噬没有了声息 见此秦景明首先想到的就是之前救走荒瘾的家伙 可十年前受犬族长向天狼族求助却被拒绝 如今仅凭受犬一族根本不是黑雾的对手 叶熙认为如今之际只能加固结界防止浓雾进入云上之城 而这一幕也让陈梦心中出现一股不祥的预感 与此同时迷雾森林的一处角落 两只追踪蝶正在四处寻找着什么 片刻后在一人的手指上停了下来 得到追踪蝶传信的荒瘾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嘴里喃喃到终于等到了 他们本是一师一友的挚爱亲朋 如今却因为灭族仇人形同陌路 当荒瘾找到进入兽犬族领地的入口后 立刻向救走他的黑雾禀告此事 而此人竟是之前浮予在无山放出的恶之影 这一消息顿时让恶之影洗上眉梢 随即赐下一盒密钥 吩咐荒瘾好好使用攻入云上之城 在密钥的帮助下荒瘾所向拼命 不仅将幽眼兽几乎屠路殆尽 就连强大的兽犬一族也死伤惨 更是毫发无损地杀进了兽犬族中心地带 虽然明竭尽全力挡在族长身前 可面对此时的荒瘾他毫无还手之力 而就在荒瘾准备将明两劫之急 一只箭矢从身后及时而来 瞬间就将他胳膊射断 然而在密钥的加持下 转瞬之间荒瘾已断之在身 眼见来人是云上之城的天狼守卫 族长连忙向着几人求救 可哪知他们却将族长无视 静止来到荒瘾身后确认其身份 随后在明不可置信的眼神之中 声称是前来接荒瘾进入云上之城 虽然此时的荒瘾并不相信对方 认为只靠自己也能进入云上之城 可天狼使者却说只有天狼族才能打开通道 除了他们其他人都无法触及通天塔 这番话顿时让荒瘾沉默下来 眼见荒瘾答应接受指引进入云上之城 明也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嘶吼着冲向荒瘾要他尝命 可瞬间就被人一掌击飞出去 而将他击退之人不是别人 正是一失一有的月曦 这一瞬间明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荒瘾几人已经向着云上之城飞去 而荒瘾脸上轻蔑的眼神 也让明心中愤怒不已 发誓一定要抓到他亲手将他撕碎 片刻后当明将受伤的族长安顿好 便提议带着剩下的族人离开此地 可却被族长已不能被信其意断然拒绝 而此番天狼族的举动也让族长感到奇怪 猜测云上之城或许发生了什么变化 决定让明前去查清真相 虽然明并非天狼无法进入云上之城 但兽犬和天狼在上古本是同源 族长甘愿舍弃生命用密法为明塑造天狼 而他最后的心愿便是为兽犬一族讨回公道 可正当明准备前往云上之城时 却发现城中开始四处弥漫农物 只要触及到生命便会将其化为干尸 而谨慎的族人告知农物是从节界破口涌入 现在已经向着前方挑起 而那个方向正是幽眼兽一族的气息地 与此同时陈梦正和母亲躲避着黑物 但眼见族人纷纷被戏成了干尸 黑物开始四处寻找活着的幽眼兽 母亲当即吩咐陈梦夺好它去引开敌人 说完便不顾低声哭泣的陈梦一把将它推开 随即冲出藏身之地向着黑物挑衅 当片刻后明感到幽眼兽一族气息地 见此时黑物已经汇聚在了一起 当即拔出佩刀毫不迟疑地斩下 已经蜕变为天狼的他瞬间就将黑物驱散 待黑物散去一具幽眼兽从空中落下 明见状当即张开双手将其接住 见是陈梦母亲心中更是悲痛 正当他以为陈梦已经遇害之时 前方传来了陈梦呼喊母亲的声音 一番寻找总算找到了躲在里面的陈梦 片刻后待他们将母亲和族人安葬好 今日之事两人心中虽悲愤不已 但更多的却是要让仇人血债血偿恨 兽犬一族世代为天狼族守护下界 可面对几乎将他们灭族的仇人时 天狼族却将荒影接入云上之城 而当明和陈梦终于抵达云上之城后 他们不仅没有见到天狼族长讨要道说法 还被天狼守卫耻笑一声的狗位 可这些打击并没有动摇他们的决心 四处打听后终于得到了消息 据说准备飞升的大妖全都聚集在飞升殿 而就在他们思考该如何进去之时 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却是月曦前来劝阻他们放弃行动 可授权一族的仇恨明岂能放下 哪怕月曦再三提醒危机重重 但此时明的心中已将他视如墨路 而当晚明还在思考如何混入飞升殿时 月曦却在风希院陷入沉思 路过的同僚见状也是上前打去 直言他最近变了性子 以往去下界接引的差事跑得最轻 今天居然会来帮忙布置结界 甚至调侃他莫不是有其他目的 但月曦却对此不予理会转身变走 声称与其多管闲是不如做好该做的事 身后的同僚文言却是轻笑几声 与此同时飞升殿内荒影正在大发雷霆 只因来到云上之城等候飞升已过去数日 见状身后的大妖当即出言安妇 一旁的侍者也赶忙招呼上财 正当荒影渐渐平息下来时 却突生一变 身后侍女猛然向他挥舞丽人 而此人乃是名所假扮昏弩 但他的刺杀却被荒影轻易瓦解 哪怕他如今已经蜕变成为天狼 可依旧不是荒影的对手 转瞬间就被一掌轰出飞升殿 见此情景名当即使出最后的杀手锏 一阵烟雾过后露出了天狼真身 见是天狼重守卫也是纷纷出手 虽然名闪转藤挪躲避掉这些攻击 还找到机会杀向身前的仇人 却还是轻易被荒影找到破绽 一招就将其重创倒在地上不知生死 而就在守卫准备将其捉纳至极 空中却是炸出一团刺眼的亮光 带光芒消散地上早已没有了名的身影 片刻后带守卫将此事禀告组长 对此组长下令务必将闹事的天狼抓住 此时月希提议不如先让荒影飞升免生事端 身后同僚也是出言附和直言荒影经常闹事 而组长三思过后也是欣然陨墨 与此同时在月希的房内 身受重伤的名悠悠醒来 剑已被包扎好伤口猜测定是月希所谓 可正当他准备叫醒昏迷中的陈梦时 却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动静 声响来源正是四处搜查他的天狼守卫 而就在来人即将推开月希房门之时 手下前来禀告让其前往飞升殿 安抚布满荒影提前进入通天塔的重要 这个消息顿时让明心中一惊 若是让荒影进入通天塔那么此生报仇无望 此时明的心中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当次日来到荒影飞升前一刻 明在经过陈梦尽力施展治疗术后 悄悄打晕了一名天狼守卫 随后跟上了前往通天塔的人群 虽然仇人就在自己身前树 可明却在等一个一击毙命的机会 当荒影踏上通天塔即将飞升之际 明终于不再压抑自己的目睹 在众守卫焦急的呼喊声中 对着空中无处躲避的荒影舍身一击 而看着明即将踏入法镇月希却满脸惊恐 但转瞬之间他便回过神来 不顾同僚声嘶力竭地劝敏 施展权力强行催动法镇 随着通天塔启动也将明阁绝在镇外 而镇中的荒影却是面露痛苦地消失在空中 这一变故顿时让明不知所说 但月希此时却是满脸的如是重负 而他强行催动法镇也让通天塔毁于一旦 为此被判处囚禁在极海深渊受万妖啃事之行 明也因闹事被押入大牢择日处死 通天塔本是妖族飞升天界的捷径 可却被月希强行催动法镇毁于一旦 因此他被判处囚禁极海深渊受万妖啃事之行 明也因闹事被押入大牢择日处死 可这天月希的昔日同僚却来到牢房 告知明通天塔底部有个秘密 可以让他明白月希的所作所为 也能真正认清天狼族 说完便不顾明再三追问转身离去 可就在明被这些话搞得心烦意乱时 陈梦却带着牢房的钥匙出现在面前 而钥匙也是从刚才的那人手中得到 当陈梦将束缚明的锁链紧开 便立刻催促明一起离开这里 但明却说还有一件事办完才能走 等到他独自一人来到通天塔 此地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只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 然而明没有任何的犹豫纵身月下 可刚一落到洞穴底 他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借着光一柄熟悉的长剑出现在眼前 仔细端向后竟是剑林大人的佩剑 顿时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而生前的干尸也告诉了他答案 这让明在震惊之余也知道误会了月曦 直到后来他和陈梦遇见了昏迷的白旗 他便向白旗提出了交易 用自身的天狼骨换取前往姬海深渊 而当三人来到目的地后 明却让白旗将陈梦带走 知晓月曦心意的他决定留在这里 虽然陈梦也想要留下 可明却没有答应只是告诉他好好活下去 千年以后再来这里接他们 随后便兑现承诺凝聚天狼骨 将之交与白旗重塑服于肉身 但此地竟是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妖物 可就在此时白旗却看到了什么 这一发现顿时让陈梦焦急起来 而前方的人影正是明和月曦 然而面对呼喊他们却毫无反 这时白旗告诉陈梦他们已经离开很久 这个消息让陈梦再也止不住泪水 而白旗却是对着明发动了速毁 一瞬间再次回到了当初分别之时 在明独自进入极海深渊之后 迎面而来的只有无尽的妖物 但为了找到一师一友的月曦 他的心中没有丝毫的推理 终于数次苦战后他找到了月曦 虽然他的到来让月曦万分诧异 可得知明已经去过通天塔底部 月曦也不再保留将云上之城的秘密告知 原来以前云上之城的确是通往上界的结局 而天狼族每次将神选者送入通天塔 上界都会降下纯净的灵力作为奖励 这也导致天狼族失去了净化灵力的能力 可随着神选者慢慢消失不见 天狼族也因为灵气不纯变的虚弱 为了自救他们将族人送入上界 希望神明能注意到他们的现状 而当族人进入通天塔后天上果然再次降下灵力 可正当他们喜悦时 空中却落下族人榨干灵力的尸体 这时他们才发现通天塔顶部有传送法阵 符合条件便能通过法阵到达上界 反之则会被榨干灵力而亡 为了让天狼族生存下去 他们开始在下界四处寻找大妖 将他们送入通天塔换取纯净的灵力 而这些秘密只有天狼守卫才知道 所有知情的天狼都被下达封唐令 除了去下界接引神选者 天狼族人不可离开云上之城 但通天塔每吸收一个神选者 便会在下界释放恶气 这也将迷雾森林污染成了死亡之地 得知真相后明不免低声自嘲 半想后正荡月希认为明对他失望至极时 明却说自己会留在这里陪着他 这一瞬间月希不禁瞪大双眼 但明却是露出爽朗的笑容 告诉他会一直在这里守护着他 直到千年所断带着他一起离开这里 随着回忆的结束两人久久无言 片刻后白希在虚空中寻找着什么 原来他是想为两人倒一杯酒 此酒名为安魂 只为静这千年时光无怨无悔 随着白希将酒水倒在地上 明和月希也化作一片星光消散 当白希次日接浮雨放学之时 突然从身边冲出一个男孩 直直地跑向几人前方的身影 一把将其搂在怀中 颇为自来熟地邀请对方逛街 可这位白发转校生对此却不感兴趣 但男孩没有气馁反而继续纠缠 就在两人路过一家烤肉店时 瞬间转校生盯着烤肉走不动到 而男孩则是抓住机会上前询问 得知双方的爱好都是喜欢吃肉 两人立刻变得犹如多年未见的好友 这个小屁孩已经连续做梦多日 每次睡着后梦中都会出现一个身影 刚开始只是被对他喊着除妖师 直到这晚他再三追问之下 男人终于转过头来声称找到他了 当看清对方浮雨瞬间从床上惊醒 面对听到惊呼赶来的白希 他满脸泪水地说自己见鬼了 等到浮雨将所见之人画在纸上 白希看着这张脸总感觉有些许熟悉 片刻后他总算想起对方的身份 告诉浮雨要想解决此事得去一个地方 而当他们来到旅游圣地屋镇 浮雨明明之前并没有来过此地 可看着眼前的景象总感到熟悉 好似多年前来过这里一样 一股久远的记忆瞬间充斥脑海 可下一秒他就直直地向后倒去 就在白希心中焦急万分时 身前突然出现一个身影 而来人却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叫上白希跟他走 片刻后当他们将浮雨安置好 白希这才开始和对方酗酒 男人被白希称呼梦先生 此前便是他一直在浮雨梦中出现 而他此番呼唤浮雨便是为了完成约定 得知意图后白希随即施展速毁 多年前梦渊还是个教书先生 应长相严肃教学严苛声名远播 但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夫子 却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儿子梦游 时常从课堂上溜出去游玩 而且每次回来手都无饼脏 这也导致梦游时常被父亲惩罚 还被同窗耻笑他不许无数 然而梦游其实异常的聪奋 当同窗多次观看都还未寄出文章时 他只看了一遍就已经了然一心 可哪怕是这样也还是被父亲赤死了 平日里的一言一行也会遭到呵斥 而当他有次在家中练字时 因父亲觉得写的字过于丑了 再次出言打击梦游之时 瞬间让梦游积累在心中的愤怒爆发 直言自己不配当梦先生的儿子 随后不顾父亲的呵斥想要离开家门 而面对父亲说的读书才会有出息 梦游却是嗤之以鼻 可当他为自己的举动懊恼之时 梦游却说父亲从来都不在乎他 随后便哭着跑出了家门 等到夜晚过了饭时都还未回来 不自在家的梦游也坐不住了 眼见外面此时下起了大雨 心中也不免开始担心起来 片刻后还是决定出门寻找 另一边的梦游这时还在云中独行 父亲的责备一直在脑中挥之不去 可就在这时一旁传来了呼喊声 仔细聆听后才知是有人落水 而正当梦游赶到事发地方忙营救时 却突然听见身旁人的交谈 口中的话顿时让他一瞬间愣在园里 原来落水之人正是他的父亲梦渊 这老夫子竟旁若无人地睡在大街 而当他醒来后顿时一脸诧异 心中猜想或是昨晚找儿子累倒 连忙起身急匆匆地往家中赶去 结果刚进家门就发现离家的儿子已归 随即故意咳嗽几声想引起注意 可哪知儿子对此却是充而不闻 正当他以为儿子在假装听不见 打算出手教训之时 却发现手根本碰不到儿子的身体 而就在他为此疑惑不解之际 桌子上的灵魏告诉了他答案 他这才明白自己已经死了 等到他离开家门走在大街上 心中却还有一事放心不下 随即来到平日里上课的书院 见到孩子们有了新的教书先生 心中这才将记挂之时放下 片刻后的镇子后山 孟渊此时正躲在这里低声哭泣 这时身旁草丛响起一阵怯怯思语 当见到被发现之后 草丛内煞食冲出几只妖怪 还一脸笑意地询问他为何不去投胎 得知孟渊还在记挂家中柚子 吉妖随即决定想个办法帮帮他 而洋葱提议不如将他变成妖怪 这一件一顿时让吉妖赞不绝口 当即叫上孟渊跟他们去一个地方 当几人来到森林深处的一座庙里 就在孟渊看着墙上的面具一祸时 一盘的狐妖告诉他 只要戴上面具就能变成妖怪 然而话还没说完 孟渊就迫不及待地戴在头上 这时他才得知面具戴上就取不下来 而刚戴在头上的面具乃是长妞 是当时歌舞杂耍的搞笑艺人面具 但是已至此也只能接受 等到他戴着面具再次回到家中 孟渊还在林卫前哭作 两久之后孟渊总算有了动作 对着林卫向父亲告辞 还自言自语说有其他人在等他 这让孟渊决定跟着儿子看看他都在做什么 然而当孟渊路过平日的书院 却没有进去上课 而是低头向着远方跑去 甚至搭上了离开镇子的马车 跟着马车来到了一处急市 虽然孟渊如往常一样拿出路费 可这次大叔却没有收下 只是告诉他要好好活着 这一幕顿时让身后的孟渊难受 想到身为父亲竟什么都没有留下 可当一直消沉的孟渊将钱收好 抬头后已经像变了一个人 怜气满满地向着路人打起招呼 告诉对方最近市场上面哪些户物比较稀缺 还有人上前一把将他拉去店内 让其帮忙算下最近的账单 见到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据 孟渊顿时头皮发麻 可片刻功夫孟渊却已经整理完毕 这时孟渊才知道儿子心算如此厉害 以前总是以为他愚笨贪婪 之后更是发现了孟渊的经商天赋 知道该如何包装商品才能更好售卖 集市上的人几乎都认识孟渊 这些事不禁让孟渊老怀欣慰 可父子俩这一路行来 却没发现身后跟着的浮雨和白起 虽然对方身为鬼魂 但浮雨却没有出手 而是决定在观察一段时日再做打算 等到夜深人静之时 孟渊见到屋中还点着蜡烛 好奇之下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只见儿子还在桌前忙碌着什么 凑近后才发现金氏在编织手工 他这才知道为何儿子总是攻妖驼 但这时孟渊坐着坐着却哭了起来 他做这些都是想改善家中的生活 可如今父亲已经不再赚再多也没有 这一刻孟渊能做的只有紧紧地抱住哭泣的 他终于理解了儿子的所作所为 这只妖怪竟不知死活要找出妖师 只因儿子看不见如今身为妖怪的他 当他和自己的妖怪伙伴求助后 杨聪告诉他是因为法力低微 在别人眼中他们就是普通的蔬菜 只有除妖师才能看见他们 这让他顿时激动地询问起来 但这一举动煞事惊呆了一群小伙伴 虽然再三叮嘱他不要去找除妖师 否则肯定会伸手一出 但为了能够陪伴儿子成长 孟渊还是打算一意孤行 随即开始在街上向着路人询问 希望能找到所谓的除妖师 可连续寻找多日也不见成效 就在他为此开始心灰意冷之时 想到儿子如今已是孤身一人 当即再次振作起来 决定靠着畅忧的方式来寻找 开始在大街上放飞自我 将心中那多年的矜持全部抛之脑后 直到这天他来到一家酒楼 店内此时已是人山人海 身为除妖师的福宇和白旗也碰巧在二楼迎酒 当台上女子一曲唱吧 他赶忙趁着人多来到舞台中央 将披在身上的袍子一把扯下 瞬间一身奇特装扮的孟渊出现在台上 这一幕顿时让喝水的白旗一口喷了出来 止不住地笑得潜伏后影 而当浮宇转头看向舞台后 瞬间见到直勾勾盯着他们的孟渊 也想起对方是之前在急事见到的鬼 见找到所寻之人孟渊急忙换装 向着两人所在之处飞奔而来 直直地来到白旗身前占地 询问白旗可是除妖师 眼见浮宇并不想多管闲事 白旗当即决定先冒认一下身份 然而后果就是被浮宇修理了一遍 等到几人重新认识之后 浮宇还在沉思该如何之时 白旗已经被感动的声泪俱下 当浮宇在三项孟渊确认之后 还是决定出手帮忙 随即取出随身携带的除妖路 选中了其中的血缘器 随着咒宇的结束扶植也随之完成 当在其中加入孟渊的心头之血后 浮宇将其交予孟渊 告知他只要带上符咒儿子就能见到他 但也只有他儿子能看见 当想要断开血缘器就用符咒召唤他便可 等到孟渊带着符咒回到家中 顿时见到了让他火冒三丈的场面 两个泼皮竟敢欺负他的幼女 随即发挥如今的长处 仗着对方看不见自己 捡起地上的木棒就是一阵修的 这一幕也将两个泼皮吓得够强 口中大喊着闹鬼连滚带爬的赶忙逃跑 而正当孟渊准备向他道谢之时 见到他戴在脸上的长幽面具 瞬间一脸的忍俊不惊 捂着肚子发出一阵开怀大笑 如此活泼的儿子孟渊也是第一次进到 想到自己活着的时候整日都是批评 这也难怪孩子不敢在面前嬉笑 但就在这时孟渊突然叫住了 询问自己该如何称呼他 此话一出瞬间让孟渊不知该如何回应 赶忙向着院外走去 思索着若是出生肯定会被认出来 不如就以昌忧的身份跟儿子相处 而他刚才的做法却让孟渊以为是不会说话 孟渊见状顿时心领神会 赶忙点头回应正是如此 这个教书先生意外落水而亡 但因不放心家中幼子独自生活 宁愿成为孤魂也不去投胎 幸好在一群妖怪的帮助下 他化身昌忧从此长留人间 但因为法力低微不能试人 为了能让儿子看见自己 不惜去寻找除妖师求助 而身为除妖师的福语在了解事情后 便给了他一张血缘器 凭借这张符咒儿子孟渊终于看见了他 可他想到自己活着的时候异常严苛 为了不被儿子发现真相 所以决定以昌忧的身份相处 当孟渊次日一早起床之时 发现昨日被破皮打伤的脸已经贴好膏药 而且桌子上还放着热腾腾的饭菜 顿时心中一惊 还以为是家中父亲起死回生了 可四处寻找却是什么人都没有 只是院中多了一只被五花大绑的眼睛 而这正是孟渊连夜去山上抓的 此后孟渊时常能收到一些礼物 有时是一篮子水果 有时是一尾鲜活的鱼儿 而做了这些的孟渊 此时身上也是破破烂烂 但这也让他决定好下次送什么 几日后孟渊又再次收到了新衣服 而这天当孟渊准备送上大鹅时 家中大门却突然打开 见到儿子此时开门出来 孟渊顿时躲进身旁草落 然而孟渊早已发现了他的身影 在确定最近都是他时常送东西过来 便询问可是想要什么报仇 见他什么都不想让孟渊甚是一步 哪知对方这时在他脸上扯出一个笑容 聪慧的孟渊顿时明白过来 他是想看见自己脸上的笑容 此后孟渊便时常跟着儿子 甚至还跟着一起去祭拜自己 见到儿子因思念难过落泪 便运用从妖怪朋友那里学来的法术 让干枯的桃枝开出艳丽的花朵 虽然法术的神奇让孟渊异常好奇 可每次只要想到父亲 还是不免情绪低落 见状孟渊也是想尽办法逗儿子开心 本以为日子会这样一天天过去 直到这晚孟渊邀请他在家中留宿 吃饭时他习惯性地搅动午饭 顿时让孟渊察觉到什么 这和父亲如出一辙的习惯 让他在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当即趁其不被想要摘下面具确认 可哪怕他使出全力却纹丝不动 脸上的面具犹如生根一般取不下来 等到夜深人静之时 孟渊躺在床上却是辗转反侧 因为直到现在他才慢慢了解了儿子 而就在这时门外却传来了动作 等到他出门查看才发现 确实孟渊竟还在院中哭作 见他到来孟渊便邀他一同坐下 希望能陪着自己说说话 随即讲起自己从小调皮倒战 但每次被揍母亲都会帮着他 可是后来母亲因没钱治病去世 那时他就发誓一定要挣大钱 不想以后父亲生病再重蹈复折 虽然知道父亲对他眼里也是为他好 可就是忍不住想要对着干 说到这里孟游浑身颤抖起来 认为都是自己任性才害了父亲 如果那天早点回家也许父亲就会没事 但就在这时一只大手放在他头上 孟渊出声告诉他这不是他的错 听见这熟悉的声音孟游瞬间愣住 再三确认真的是自己的父亲 这一刻父子二人终于敞开了心扉 之后的日子又重新回到正面 随着回忆的结束白棋取出这丝记忆将其保存好 而孟渊脸上的面具也随即出现猎物 随着畅忧面具的掉落 孟渊终于从妖怪变了回来 这时白棋为他倒上一杯酒 而这杯酒叫做来生 里面融入了浮雨的法律 磕下便能解开符咒进入轮回 此时的孟渊心中已了无牵挂 当即仰头饮下杯中之酒 直言真是期待来生会是什么样子 这小屁孩原本只是发烧陷入昏睡 当老父亲白棋为他注入收集来的记忆 虽然片刻后便已退烧 但此时白棋却察觉到其他变化 等他将房内的灯关闭 顿时发现浮雨变成了夜光灯 尽管这一变化白棋有些忧心 可当他绞尽脑汁也没想出办法 心大的他决定顺其自然 任由浮雨独自一人在旅馆睡觉 他则开始享受自己的美食之旅 等到三日后浮雨醒来 只见床上摆满了纪念品 虽然心有不甘也想出门体验一番 但下一秒却因为虚弱又晕倒过去 等到白棋将他带回酒馆后 一屋子妖怪满脸好奇地看着他 得知浮雨并没有不是指示困 还叮嘱他们出门时计的关灯 急要顿时面面相许 然而当时间来到深夜 浮雨身上的亮度持续增加 片刻后房间内炸出一阵烟雾 待雾气散去 小浮雨已经变回了成年状态 等到早上白棋推门进来 刚一掀开被子就大吃一惊 此时的浮雨进不着片履睡衣也变成碎片 当浮雨收拾完毕出门上学后 白棋发挥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 在他一通花丽胡哨的操作下 白大师完成了他的作品 成功将睡衣变成了马桶圈一样的围景 还收获了一波猫腰梁生的嘲讽 并且适时地拿出一张海报放在桌面 当白棋仔细端向后 眼中早已被三折二字填满 竟是商城老板被小姨子骗去画漫画全场大甩败 立即决定周末就去采购一番 当周末梁生知道只有浮雨才有新衣服 马上开始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 平日都是穿浮雨的旧衣服 要么就是酒馆的工作服 唯一的衣服还是千年前奶奶做的 见状白棋只好无奈地答应下 声称自己好穷的最多一人一件 然而当三人来到了商城 浮雨和梁生信冲冲地跑向电玩城时 浮雨刚一踏入这片区域 脚下却悄悄发生了一片 林立顺着地面直达地底 昏暗中一人缓缓睁开了眼睛 片刻后当白棋准备拉着两人选购衣服时 浮雨这时听见有人在唱歌 而且歌声在吵闹的商城尽清晰可恶 顺着声音看去却是一个奇装异服的小孩 正当浮雨跟上去准备看得仔细时 却发现刚刚的小孩瞬间失去踪迹 顺着耳边断断续续传来的歌声 浮雨再次找到了对方 就在他猜测歌曲的意义时 那孩子居然站在扶手上行走 而下一秒突然脚下一滑 直直地从楼上掉了下来 这一幕顿时让浮雨心惊肉跳 救人心切地他赶忙冲上去想要营救 而就在他感觉距离不够至极 商城内突然炸开一团烟雾 烟雾中成年状态的浮雨成功救下了海 可男孩却露出计谋得逞的笑容 在出言嘲讽浮雨是个笨蛋后 缓缓消散在了他的怀中 正当他为此疑惑不解之事 手上突然被戴上了白金水镯 被佛波勒以影响世容代表 片刻后广播传来寻人启示 得知浮雨被带去了保安室 白奇顿时急匆匆地打不过去 刚开门就见一个人影急驰而来 这让白奇顿时以为是被人偷袭 刚准备来的大脚抱舍 来人却已经一把抱住他的大脚 浮雨满脸泪水地哭诉刚才的遭遇 半想后当白奇从佛波勒口中大指得知经过 顿时明白那碗浮雨也变大波 而浮雨口中那个神秘的男孩也让他陷入沉思 这时两位佛波勒对视了一眼 随后一脸神秘地来到白奇身前 告诉他只要出示医院的证明就可以放心 然而白奇闻言却是戴上墨镜 并用法术修改了两位佛波勒的鸡 这才愁眉哭脸地准备带浮雨回家 他曾是除妖诗中的天花板 如今却因为影响世荣被抓走 当老父亲白奇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便靠着法术修改记忆将他救出来 随后一个电话打给了陈梦 听见白奇讲述浮雨不仅变大了 而且身上还散发蓝光成为了夜光灯 痴迷炒鼓的陈梦顿时呆住 当有熟悉的妖怪靠近就会产生共鸣 会让浮雨更快恢复记忆 只是最近可能会遭遇各种怪事 虽有陈梦做宝可白奇还是决定检查一番 发现浮雨虽然变回了成年状态 可思维却还是小朋友 而以前的记忆也并未恢复 面对这样的情况白奇心有不感 再三追问浮雨可有觉得哪里奇怪 谁知浮雨闻言却是瞬间激动起来 觉得最奇怪的就是白奇 不仅变矮了好像还失业 这一番话顿时打消了白奇心中的警惕 片刻后当他重复于口中了解到事情的详细境 当即决定夜晚便去商场调查清楚 等到夜深人静之时 商场内出现了一个神秘男子 就在他躲避巡逻的保安室 却因为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暴露了位置 从而被保安发现 在经过一番你追我赶后 总算在你厕所甩掉对方 而此人乃是一个狗仔 被人雇佣前来收集明星黑料 此番前来便是为了盗取监控 想借此能够大赚一笔 与此同时白奇也来到商场内 在施展法术仔细探查后 却没有感知到任何妖怪气息 但看着头上无处不在的摄像头 白奇想到了办法 当即来到监控室将保安弄晕 抬起桌上的显示器就准备开溜 但就在此时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人 正式前来盗取监控的狗仔 见被人杰足先登顿时恼目 刚想好好教训一番白奇 但下一秒一丝电光闪 他便已经躺在地上不省为时 白奇在吐槽对方硬堂发黑一脸短印象后 信心满满地带上战利品离开 可当他满脸自豪地催促量身查看时 低头黑线的量身却在心中吐槽白奇是电脑白痴 而倒霉的狗仔不仅睡到天亮被保安发现 替白奇背黑锅赔偿丢失的显示器 更是在之后回家的路上 只是随意踹飞地上的石子 在一连串连锁反应下 导致高处掉落一根钢板 眼见就要命丧当场 却被身后突然出现的手掌一旁推开 虽然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但也因为剧烈地撞击晕倒过去 等到次日被路过的大夜叫醒后 他这才满脸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刚想寻找救命恩人表示感谢 可这时雇主再次打来电话 询问事情进展的如何 顿时让他怒火中烧当即决定要挑选 可就在他生着闷气回家时 却没注意到身后突然出现的事 另一边的木巴商场内 昨日戏耍俯语的孩子再次出现 旁若无人地在商场内四处闲逛 还当着顾客面吸食美食的味道 等到顾客品尝食已经如同嚼烂 而他的做法也暴露了自己 在几日后福宇他们从新闻中得到消息 商场内最近接连出现怪事 从新闻中饭馆外再次见到男孩的身影 见福宇断定那天见到的就是这个孩子 白气和梁生这才察觉那孩子是个不 他平日里靠着网络造谣为生 可自从上次接了一个任务后 不仅接连倒霉还差点丧命 虽然这些事让他决定放弃任务 但转头还是一如既往地在网络上煽风点火 而这天当他和上家汇报情况时 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无耻之吐 转身查看屋中却是空无一人 正当他以为是压力太大出现幻听 却见到身旁的窗帘无风自动 心中顿时明白帘子后面藏有东西 在好奇心驱使下还是决定掀开瞧瞧 谁知刚一掀开瞬间串出什么 却是一条红绸将他捆个正着 身前还出现一个女子的身影 满脸怒意地质问他为何做家事弄权有为良心的事 这一变故顿时将赵偶吓了一条 身上的红绸拉了回来 女子却是挥舞起手中长枪 稳稳地停在了他的身前 见他低声求饶女子不知想到了什么 半想后解开了束缚赵偶身上的红绸 询问他身上为何有主君的气息 听见询问赵偶一脸怒 而女子在仔细端向他一番头 也不免开始怀疑起来 虽然眼前之人外貌和主君有些相似 但他和主君的德行却是相差甚异 顿时心中断定两人绝无任何关系 随即便转身叫赵偶送自己回去 此话一出赵偶也是一脸猛的 眼见女子直接穿门而过 捡回一条小命的他暗自松了口气 然而当两人走在繁华的大街 赵偶也在心中猜测女子的身份 对方一身古代将军的打扮 而且对现代事物毫无认知 但就在女子横穿马路时 一辆货车却冲着他急驰而来 赵偶见状连忙高呼醒醒 可当货车从身前呼啸而过 路上却是没有了任何踪迹 这不禁让他陷入一锅墨飞嘴也会被中心 拿料高处却传来一声嘲笑 声称自己可不是遇到危险都不会躲得傻话 这番话瞬间让赵偶想到了什么 莫非那天是被他所救 而这时女子却已经回到地面了 叫她不要发呆继续走 可直到日落黄昏 两人都没有找到当初的下葬之地 见女子也是毫无头绪 累得不清的赵偶赶忙询问可有什么印象 女人在一番思索后想到了什么 之前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被小姨子骗了 猜测或许是在衙门附近 赵偶却突然想到木八商城的三折火 猜到目的地的他随即叫上女子跟他访 另一边的木八商城内 男孩正一脸好奇地盯着眼前的王军 恰逢此时店内开始促销活动 瞬间吸引了贪便宜的中年大妈 眼见一群人争先恐吓地冲了过来 男孩站在原地看着这一面 却是瞬间陷入了呆滞 久远的记忆再次从脑海中浮现出来 将他吓得瘫倒在地瑟瑟发抖 口中喃喃道不要杀我 等到夜深人静之时 浮宇一行人也来到了商场 此番三人前来正是为了抓住男孩 在吩咐良生守好大门后 白奇便施法打开商场带着浮宇进去 而在另一处入口 赵偶两人也终于赶到商场 女子刚来到这就感觉有些熟悉 随即招呼赵偶一同进去看看 正当他准备穿墙而过时 却发现赵偶打开了身旁的通通管道 直言自己不会穿墙只能这样进去 而在监控室内显示器上 这时出现了三个声音 刚刚进去的浮宇正是一把扯住白奇 告诉他身后好像有什么在跟着他们 男孩意外从商场高处坠落 可他非但没有感谢救命恩人 反而还开口嘲讽浮宇是笨蛋 只因男孩现在根本不是人类 而是早已死去多年的一缕残魂 可当他准备再次捉弄浮宇时 再仔细端详浮宇的长相后 却是一瞬间愣在原地 紧接着双手抱头发出一阵哀嚎 因为眼前之人竟和记忆重叠 一丝久远的记忆再次从脑海中苏醒 明白过来的他顿时改变主人 看着浮予一阵的咬牙切齿 声称都怪他放走了坏人 随后施展法力开始汇聚煞气 瞬间无数的煞气从地底翻涌起来 与此同时赵偶二人也进入商场 之前被女子称夫主君一直让赵偶很是在乎 便出言询问之前提到的主君究竟是谁 女子只是告诉他那人是他最在乎人 但想到如今苍海桑田脸上不免神情落寞 见状赵偶正准备出言宽慰 可这时商场却突然震站起来 眨眼间天花板就裂开了一道牢 地面也随之发生了灯塔 毫无防备的赵偶瞬间跌落其中 女子虽有心帮忙却毫无办法 另一边的浮云也遇到了同样的变化 而身为硬龙的白旗也晚了 顺着煞气的源头他来到一处武战场 但入眼的竟是无数将士的残涵 这顿时让白旗焦急的呼喊起来 而跌落这里的赵偶却碰巧被砸醒 刚才的经历完全超乎他的认知 就在他还在为此一迫时 耳中传来一阵的呼喊声 顺着源头看去正是寻找浮云的白旗 见到此人赵偶顿时火望三丈 自从遇见他就一直开始倒霉 随即一把抓住白旗出言至无 但此时的白旗根本无心和他纠缠 想到自己如今被困在此地 浮云或许会遇到未知的危险 顿时撒鸭子继续寻找起来 而另一边的浮云此时还在昏顺 只是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睡梦中出现一段久远的记忆 当时他受人之拖前去处理闹鬼的鼓战场 但却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 被听说此事的大娘找到踪迹 告知他该如何前往目的 而当他真正踏上旅途之后 途中经过一处殿桌 见经过的百姓纷纷上前祭拜 便好奇地询问过路的女人 得知是为了祭拜一位信送的将军 百姓念他庇护一方本打算将他厚葬 可却没有找到遗体 只找到了佩剑 听说那将军死后不久战场便开始闹鬼 而就在伏宇还沉浸在梦境中时 身前却缓缓走来一个人影 正是刚才汇聚煞气的男孩 只见他眨眼尖手中便用煞气锯成利刃 脸上也露出一丝得扯的笑容 随即挥动手中利刃便要将伏于两斤 可下一秒伏宇身上的龙铃不紧将气躲 还瞬间将男孩击飞出去 眼见被护身辅足党功败垂成 男孩顿时心中焦急起来 可这时耳边传来一声力合 看清来人男孩先是一愣 随后发出一阵笑声 一脸嘲讽地说道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宋英宋将军 见对方认识自己宋英刚出言询问 男孩却是已经挥舞煞气利刃逼近 可瞬间他好似感觉到什么 随即化作一阵黑雾缓缓消散 这时宋英也发现了一眼 空中一道亮光向着这里急驰而来 落地瞬间已将宋英和浮宇隔开 来人正是白旗和同行的照顾 就在宋英还在猜测来人身份时 白旗已经焦急地开始呼喊浮宇 见浮宇并没有受到伤害 他这才将悬着的心放下来 随后一脸不善地询问宋英 质问此地幻境可是和他有关 眼见两人之间的气氛越发凝重 赵欧赶忙出言替宋英解释 这才避免了一场龙争虎猫 而宋英也说出了刚才看到的孩子 白旗顿时明白此地和那孩子有关 可正当他准备施法寻找出口之时 脚下却瞬间浮现出了一个反正 将几人禁锢在这处幻境之中 曾经的顶尖除妖师浮宇 如今却被自己的阵法所困 片刻前当白旗施法寻找幻境出口时 却意外将往生法阵启动 导致他们暂时被困在其中 而就在几人还在研究阵法时 罪魁祸首的男孩却悄悄显露身形 随即施法将周围的煞气凝聚在一起 悄无声息地向着几人急驰而来 瞬间将毫无防备的颂音牢牢捆住 眨眼间他就被无尽的煞气淹没 眼中失去神采变成傀儡 弯腰将身前的弓箭捡起 然后将其瞄准无所察觉的符 而就在箭矢射出的一瞬间 白旗煞事察觉到一样 口中急切地呼喊浮宇小心 手上也连忙施法将箭矢打断 这才让浮宇逃过一几 眼见宋英已经再次拉弓大剑 白旗连忙上前一把将其制止 这时他才发现宋英已被人控制 而刚才的男孩却还不罢休 请客间地面钻出由煞气凝聚的冤火 向着几人开始步步逼近 白旗虽心中明白是那孩子暗中导火 但见到浮宇陷入危险 心中顿时焦急万分 可这时他却被宋英出手阻拦 毕时间根本分身伐术 而手无寸铁的浮宇和赵偶也被包围起来 一道冤魂嘶吼着同身后偷袭 瞬间就将浮宇打倒在地 脸上也被划出一道伤口 可随着鲜血滴落地面 往生法阵瞬间金光大盛 周围的冤魂也随之消失殆尽 与此同时和白旗缠斗的宋英也出现一样 沉睡中的意识传来一阵呼喊声 然而当他睁开双眼却不由愣住 竟是手下将士前来禀报敌军接警 他虽有些错愕可还是立刻发出命令 通知守城军准备应战 这时身后突然传出一阵可作声 而来人便是此地的支揍大人 此番前来乃是为了敲打宋英 叮嘱他只叙手好城门即可 千万不要做其他多余的事情 更是出言嘲讽力下功劳定能加官进去 虽然手下副将对此人比喻不懈 可宋英还是出手呵斥 因为若是被旁人听去只会惹过上身 但副将对此却毫不在意 只因支州根本不懂如何作战 不仅时常客扣粮草还胡乱指挥 导致很多将士最后被敌人活活耗死 而这些是宋英心中也是了然 但若是掀起内乱只会给敌人制造几乎 当一夜苦战敌军被击退了 宋英刚刚收刀入窍松了口气 耳中又传来了支州大人的声音 一连假笑地夸奖宋英守成有功 不过宋英却对此不置可否 直言都是手下将士的功劳 正盘着话身后走来几个孩童 声称父母为感谢宋将军和将士保护 刻意送来食物聊表谢也 这番话顿时让支州大人脸自惊 身后幕僚也是出言嘲讽 放言不知道还以为宋将军才是父母端 与此同时京城宰相子 宰相韩大人正为奏章勃然大怒 只因宋英屡屡上奏向朝廷索要物资和人手 而宋英和皇上自小相识 已经多次催促他尽快派人致援 见此刑警两位官员先是暗中对视 随后一人取出一份奏章 而韩大人在细细查看后 脸上立刻满脸的笑容 随即吩咐明日一早就将奏折交于皇上 手下官员顿时心领神会 并且适时地送上马屁 放言朝臣都在掌控之中 就算是天子又能如何 他本是个爆人黑料的狗仔 却意外认识了身为鬼魂的宋英 为了替他找到当初的下葬之地 没成想被往生阵法困在古战场幻境 当他再次醒来时却愈加迷茫 因为此地已不是刚才的古战场 而且门外还传来呼喊陛下的声音 这让赵偶顿时心中暗息 眼见侍女纷纷前来伺候 正当他以为是自己穿越时空了 身边却又传出一男子的声音 而且此人竟和自己长得一样 这时侍女调侃莫非陛下梦见了宋将军 想到之前认识的女子也叫宋英 而且这些人好似全都看不见自己 顿时让他猜测自己此时身处梦境 当片刻后侍女为天子收拾完 听见两人谈话该起价前去大殿上朝 想着左右没人能看见自己 赵偶当即决定跟上去看看热闹 毕竟电视上天子上朝太有排面了 然而事实跟心中所想差距太大 身为朝臣实军之路却没有中军之势 敌军进犯边陲小城进决的无所谓 满朝文武只有数人坚持出兵援助 而身为天子却无人肯听他一言 赵偶见状虽有心帮忙 可哪怕他喊破喉咙也毫无作用 半想后眼见吵不出个天子 这时宰相才想起身处高位的天子 对于此事天子心中早有决断 当即决定派兵支援宋英 和话音刚落在相片取出奏章 声称还是看完奏章再做定夺 然而当天子仔细查看后 静怡瞬间愣住原地 口中念叨不可能 这时宰相说出了奏章中的内容 竟是当地刘之舟声称宋英通敌叛国 虽然天子并不相信这些说辞 还下令速速派兵支援 并将刘之舟斩首 可朝臣却出言阻止 直呼他和刘之舟乃是同乡为人忠厚 若是杀他会失去民心 而且宋英一介女流 怎能让人信任 这番话顿时让天子震灵 可下一秒朝臣却纷纷跪下 谏言请天子致宋英通敌之罪 面对这样的情况 天子根本毫无办法 这一幕也让赵偶感慨 身处高位的天子都被逼成这样 底层的百姓岂不是更加人为言轻 想到之前替别人在网络上带舆论 只要给钱什么都做的尽力 自己和这些官员又有什么区别 而几日后的之舟府内 刘之舟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再过几日处展宋英的圣旨就会送到 但属下提醒宋英的副将四有反 这让刘之舟决定想个办法先解决掉他 另一边的宋英这时收到通报 城外有一群难民被敌军追杀 而就在他下令打开城门营救赶兴时 却被赶来的刘之舟阻止 虽然宋英声称此时出军 可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但刘之舟却认为这是敌军的群好 见宋英再三请求出城救人 刘之舟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笑容 声称自己并非铁石心肠之人 若想出城救人 可带副将一二和五十将士前去 这番话顿时让宋英梦在原地 半想后他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答应了刘之舟的这个要求 当即吩咐副将点好人马 随后取下随身配件 望着手中之剑眼中满是不舍 当初出征之前的一幕再次出现在眼前 天子将这把传说有剑林镇守的古剑刺想 希望这把古剑能护他平安 而他也将随身玉佩作为回应 念及于此宋英心中却毫无迟疑 高举古剑将之插入城墙 随后义无反顾地转身离去 他乃是名将之后一身文韬武略 但却受困于边陲小城无法作为 只因他身为女流却能身居高位 致使当地之州处处从中作梗 当宋英得知百姓被敌军肆意图露 本打算率军出击拯救百姓 可刘之州却没有同意这个请求 只让宋英带副将一二和五十将士前往 虽然此番出征明知实死无生 但宋英和众将士心中却毫无退路 在探亲敌军人数有千余人且难民数百人后 副将便提议回城请求支援 虽然宋英心中赌定刘之州不会出兵 但还是吩咐副将回城备战 他则带领剩余部下前去接应百姓 将敌军引致城墙 届时打开城门杀他们的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百姓中的男孩阿贵被父女叫起 见孩子只是饥饿而晕过去 父亲刚准备让阿贵吃点东西 身后却传来了一阵呼喊声 听见是那群屠戮百姓的敌军追上来 他们赶忙继续仓皇逃跑 然而两条腿怎么可能跑得过四条腿 眨眼间追兵已经近在咫尺 阿贵母亲瞬间就被敌军抛出的绳索 骨盒正中 这一幕顿时让阿贵呆若目击 口中刚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 母亲便已惨死在马底下 而这时催命绳索已再次起来 眼见即将命中逃命的父子二人 却突然被什么东西将其打断 而出手之人正是前来接应百姓的宋英 在叮嘱父子俩继续逃命后 他便率领部下阻拦追击的敌军 哪怕敌众我管他们却是义无法护 然而当他们且战且退来到城下 城门却没有一丝要打开的迹象 而且宋英此时也陷入古战 剑状提前回城的副将心中焦急万分 连忙请求刘之洲打开城门 可刘之洲却说还不到时候 眼见敌军正在肆意屠杀 手无寸铁的百姓纷纷惨死 古战中的宋英心中更是焦急 只是片刻功夫百姓已是伤亡惨重 而刚刚救下的阿贵父亲也没能信任 这一幕顿时让宋英不自觉地攥紧拳头 立生质问副将为何还不开城门 可城墙上却出现了让他不可置信的迹 刘之洲的手下不仅将副将打得伤痕为累 还将他一把推下城墙 而就在宋英还未回过神来时 城墙上的刘之洲还带来了一个恶好 他因通敌叛国被圣上下指处的 这一刻宋英瞬间陷入呆滞 但回想起和天子认识的点点滴滴 转瞬间他便回过神来 他相信天子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而就在此时身后传来破空声 毫无防备的他瞬间被利剑射中 可正当他为自己大意忙碌时 耳边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 竟是幸存的阿贵在质问为什么不救他 而他的身后敌军已经蜂拥而止 见状宋英焦急地呼喊阿贵快逃 可此时的阿贵却待在原地 只是口中一遍遍念着为什么 哪怕他被人一刀刺穿胸膛 冰死之际他想到了母亲说过的话 战争就是拿着刀的坏人 为了一己私欲欺负手无寸体 随着耳边传来的喊杀声慢慢咬不耳 懵懂得阿贵也渐渐失去了年轻的声音 而宋英在最后看了眼当初天子赠送的古剑后 也被敌军用乱剑射杀于城墙之下 白旗身为世间唯一的真龙 竟也会被俘宇的阵法所困 片刻前当他施法寻找古战场出口时 意外触动多年前俘宇部下的网生法阵 不仅将几人全部困在此地 宋英还被煞气入侵成为傀儡 将白旗缠住不让他援助俘宇 导致浮宇被煞气凝聚的恶灵偷袭 而划破脸颊流出的鲜血 虽然让法阵显微将恶灵驱散 但同时也让白旗出现在一片荒诺 而就在他为此十分疑惑不解之时 却突然见到了什么瞪大双眼 当即加速向着看见的人影出去 再看清刚刚发现的人影竟是浮宇 这顿时让白旗更加疑 见眼前的浮宇并不认识自己 而触碰后竟还有真实的触感 这让他明白此地呢是个高级幻景 心中已经有了一丝主意 见浮宇对自己的打扮甚是好奇 白旗瞬间一秒完成了换装 在自我介绍后便询问浮宇的来意 得知浮宇是前来封印闹鬼的古战场 白旗明白自己是进入了古代有浮宇的幻境 可看着身前朝思暮想的挚友 这一刻白旗不禁神情恍惚 决定暂时跟着浮宇结伴而行 之后他见到了想做男孩的狐妖 早已清楚他们会如何行动的白旗 不仅提前准备好盗取灵药的生存 还告诉浮宇当务之急不是去盗取灵药 而是赶在世浮宇吸取太多灵魂钱将他取出 从而收获了一波来自浮宇的夸甲 还见到了被长生困扰的女人 在浮宇准备出发寻找厨艺散时 白旗连夜前往北方森林将其取出 提前一年驻备困在神庙的女人姐 再次赢得了浮宇的称赞 而这晚当他和浮宇对月饮酒时 虽然喝的酒是白旗最珍贵的妖不鞋 但浮宇还是一如既往的吐槽久不鞋 这也不禁让白旗暗道浮宇还是那个浮宇 可这时浮宇的一番话却让白旗瞬间呆住 白兄你莫不是之前就认识我们吧 明明两人相处不过数日 可白旗却能提前预料到自己的情况 这也让浮宇确定白旗不仅仅是认识自己 从而大胆地推测白旗不属于这个世界 见白旗对此并不反驳浮宇起身便要离开 但却被白旗一把握住手掌 这时白旗告诉他自己的确不属于这里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里的浮宇还是记忆中的浮宇 而这几日的结架而行 也让他明白当初为何一直纠缠浮宇 并不是因为他是天灵府可以诛自己成盟 而是因为浮宇的存在让世间的一切都变得美好 这样的感觉让白旗沉醉其中 这时浮宇温柔地抱住白旗 看来在那个世界我们有很深的羁绊 听见白旗直言还想一直走下去 浮宇告诉他是时候离开了 那个世界还有人在等着他 这番话也让白旗明白过来 在对着这个世界的智友告别后 白旗回到了幻境中的古战梁 而刚刚进入的几人只有他一人醒来 宋英和赵偶此时都还面露痛苦的陷入沉睡 只有浮宇一人不知在做着什么样的美好 虽然白旗很是好奇浮宇的梦境 但左右衡量后还是决定先救赵偶 男人一觉睡醒净出现在天子寝宫 再发现当朝天子和自己长得一样 而且所有人都看不见他后 赵偶决定体验一把当天子的感觉 毕竟天子作为一国的最高决策者 想想就排面十足 可真正上朝后他才知道想错了 身旁的天子在朝堂竟毫无话语权 敌军进犯边陲小城宰相不仅拒绝出兵之缘 还诬陷守城将军宋英通敌叛谋 只因宋英身为女流却能身居高位 虽然天子和宋英自幼相识青梅竹马 可面对朝城的胁迫却毫无办法 不答应下旨便被朝城囚禁在寝宫 而赵偶也只能默默看着发生的一切 直到这天贴身侍女偷摸前来 告知宰相带领了处转宋英的圣旨 这个消息顿时让天子不敢置信 半想后强忍悲痛询问宋英可是被处死 侍女告诉他假圣旨宋达前宋英便已战死 之后敌军便将城池攻破如今镇攻向黄斗 现在朝中大臣都在争权卧士 虽然侍女再三保证会救天子出去 可天子在听到宋英战死的消息后 只是无意识地握紧当初宋英赠送的预访 由记得那年大雪纷飞 内侍宫中议论最多的便是宋将军又把圣战了 可当时的他却对此毫无兴趣 只想偷摸地去堆一个雪人 可哪知自己刚辛苦堆好 却被人从身后偷袭 导致辛苦堆好的雪人瞬间爆粉 而罪魁祸首不仅没有道歉 还一正言辞地说堆雪人没意思 直到他使出杀手锏 这才让对方帮忙把雪人重新堆好 而这就是他和宋英的第一次相识 想起以往的一幕幕天子不禁黯然泪下 赵偶也终于知道了宋英的死命 可正当他为此感慨万分时 天子却是不声不响地靠近烛台 一把将气打翻在地 任由熊熊大火将他吞噬殆尽 这一幕顿时让赵偶心急如粉 拼了命地敲打房门希望有人能听到 全然忘了如今是身处梦境 而此时的梦境好似发生了变化 他竟然能够感觉到火焰灼烧的疼狼 正当他以为要葬身火海时 耳边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竟是浮雨和白旗前来救他 但此时周围的变化也让他疑惑不解 这时白旗告诉他此地乃是往生界界献猛 刚刚他所看到的一切是他的前世 因为体内存有残魂才会被吸入法阵中 这番话不仅没让赵偶明白法更加明 但转头他便开始寻找宋英 见状白旗直接挥手施法 告诉他要想找到宋英 需要一个牵挂他的引路人 抬手便从赵偶体内抽离出一团虚影 随着虚影逐渐汇聚在一起 自焚而亡的天子也显露出深际 面对赵偶不可置信的惊呼 天子却没有做出回应 只是抬起手向着前方指去 一束流光同指间冲出 指引着三人前往宋英所在之处 与此同时在宋英的梦境 再一次经历死亡的他却没有多少波澜 只是取下身上的披风盖住自己 口中呢喃了一句对不起 便其身准备离开此地 但就在此时无数手掌破头 耳中也随即响起无数的质问 为何当初不救他们 而那些手掌也随之缓缓地将他缠绕起来 面对这样的情况宋英没有任何反抗 只是口中一遍遍说着道歉的话 而阿贵此时也露出深情 面露黎色地说绝不会原谅他们 在白旗三人寻着流光找到此地时 宋英已经即将被冤魂吞噬 而阿贵也彻底转化成为了恶灵 男孩幼年时因战争死于战场 此后便化作冤魂徘徊于此地 可当千年后再次见到浮雨时 陈锋已久的记忆再次苏醒 不甘心地他开始朝着恶灵蜕变 不仅将浮雨几人带入古战场幻境 还打算在此地将他们统统解决 当白旗三人找到宋英时 阿贵正要对无心反抗的宋英痛下杀手 但他的攻势却瞬间被白旗瓦解 见再次被人打扰自己的复仇 阿贵顿时心中大怒 可他饱含恨意的攻势却被白旗之手挡 只见白旗随手捏起反应 眨眼间阿贵便被法术捕 可哪怕不能动弹他还在不甘地私喷 质问白旗为何要帮这群拿着刀的坏人 千年前身为除妖师的浮雨也要帮他们 看着这样的阿贵宋英不知想到了什么 随后一把抓住身旁的白旗 哀求他不要消灭阿贵想个办法帮帮他 可却被白旗一口围绝 因为阿贵死的时候太小根本不清楚当年的情况 他怨恨的是战场上所有人 若是放了他一定会闹得天翻地露 而就在宋英决定用自己的一切来救阿贵时 耳边传来了一个声音说自己也愿意用一切来救阿贵 转头看去却是天子出现在身后 看着眼前之人宋英眼泪止不住的流 而天子却是温柔地唤他阿英 开口向着他郑重的道歉 当宋英轻柔地抚摸天子的脸庞确认不是幻罪 便一把扑进怀中诉说着自己的委屈 想到当初将士和百姓一个个死在面前 他忍不住一遍遍地质问为什么 闻言天子也是不停地道歉 将所有罪责全部揽在身上 见到这一幕赵偶顿时被感动的眼泪汪汪汪 而白旗也被两人的相遇触动 在抬头仰望天空后 悄悄回头看向站在身后的伏羽 这一刻他决定用伏羽的方式来将此事解决 随即抬手打起一个响指 施展出一望已久的召唤术 半想后却是什么动静都没有 这让白旗不免感觉有些丢人 但转瞬他便想到一种可能性 等到他在帽兜里面一阵翻着 总算揪出了躲藏在里面的圣楼 毫不理会圣楼大呼小叫称还在洗澡 叮嘱他安抚住狂躁不安的阿贵 收到命令的圣楼随即开始施法 吐出大量制造幻境的烟雾将阿贵淹没 而白旗则是从续空中取出一股酒 将这壶名为止占的酒倒在地上 愿他们抚慰战争带来的伤痛 随着酒水倾洒在这片里的战场 颂音和天子也化作一片星光缓缓消散 而在圣楼的幻境之中 迷糊中的阿贵再次听见熟悉的声音 竟是父母在身前温柔地呼唤他 这番景象顿时让阿贵手足无措 但转瞬他便握住父母伸出的手 这一刻他的心中再也没有仇恨 脸上洋溢着可爱幸福的笑容 而浮予几人随着事情解决 也再次出现在上场 当离别之际白旗询问赵偶之后 如何打算 这番话也让赵偶陷入沉思 回想之前天子和他道别时说的那番话 两人之前的那些往事已成定局 如今的他还有机会开启崭新的篇章 已经幻然醒悟的赵偶重新找到了方向 直言这次他会向着战地记者的目标 笔直警醒 暑假作业好多啊 我不想写了 我想打游戏 不行写完再玩 扶小雨 喂你突然干嘛 量生不要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吃啊 万一是客人呢 快吐出来 一个丑猫居然敢咬我 你才丑呢 不说 我可是世上最好看的鸟 你自己看 啊 不不这不是我 我不干净了 这是被自己丑死了 应该没死吧 还喘气呢 好像看着有点眼熟 我被烘干了 还好还好 我的盛世美颜还在 清灵 白老板 你还认得我 我可终于找到你们了 你的灵力怎么这么弱啊 竟然连原型都画不出来 这些年东奔西走 疏于修炼 本事难免就退步了点 你这退步了不止一点啊 连量生都快打不过了 再骂 你来找我们 难道是已经找到了那个人 对 不过他的位置很危险 我进不去 需要你和除妖师的帮助 对了 那个一直黏着你的除妖师呢 臭爸爸 烤小鸟是不是和烤鸡一样好吃啊 哎 白琪你和除妖师居然是不子关系 这是有点复杂 以后再说 还是先告诉我你找到的地方在哪吧 嗯 诱惑 没想到你的老古董还会玩手机 还玩得比我溜 那我把定位发给你 先来加一下好友 他平时是怎么指纹解锁的 居然在这么远的地方 是啊 来这一趟耗了我不少灵力 我要好好休息一下才行 在这之前要麻烦你带我过去了 放心 你好好休息 后面的事就交给我吧 扶小雨 干嘛 这位朋友就交给你照顾了 你要好好对他哦 好耶 好凉快啊 这 那啥星人怎么看来的 对了 你把清零放满了 当然是书包里 啥 书包 不会已经被闷死了吧 我说好好的吧 还能这样 你在看什么 清零的日志 他好像去过很多地方啊 是啊 不过这家伙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自恋 你们认识很久了吗 是怎么认识的呀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就是觉得你好像认识很多奇怪的人 你见过的那些人 倒不全是我认识 不过这个清零第一次见他时 确实是个怪人 你怎么突然想要带我来海边 我想试试海水能不能酿解 你还是放弃这个念头 酿出来也会咸死人 父亲 妖怪酒馆 妖怪酒馆 又不是专门开给你喝的 要拓展业务赌不得 万一有和我一样喜欢咸味的妖怪 不过来一趟也好 我还没吃过海鲜呢 白老板这可是你的地盘 你可不要小气啊 你少占我便宜 最多请你喝一顿酒 这就是人类做的炭烤游鱼吗 长见识了 客观您的菜齐了 需要什么您再吩咐 行 你去忙吧 有事我喊你 行了 我问都祖 哎呀 这位祖宗怎么又来了 放个店里的酒都给我抬上来 今天我要喝个痛快 小二 这个人常来你们店里 确实是常客 不过这人怪的很 每次一来便将所有的酒都买走 从早喝到晚 敢也敢不走 而且他还总是对着那个海螺自言自语 吓走了不少客人 老板也很头疼呢 感觉 谢谢大家